當一而正道和五條物都被判處死刑 當千萬咒零開始在東京肆虐 孤立無援的虎將優人 是否能以一己之力改變這個世界呢? 大家好 我是五個光 歡迎回到咒術迴戰的世界 上一話中 鑽索遠程發動了無微轉變 讓一千名飛書時完成咒術覺醒 更是將千年來與他簽訂契約的無數咒零全部釋放 數量龐大的咒零如同深淵巨獸的大口 將原本燈火通明的東京一點一點的拖入黑暗之中 僅僅片刻日本地圖上就已經出現了一個 面積超過2000平方公里的深淵 在這場滅世之災中 東京下俠的23區幾乎被全部毀滅 只有周邊的部分村鎮得以倖免 突如其來的變故更是讓所有內閣人員直接失聯 整個日本都陷入了短暫的政治空白 捐索這一次釋放出的咒零 數量至少在1000萬以上 如此大規模的詛咒橫行 讓咒術界高層也陷入了混亂 在這種情況下 幾乎不可能繼續像民眾隱瞞咒零的存在 但是一旦將其攻逐於世 隨之出現的全國咒零大爆發 也會讓所有的術士都疲於應對 在激烈的討論中 甚至出現了對外宣稱 只有東京會出現咒零這樣的言論 但那樣的做法無疑會把全國的咒零都聚集到東京 而東京也將成為真正的煉獄 凌晨一點半的東京街頭 殘破的建築和滿地殘骸 都在無聲的訴說著前不久發生的慘狀 在這個幾乎沒有人烟的街道 卻突兀的出現了一陣狼吞虎咽的聲音 聲音的來源正是超市中的一個女孩 看起來已經餓了很久的她 雙手不斷抓起地上的便當 將口中胡亂塞去 在她吃飽的同時 眼角的餘光撇到了黑暗中的一道人影 那並不完整的身影 不斷誘惑女孩跟她離去 女孩卻只想知道自己的媽媽在哪裡 在那道身影為了吸引女孩 便造出她媽媽也在的卓烈謊言時 女孩也發現了這道身影的異常 天真的她卻誤以為對方只是病了 更是起身為她遞上一瓶礦泉水 而她不知道的是 超市門外等待著她的是一張恐怖的世人大口 女孩看著離自己越來越近的獠牙 身體已經做不出任何反應 但她的眼神中除了恐懼 更多的居然是麻木 一把傷刀從天而降 將張著大口的咒鈴死死定入地面 那蘊含著無窮咒鈴的躯體 此刻卻展出了一個無比溫柔的笑容 不好意思是不是嚇到你了 你沒有受傷吧 來源竟是同樣失從五條屋的特輯書師 《遺骨猶太》 友情提示 關於純愛戰神遺骨猶太的更多信息 都在咒術悔戰劇場版中 強烈建議補完劇場版 或者是漫畫零卷的內容 再繼續跟進死滅回游的劇情 帶著溫柔笑容的遺骨 自救靈體表一躍而下 在她的詢問中才知道 小女孩已經和自己的爸爸媽媽走散很久了 遺骨發現女孩的鞋子已經磨損嚴重 而附近又全部都是商業區 女孩很有可能已經一個人走了很遠很遠 就在她溫柔的安慰女孩時 那張困滿獠牙的大口再次出現 向著遺骨毫無防備的後方再度襲來 剛剛還在張牙舞爪的周林 突然消失在原地 聽著背後傳來的血肉分離聲 遺骨十分清楚發生了什麼 你能看得見對吧 這樣可不好喔 李香 不要做得太過活喔 完成任務的遺骨 回到姊姊寧和高層復命 他們之間的對話似乎正在倒下一個 並不好的未來 辛苦你了 遺骨 反正你們也沒打算犒勞我 直接開門見山吧 你們現在應該知道 我會服從命令的吧 你付出再多的救靈 也什麼都證明不了 那定下一個束縛 或者怎麼樣都可以 這個她是不是五條老師的學生無關 她在四股砍斷了狗捲軍的手臂 我一定會殺了虎將幽人 比起遺骨和高層間的對話 隨後咒術總部對外發布的公告 更是讓人感到現金 1. 全人下游戒存活 再次宣判下游戒死刑 2. 認定五條巫為色谷事變的共同正犯 將其永久驅逐出咒術界 同時一切試圖解除封印的行為視為同罪 3. 認定業額正道 叫做五條巫及下游戒引發色谷事變 判除其死刑 4. 取消虎將幽人的死刑壞 改為立即執行 5. 認明特己疏師一故猶太執行虎仗幽人的死刑 隨著整個國家和咒術界的動盪 身為玉三家之一的殘緣家 也因為現任家族殘緣執人 在次國異戰中重傷垂危而陷入了多世之秋 身為特別一級疏師的殘緣執災 也在此時回到了家中 從他的神色中看不出任何對自己父親生死的擔憂 言語間滿是對兩個妹妹 真一和真希的鄙夷與厭惡 當他終於來到屋內 已經等待多時的 是同樣身為特別一級疏師的殘緣聖遺和殘緣善 隨著直帶的出現 房間內的氛圍更是變得劍拔弄髒 做什麼去了 自己的父親正在經歷生死 你竟然還如此吊耳浪當 對不起嘛 不過我來與不來也沒什麼差別吧 反正下任殘緣家家族非我莫屬 我的那些兄長們一個個都是廢物 至於舒服你嘛 一直以來都毫不起眼 更別提那兩個女兒啦 至於聖遺嘛 顏值太低啦 要是能跟聖遺換張臉就好啦 沒有絲毫敬意的言語 換來的是聖遺喊怒的一拳 當只在側身躲過之後 卻發現舒服手中立刃已經橫在他的喉間 就在局面即將再度二化時 一道聲音讓幾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動作 各位都在啊 禪怨家家族 禪怨直皮人老爺 剛剛嫁喝溪去了 聽聞聖遺人家族的死訊 幾人臉上的表情都有些複雜 唯獨沒有對親人離去的悲傷 而代理人接下來的言語 才是他們最在意的 他老人家的遺囑 由彼人代為保管 按照直皮人老爺的要求 這份遺囑的內容 必須要禪怨善 禪怨聖遺 禪怨直哉 以上三人同時到場 才可以公開 如果三位沒有什麼意義的話 我就開始讀了 其一 由禪怨直哉 繼承禪怨家 第27代家族之位 其二 禪怨家的所有財產 也由禪怨直哉一併繼承 但需經禪怨善 禪怨聖遺 其中一人同意後 禪怨直哉方可使用 喊 算了 無所謂 不過 如因某種原因 導致五條五死亡 或者是致其喪失自主能力的情況出現時 將履行與伏黑聖遺之間的誓約 納贏伏黑會 回到禪怨家 立即為禪怨家家主 並將全部財產都轉贈於他 這突如其來的病故 讓原本是家主之位 如囊中之物的執哉 輕輕爆跳 一時間難以接受 但他很快就強迫自己冷靜下來 兩位原本的競爭者 寧可把家主之位 交給一個不認識的小孩 也不願意讓他成功上位 這樣的做法讓他忍無可忍 但他心中也有了接下來的計劃 前往已經成為魔鏡的東京 將虎杖優人和伏黑會一同斬殺 此時的東京已經幾乎見不到活人 99遊記臨走前向虎杖坦白 在千萬咒靈出現的那一刻 他其實尚有一戰之力 但他當時還是猶豫了 他想著 既然事態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 不如先不做干涉 盡觀其變 他也大方地承認自己 和虎杖並不在同一個陣營 他不過是一個希望全世界周齡 通通消失的弱小女子罷了 交代完一切的游擊 出發前往和天原碰面 只留下思緒雜亂的虎杖 獨坐於台階之上 他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蘇納利用撫黑究竟有什麼企圖 自己殺了這麼多人 又該怎麼辦 在經歷了色谷一戰後 他覺得自己已經不能再和大家一起了 身為大哥的帳相也在此時出現 他或許是此時最堅定在虎杖身邊的人 即便虎杖殺死了壞象和血徒 也不會讓他有絲毫的動搖 畢竟他們是血脈相連的兄弟啊 無論怎麼想都想不出結果的虎杖 收起全部思緒 選擇去做他唯一能確定正確的事情 消滅東京境內肆虐的咒靈 空無一人的城市中 唯有突兀的機掌聲在不斷回盪 作為聲音源頭的虎杖 嘗出一口氣 再度猛擊手掌 聽著遠處傳來的聲音 他知道獵物上鉤了 兩頭巨大的咒靈 瞬間遮蔽了虎杖身後的天空 眼看獵物出現 虎杖沒有絲毫猶豫拔腿就跑 在接到快速移動的他 很快就吸引了無助咒靈在身後追擊 就在這時 一隻咒靈突然自空中落下 將虎杖的行進路線完全封死 虎杖一個滑翰 化解了剛剛的閒境 但身後的咒靈離他也越來越近 無比熟悉地形的虎杖 一個轉身直接拐入地下通道 看著身後的咒靈 都隨著他進入了這個狹小的空間 他知道是時候收網了 通到另一頭的帳相 早已擺好了那個熟悉的啟事 穿血 一含驚人威失的那抹星紅 瞬間穿透為首的咒靈眉心 威力絲毫不減的鞋箭 更是帶著飛劍的血肉 將後方的一眾咒靈 盡速消滅 看著通道中緩緩飄出的飛行咒靈 帳相淡定地呼喚自己的戰友 僅剩的一隻漏網之魚 也在虎杖的鐵拳下被成功浮出 看著虎杖有刃有餘的結束戰鬥 帳相十分感慨 初次和他交手的時候 虎杖還只是一個純粹的力量型選手 才過去沒有多久 那份力量上又平添了幾分細膩 酣暢淋漓的周力操控 加上常人難以匹敵的力量 此刻的虎杖在他看來 誠如鬼神 真不愧是我的弟弟啊 怎麼還是這麼說 以後我還會繼續說的 記起來吧 一定有的 你父親的額頭上 或許也有縫合的痕跡 就在兩人正準備喘口氣時 一道聲音卻突然在上方響起 會不在啊 我是第一個到的 他也太慢了吧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不打算逃跑嗎 到了這個時候 虎杖才知道 五條物和一二正道都被判除了死心 而眼前這個滿臉邪氣的傢伙 尋找浮黑的言語 也讓虎杖繃進了神經 你找浮黑幹什麼 我想請他死一下 如果死之前能再幫我寫點東西 那就再好不過了 光陰剛落 直哉的身影竟已落在虎杖身側 聽說會也正在找你啊 和他的話語聲一同出現的 是一技迅猛無比的白拳 在虎杖被一擊得手之後 直哉瞬間轉身接下了帳相的拳頭 一技奇納翻轉 讓帳相的缺體只得跟著一併下沉 在虎杖終於反應過來 開始揮動自己的拳頭時 紫杖的身影卻憑空消失 謹一瞬就出現在通道的另一側 經過剛剛的簡單教授 讓紫杖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對手的實力 無論是身為容器的虎杖 還是莫名一起出現的帳相 都比他預期中要難纏得多 正當他打算再度提速解決兩人時 三人卻同時感受到了一股 足以讓靈魂掺地的圍牙 那幾乎可以匹敵五條物的周力 讓三人同時把目光鎖定在高處的身影之上 來人正是前不久主動輕盈 為了獵殺虎杖而來的遺固猶太 當虎杖看著突然出現的強硬存在一臉茫然時 高處的遺固就以最暴力的方式出現在了他們面前 看著被遺固一腳踏碎的路面 虎杖和帳相都不敢輕舉妄動 遺固也開門見山地表明了自己的來意 執行虎杖憂人的死刑 看著周力駭人的遺固來到近前 直在急忙表明自己的身份 虎杖也終於在他們的交談中 知道了面前這個人形充手 就是同樣師從五條物的遺固猶太 雖然他記憶中關於這個師兄的信息不多 但他依稀記得 面前的這個人是一名特級術師 比虎杖敏銳許多的帳相 在遺固出現的第一時間 就開始讓虎杖做好逃跑的準備 因為他有強烈的預感 一旦跟面前的這個人開戰 幾乎沒有生還的可能 在帳相和虎杖約定好 由帳相暫時拖出他們兩人 然後在昨天相遇的地方碰頭時 直在和遺固也完成了分工 由直在負責對付帳相 而遺固則專心對虎杖執行死刑 值得一提的是 直在還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要求 他希望遺固得手以後 不要立刻將虎杖的詞訊傳遞出去 畢竟他還需要利用虎杖作為誘餌 來獵上與他爭奪家族之威的撫黑 周立奔發形影交錯 四人的身形同時移動 在帳相開始凝聚血液時 遺固已經追著虎杖遠去 帳相利用自己拖出兩人的計劃 瞬間落空 而直在的手刀也已來到他的面前 就在帳相的頭顱即將被擊中時 他倉促抬起的手臂成功擋下了這一擊 兩人也再次拉開了距離 直在對赤血操術有著詳細的了解 對他來說 除了穿血以外的其他招式都不足為懼 但要使用穿血的話 就必須先使用白臉來蓄力 如此長的準備時間 對於擅長急速的直在來說 幾乎相當於一個不會動的靶子 帳相此刻的情況 或許比他預期中要危險得多 在帳相與直在對峙的同時 虎杖和遺谷也遇到了第一個障礙 虎杖縱身越過側翻的汽車 而遺谷手中的長島 也已在車底準備揮下 令人意外的是 虎杖死死抓住車門 強行中斷了前衝的勢頭 順利躲開一故的致命遺跡 在一股感嘆對方動作靈活的同時 虎杖穩住身形 凝聚全身皺立的一拳 將車子直接先飛 重重的砸向 墜機的一股 虎杖十分清楚 在空曠的室外 他沒有任何逃脫的可能 他必須趁現在這個空檔逃進室內 建築的樓道已經近在眼前 自空中落下的汽車 卻掀他一步到達 看著眼前將去入完全毒死的汽車 虎杖只能回身面對這個可怕的對手 身為失蹤的一股 在走向虎杖的同時 也為他解答在心中的疑惑 看起來十分瘦弱的一股 之所以能扔動沉重的汽車 正是因為他身上涌動著的 幾乎無窮無盡的咒力 單論咒力總量的話 一股甚至還要略勝五條物一籌 只不過五條物因為六眼的關係 發動數字消耗的咒力 無限接近於零 所以實際戰鬥中 還是五條物更加可怕 因為他絕對不會遇到咒力耗盡的問題 完成科普的一股臉色一凝 身上的咒力瞬間爆發 緊一瞬就來到了虎杖面前 努力躲避長刀的虎杖 卻突然想起了東唐曾經說過的 越是一流的舒適 就越難從咒力的流向判斷他的走勢 因為越強的舒適 往往咒力操控的進度就越高 這意味著在他真正出招之前 你很難預測他的攻擊 而面前的一股 卻並不符合這個規律 他全身的每一個角落 甚至包括他手中的刀 每時每刻都在散發著 如同陽光般耀眼的咒力 如此可怕的咒力 讓一股的每一次攻擊 都相當於一個術師的全力一擊 而敵人對他造成的傷害 也都將被不斷生疼的咒力死死壓制 在這個絕望的關口 虎杖爾潘再次想起 齊海最後的言語 之後就拜託你了 他知道自己還不能死在這裡 他必須起身繼續戰鬥 在虎杖逃入室內的路徑 也被毒死之後 他只能回身面對這個可怕的對手 勉強躲過兩次斬擊的他 看著臉上出現的傷口 心中十分清楚 要想活命 必須先解決一虎手中的長刀 如果只是面對普通的道具 只要利用咒力強化身體 就基本不會有性命之憂 但面對眼前這個人形兇獸 如果再抱著相同想法的話 下一秒身體就可能直理破碎 心中也有決斷的虎杖 向著一輛越野車逃去 經過一旁的車子折返 虎杖成功鑽入車內 這短短的一瞬間 他已經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 在他躍出車門的瞬間 一戶的長刀也隨即來到 光影交錯 鏗鏘生氣 虎杖手中突然出現的匕首 成功擋下了這一擊 這把匕首正是虎杖 剛剛從越野車中所得 有了武器在手的虎杖 開始將一股發起了猛攻 他在心底不斷地告訴自己 不要害怕 衝過去 前衝的同時 他的周力也開始在刀刃上凝聚 锋芒交錯的刹那 自手上傳來的距離 才讓虎杖回想起了 五條武至今都沒有 教授他們武器的使用技巧 巨大的下壓力 瞬間就讓匕首背後的鋸齒 將虎杖的手掌咬出鮮血 而一股接下來的話語 更是讓虎杖乳落並哭 你太過專注於我的刀啦 隨著話語聲一同出現的 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一技之踢 但就是這樣看似簡單的一擊 卻讓虎杖感受到 彷彿有千軍距離 在自己的體內爆發 在虎杖調整好呼吸 準備再次發起進攻時 遺固的斬機卻先一步來到 在切斷他手中立刃的同時 更是讓他的躯體 綻放出一朵鮮豔的血花 虎杖卻沒有因此退卻 反而一腳將遺固的長刀 絲絲踩入地面 隨即一擊大腳臭射 讓遺固手中鋒芒 成功斷成亮節 看著手中的斷刃 遺固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對手 而虎杖卻是鬥志滿滿 正當他以為 終於要進入他所擅長的肉搏戰時 一隻大手卻突然遮蔽了他的雙眼 隨著出現的咒鱮 更是讓虎杖瞬間失去了行動能力 我只是在跟他玩啊 你香 突然出現的咒鱮 和一股對他添添的稱呼 讓虎杖的思緒更加混亂 更加可怕的是 眼前的咒鱮和一股同樣擁有怪力 在他的環繞之下 虎杖完全動彈不得 幫我抓好他哦 斷刃穿體的瞬間 虎杖的血液在咒力的作用下 死散飛劍 他難以置信的看著穿過身體的刀刃 口中溢出的鮮血 更是代表著他不斷消散的生命 抱歉了 虎杖 虎杖體內的宿諾 看著這無趣的結局 正準備開始行動 卻發現情況似乎有些變化 從他嘴角揚起的弧度來看 這個變化似乎比剛剛的戰鬥要有趣的多 虎杖中刀的同時 帳相也陷入了和直哉的苦戰中 眼前的直哉突然消失 轉瞬出現在他的身側 紫哉的手掌也按上了帳相的胸膛 投射的作法發動 帳相瞬間被封入平面之內 紫哉緊隨其後的重拳 更是將他直接砸入十臂之內 連番遭受重擊的帳相 面對紫哉的攻擊完全束手無策 他甚至都看不清對方是如何發動束縮的 從戰鬥開始就被壓制到現在的他 不要說使用白臉來蓄力 就連正常操縱體外的血液 都幾乎無法進行 而他在這樣的情況下都沒有選擇放棄 也讓紫哉感到有些意外 真是耐打 你到底是什麼啊 我是 兄長啊 是食雙弟弟的大哥啊 在給出這個莫名回答的同時 帳相也發動了赤靈躍動 在 當紫哉還想繼續追問時 面前的帳相卻直接失去了蹤影 錦一瞬就出現在他的身後 帳相此時能夠跟上紫哉的速度 正是因為他剛剛把赤靈躍動的能力 全部集中於眼外機上 讓他的動態勢力得到了巨大提升 而他凝聚就力的手掌 也在此時接近了紫哉的頭顱 令人意外的是 遭受重擊的依然是帳相 紫哉的每一次攻擊 都已經按照會遭到反擊留好了後手 帳相被擊中的部位 請客間便血如泉湧 紫哉竟然在他的手中藏了一把匕首 看著血流不止的帳相 紫哉感覺自己已經勝券在握 畢竟一個使用赤血超速的對手 想要一邊止血一邊操縱血液來對付自己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行中大定的執在更是和帳相聊起了天 雖然他也覺得作為一個術師 卻用刀取勝有些難以歧視 但和他做法相同的人也不少 比如他的廢物哥哥們 他們的實力都十分弱小 卻還敢在背後議論實力強橫的聖兒 這種無用之忍的下作行為 讓紫哉面對一個外人 都毫不掩飾自己對哥哥的比喻 在他眼中一個實力不如弟弟的哥哥 甚至連活著的意義都沒有 帳相和他的想法卻完全相反 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不成棄的哥哥 才有了如今的你 紫哉對這樣的言論依然嗤之以鼻 但這卻是帳相一直以來堅守的信念 不管是否成才 雙掌始終都是弟弟的表率 即便雙掌誤入歧途 也能幫助弟弟避開相同的錯誤 如果雙掌走的是正道 弟弟便可以把他當作自己的榜樣 帳相便是因為沒有飯本可供參考 才會一次次的犯錯 但也正因為他是大哥 才會時刻提醒自己 必須走在弟弟們前方 而這也正是他強大的理由 兩人言語間帳相的血液 已經流滿了周圍的地面 下一刻他腳下的赤色波濤 竟直接朝著紫哉席卷而去 紫哉看著襲來的血色潮水 心中大感震驚 他沒有見過任何一個術師 在如此大量的出血以後 仍然能夠正常行動 他所不知道的是 九項圖是咒冷於人類結合的常物 他們擁有將咒力轉換成血液的特殊體質 換句話說只要咒力沒有枯竭 他們就永遠不會失血而死 如潮水般的血液 在障相的操控下瞬間封閉了整個隧道 直在心中大叫不好 不但被拉開的距離 視線也被血色潮水直接遮蔽 這讓他的急速一下失去了用武之地 在使用咒術和潮水對抗之後 他卻意外的發現 面前的血液攻擊力十分微弱 直在緊繃的神經瞬間鬆懈 在他眼中面前的赤色潮水 也成為了一個將死之人最後的偽裝 但他還是錯了 完成了白臉的帳相自一旁的通道閃出 射忍的血液也隨即和他擦身而過 隨後直在就在狹小的空間內 不斷移動自己的身體來躲避足以致命的血液 和無處不在的赤色潮水 他十分小心沒有讓血液沾染到自己的身體 因為他很清楚致血超速的威力 即便是看起來沒有什麼攻擊力的潮水 也可能在咒力的操控下成為致命的兇器 但帳相又怎麼可能讓他如願 一擊飛踢直接直在面門 直在成功擋下的同時 他的下半身也被潮水浸染 在血液沾線的刹那 直在馬上就察覺到了不對 他的雙腿彷彿貫牽一樣沉重 帳相把深入布料中的血液凝固了 面前的帳相再度擺出熟悉的啟示 直在看著不斷凝聚而來的血液 沒有選擇輕舉妄動 他並不擔心腳下的束縛 因為他的束縛可以將運行用24幀每秒的幀率 錄製好的動作隨時進行複寫 他只要在帳相發射的刹那使用束縮 就可以瞬間扭轉乾坤 兩人幾乎同時開始行動 只在向前越出的同時 他看著帳相手中緩緩飄出的血液 心中有些疑惑 為什麼對方沒有發射穿血 帳相很快用自己的行動給出了答案 超新興 超過擁拒的血液瞬間向四周爆散 無數細小的血液很快填滿了整片空間 而身主其中的職在也瞬間千瘡百孔 抱歉 我無法理解你這種不懂得珍惜兄弟感情的人 直在倒下的瞬間 帳相也感受到了背後的恐怖威壓 完成了獵殺的遺骨 正拖著胡杖的虛體慢慢走來 帳相回頭的瞬間 就迎來了遺骨充滿驟力的遺跡 本就已是強弩之夢的他 在這一擊下直接昏厥 成功脫險的直在 對於救下自己的遺骨 非但沒有半點感激之情 心中竟然滿是對他居高臨下的不滿 但很快心胸狹隘的他 就無心關注所謂的高低了 因為他突然感到一陣腹痛 隨即開始大口的呕出鮮血 直在感受著身體的異變 他知道自己很可能是中毒了 聯想到前不久鋪天蓋地的赤色潮水 他很快反應過來 這是體內混入了非人類血液的排斥反應 直在的意識開始漸漸模糊 遺骨的話語聲也同時響起 我來治好你吧 我的反轉出世也可以治療其他人 不過呢 我想請你 幫我把胡杖的死訊帶回咒書界 此時的胡杖對於外界發生的一切 沒有任何感知 在黑暗中沉淪了許久的他 突然打開了一段塵封已久的記憶 那是一個與胡杖又七八分相似的男子 懷中抱著像在牆寶的嬰兒 而他的父親卻在不斷地勸他離開那個女人 否則很有可能會有性命之憂 他們接下來的對話 也終於揭開了胡杖的聲勢秘密 幽然還在這裡呢 您別說那麼嚇人的話 嬰兒時期的記憶有時候能保留很久的 我知道你很想要孩子 但我也知道 你和香芝已經沒有可能了 你要明白香芝之所以會死 爸 您在說什麼呢 突然出現的香芝 額頭赫然有著 和眷所一樣的縫合痕跡 一直昏迷的胡杖 也隨著香芝的出現猛然驚醒 他看著一旁正在拷貨的遺固 思緒有些混亂 前不久不就是這個學長 親手把刀送進他的胸膛嗎 就在胡杖一頭亂麻時 一旁的遺固也注意到了他的異動 太...太...太...太好啦 看著因自己醒來而笑出眼淚的遺固 胡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 終於止住了笑聲的遺固 也開始和胡杖說起一切的緣由 早在9月份的時候 五條物就專程來找遺固 告訴他自己有些不好的預感 如果自己出了什麼事的話 希望可以把現在的一二年級 託付給他 那個時候的五條尤其強調了 還是一年級的胡杖 因為他和曾經的遺固一樣 都是被判過秘密死刑的人 當高層下達對胡杖立即執行此行的命令時 遺固便開始了他的行動 比起讓別人成為執行人 遺固認為最好的方式是由他自己動手 雖然高層為了保險 和他剪下的殺死胡杖的束縛 但遺固在胡杖心臟停跳的一瞬間 利用反轉數時直接將他治癒 這就達成了既不違背束縛 又能救下胡杖的目的 在旨在把胡杖的詞訊帶回後 應該能暫時瞞住高層 換來胡杖一段時間的安全 聽完一切的胡杖心中十分複雜 他不知道為什麼 眼前這個甚至沒有見過自己的人 會為了自己做到這個地步 一股接下來的話語更是讓他直接破防 因為我最在乎的人們非常在乎你 過去我也同樣背負著難以承受的巨大力量 我曾經以為自己是被動的背負起了那股力量 後來才明白一切的起源就是我自己 這一點跟你不同 你所背負的力量並不屬於你 所以你沒有過錯 不是的 這不是過錯是否在我的問題 我已經殺了 胡杖 胡杖看著這次的古異戰後 就沒有再見過的浮黑 臉上的表情有些複雜 浮黑卻自顧自的說起了接下來的計劃 你還在這裡幹什麼 趕快準備回高專了 現在高專的姐姐比較松懈 你只要沒有被人看到就不會被發現 所以我們請去跟學長他們會 別說了 你不要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接納我 不要表現得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我殺了人啊 有很多的人因為我死了 是因為我們 不許你擅自放棄自己 我們不是正義的朋友 我們是咒術師啊 正因為沒有人能審判我們 所以我們必須時刻展示自己存在的意義 所以我們必須時刻展示自己存在的意義 我們更沒有時間來替自己考慮 只能不斷地救人再救人 我想這應該也是 你選擇吞下手指的初衷吧 浮黑的話語卻讓胡章更加痛苦 如果真的如他所說 那便意味著 只要我在你身旁 你就會一直陷於痛苦之中 正當胡章即將再次沉淪時 浮黑的言語卻重新喚起了他的鬥志 先從我開始救起吧 胡章 加冒陷輪編排了一個 讓被授予咒術的人互相廝殺的死滅回游 金美濟也被捲進了死滅回游中 拜託了 胡章 我需要你的力量 在這場幾乎能決定人類未來的遊戲中 所有的玩家都被稱為勇者 更是由著遊戲點數的存在 來為這場廝殺增加砝碼 死滅回游規則如下 1.勇者必須宣誓 在術士覺醒後的19日內 前往任意結界參加死滅回游 2.如果違反規則1 勇者的術士將被直接剝奪 3.非勇者在侵入結界的同時 將會獲得勇者身份 並且視為以宣誓參加死滅回游 4.勇者可以通過終結 其他勇者的生命來獲得遊戲點數 5.遊戲點數是指GM 為每名勇者設定的生命價值 原則上 術士是5點 非術士是1點 6.勇者可以花費 除了自身點數以外的100點遊戲點數 獲得與GM角色的權利 來為死滅回游追加一條規則 7.GM必須認同規則的追加 除非該項規則會嚴重影響 死滅回游的長期運營 8.勇者的點數在19日內沒有發生變動時 該勇者的術士將被直接剝奪 在這樣的規則下 所有的術士註定將會不斷廝殺 直到眷所期待的那個咒術盛世來臨為止 虎仗雖然還是無法原諒自己 但此刻的他決定為了同伴再次出戰 在出發前 他把素挪對付黑有所企圖的情況告訴了一股 同時也說明了自己在色骨會被奪取肉體 是因為一次性被迫吞下10根手指導致的 而他現在體內已經有15根手指了 即便把剩下的5根一次性吞下 大概率也不會再出現失控的情況 但他對此仍有些擔心 於是對一股提出了一個殘忍的請求 如果我再次被素挪取代 請務必毫不猶豫的殺了我 在得到肯定的答覆以後 浮黑也開始說起了接下來的行動計劃 他們首先要回到高專結界之內 與天原大人見面 從幾乎全知全能的天原那裡 得到一本將的解封方法 並且了解到眷所的真正目的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咒術風暴中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 或許足以改變人類的未來 在來到這裡之前 浮黑已經見過游擊 上述計劃便是他的建議 而並不想和高層扯上關係的他 更是在離開色谷之後 便悄悄潛伏進高專之內 在確定了接下來的計劃之後 他們就遇到了第一個問題 怎麼找到天原大人藏身的結界 在不斷變化位置的一千多扇門中 只有一扇能夠通往天原所在的紅心宮內 而他們此時並沒有任何方法 可以找出那個正確的路徑 或許是因為即將回到高專 虎杖腦中再次浮現出 讓他無比痛苦的記憶 對不起 浮黑 有個問題我還是忍不住想問 丁其他 怎麼樣了 看著浮黑有些黯然的神情 虎杖已經知道了答案 更是再次捏緊了自己的拳頭 是嗎 我明白了 我 明白了 那個節節的位置 我有辦法 剛剛營造起來的悲傷氛圍 被突然出現的帳相瞬間打破 幾人也被他所說的辦法所吸引 而他口中的方法 竟然和當時真人偷出手指又幾分相似 有了行動計劃的幾人 來到高專內的一處密室 和遊記會合 意外的是 密室中還有另一道人影 正是在澀谷被漏虎所傷的珍稀 突然出現的珍稀讓你一股十分欣喜 沒有什麼比看到自己曾經並肩作戰的夥伴安然無恙 更讓人高興的了 遺憾的是 他臉上的燒傷痕跡 即便使用反轉舒適也無法復原 但在那樣的高溫下 幾乎沒有就力的他 僅僅憑藉天羽咒夫的強橫肉體 卻能活下性命 已經十分幸運 寒暄過後 幾人終於進入正題 帳相先前所說的方法 便是因為在偷往紅星空的途中 還有高專用來保管咒劇和咒物的祭庫 而祭庫中 有帳相剩餘六個弟弟的殘骸 憑藉血超出對於血脈的感應 便能夠在無數的道路中 找到唯一正確的那一條 在這個時候 終於有人對突然出現的帳相 提出了心中的疑問 那個暫且不提 這個人是誰啊 暫時就先把他當成是我的哥哥吧 虎將那句輕描淡寫的哥哥 聽在帳相耳中如同一道雷鳴 等這句哥哥等了許久的他 在眾人都要離開時仍激動的不能自已 在帳相的幫助下 幾人來到一扇門前 看著門後盤根錯節的樹木 他們知道來對地方了 幫他們尋路成功的帳相 也憑藉血脈的聯繫 感受到了弟弟們的亡海 但他知道此時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只隔著庫門留下一句 我稍後再來接你們 便和虎將一同前往紅星空 乘坐電梯來到下方的廣場 武將注意到了地面干涸的血跡 那麼無法磨滅的青紅 也喚起了游擊11年前的記憶 現在想來 那或許便是這一切惑事的開端 在他們通過長長的擁道之後 眼前卻沒有出現預期中的正殿 而是白茫茫的一片虛無 在眾人對這個什麼都沒有的正殿有些迷茫時 只有游擊清楚 這是天原大人在拒絕和他們見面 更準確地說 他拒絕的或許只是游擊一人 就在眾人打算放棄返回時 一道聲音卻突然在背後響起 這就要走了嗎 初次見面 殘怨甲子嗣 道真甲血脈 驟臺九項圖 以及 宿諾的容器 在所有人都被天原的真身所震驚時 只有游擊在為自己被漏掉而不滿 跟我怎麼就不打招呼了 天人 你我又不是第一次見面了 就是九游擊 為何要封閉紅心宮呢 因為我之前在低房 你和眷所有所勾結 畢竟就算是我 也看不透人心 眷所 到了這個時候 眾人他終於知道 那個曾經的家冒線輪 後來又佔據了下游結肉體的術室 便是天原口中的眷所 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武章也終於忍不住 問出了他一直想問的問題 天原大人 你為什麼會長成這個樣子啊 意外的是 天原並沒有因為 這個十分無理的問題而生氣 反而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天原老化的另一個原因 便是十一年前的那戲人禍 因為新疆體被殺兒童話失敗的他 開始快速老化 並且作為個體的自我 也直接消失 最終和這個世界融為了一體 始終心事金美季安危的伏黑 忍不住打斷了他們的對話 直接切入正題 他迫切的想知道眷所的目的 和玉門疆的解放方法 意外的是 天原卻提出了一個條件 他需要遺骨 游姬 帳相之中的兩人 留在這裡擔任他的護衛 看著眾人疑惑的神情 和游姬一針劍血的吐槽 天原主動說起了眷所的目的 和眾人了解的一樣 眷所的最終目的 就是讓全國人類都進化為疏失 而他當時沒有利用天原的結界 發動無微轉變 將所有人都變成疏失 只不過是因為他的咒力不夠罷了 在這條路行不通之後 他選擇的進化手段便是 促成人類與天原的同化 11年前的天原 還無法達成這一條件 進化後的他 已經完全和世界融為一體 不僅可以和任意人類同化 更是可以讓 同化後的人類 直接超越術師的範疇 成為超越人類極限的全新存在 而這樣的新人類一旦出現 目前東京的慘劇 也將在全世界上演 天原唯一看不透的 是鑽索促成進化背後的目的 但他卻無力阻止這一切 因為完成進化的天原 比起人類來說更加貼近咒靈 換句話說 他能夠成為咒靈超出的術士對象 也正是因為如此 天原才選擇把紅星宮直接封閉 並且提出了讓兩人互衛的請求 原本天原 新疆體 六眼 這三個因素有著特殊的因果循環 無論劍所嘗試如何殺死 六眼和新疆體 這兩個要素還是會在同化的當日出現 在11年前 這條因果鎖鏈被突然打破 只因天羽暴君 撫黑聖兒的出現 沒有絲毫咒力的他 擺脫了一切因果循環 粉碎了他們之間的羈絆 同時還出現了極為少見的 擁有咒靈超出的少年 在六年前 卷所獲得玉門將之後 一切基本已成定局 因為世界上絕對不會同時出現兩名六眼 而卷所發動的死面回遊 只不過是同化前的預言 如果現在就讓人類和天原直接同化 很大概率會出現慘次品 死面回遊 便是他通過勇者的咒力連結 將整個國家的人類 逐步送往彼岸的重要儀式 卷所為了發動這樣龐大的儀式 也背負了相當程度的束縛 其中一條就是 卷所不能成為死面回遊的管理員 但這也並非什麼好消息 這意味著 他們即便殺了卷所 死面回遊也不會因此停止 在這樣的條件下 他們想要解救已經成為勇者的精美機 就只剩下一個方法 利用100點遊戲點數追加 讓勇者安全退出的規則 說完了卷所的故事 天原不再透露更多信息 只是需要遊記集員 先決定由誰留下作為護衛 沒等一股開口 帳相和遊記主動要求留下 和卷所有著血仇的帳相 一直在等著熟認他的機會 而遊記則是不想放過 這個和天原交流的機會 在幾人決定好之後 天原道謝的同時 右手深入虛空 取出了一個 和玉門將有幾分相似的物品 玉門將 李 這個物品便是玉門將的後門 遺憾的是後門的開門權限 同樣在玉門將的持有者 卷所身上 而想要敲開後門的話 則需要能夠解除一切術士的天力矛 或者是能讓術士效果 紊亂抵消的黑神 更加遺憾的是 天力矛早在11年前就被五條物封印 甚至可能已經被毀滅 而黑神也在去年被他徹底銷毀 專門為此前往非洲的遺骨 也沒有找到任何黑神殘存的信息 但想要解封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參加死滅回憂的勇者之中 有一名自稱天使的千年前術士 他的術士便是可以消滅一切術士 上一話中 五張幾人進入結界 終於見到了天原大人 也得知了目前唯一能夠解救五條物的方法 找到代號天使的千年前術士 利用他的術士打開玉門獎禮 但因為死滅回憂結界的存在 天原也只能感知到 天使位於東京東側的結界之內 除此之外無法提供更多情報 幾人也藉此機會 開始成立當前所掌握的情報 死滅回憂在全國範圍內 共布下了十出結界 而與他們相連的 是另一個將人類送至彼岸的結界 隨著死滅回憂的進行 這個結界將會略過整個日本 並為全國人類都施加詛咒 完成童話前的所有準備 有趣的是 整個結界唯獨沒有把北海道包括在內 因為北海道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臨場 已經具備童話所需的一切條件 而這個針對全日本的可怕儀式 在天原的推算中 很可能會在兩個月內就結束 在對結界有了基本了解之後 解恩開始逐條查看死滅回憂的規則 根據規則一中提到的 勇者必須在覺醒後19日內參加回憂 結合今美季覺醒的時間可以算出 他們還有10天又15小時的緩衝時間 緊接著的規則二 便是對沒有執行規則一的懲罰 沒有參加死滅回憂的勇者 將會被直接剝奪的術士 在看到規則的第一時間 小子就對這一條款進行過分析 根據這一條款 對後加入的術士也同樣生效 可以推測出所謂的剝奪 並不是利用類似無微轉變的方式進行的 而是強行對大腦進行改動 來達到剝奪術士的目的 而對大腦的粗暴改動 對人類來說也意味著死亡 小子的猜想在此時也得到了天遠的確認 這條規則幾乎可以等同於 拒絕參加的勇者將會被直接處死 也許只有珍稀和虎杖這樣 沒有術士加深的特殊存在 才有可能在規則之下幸免 規則三則開始涉及到結界 非勇者進入結界 視為自願參加死滅回憂 這一規則看起來對結界內的普通人 十分不公平 但根據天遠的分析 結界中的人類至少會有一次離開的機會 因為基本規則中沒有任何一條 涉及到進出結界 這樣設計的目的 很可能是希望藉此 讓死滅回憂更加活躍 畢竟想要真正困住勇者 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 勇者必須是自願進入結界的 規則四合五都與遊戲點數有關 簡單來說 只要殺死勇者就能獲得遊戲點數 殺死非術士獲得一點 對方如果是術士的話則獲得5點 值得一提的是 這條規則中開始出現了遊戲管理員的角色 所謂的管理員 便是附著在每個勇者身上的士神 黃金蟲 嚴格來說 黃金蟲更類似於 管理者用來和玩家進行交互的窗口 真正的管理者應該是死滅回憂系統本身 規則六開始提到遊戲點數的作用 只要花費100點遊戲點數 就可以和管理員交涉增加一條規則 值得注意的是 死滅回憂的基礎規則中 並沒有提到任何的退出機制 浮黑想要解救金美技的話 只能通過追加相關的規則來達成 但緊接著的規則七 看起來就不是那麼友好了 管理者必須接受規則的追加 除非影響到死滅回憂的長期運營 但是否影響死滅回憂運營的標準 並沒有明確寫出 只能由管理員自行判斷 這一規則的存在 讓幾人都有些擔心判斷規則會有失偏頗 天緣卻認為這樣的情況不會出現 因為死滅回憂已經把如此嚴苛的規則強加給勇者了 如果在後續追加時仍就傾向眷屬一方的話 從咒術的角度來說 很可能會導致這個系統無法運轉 最後一條規則更像是防掛機機制 19日內解除沒有發生變動 將被剝奪術士 結合規則2的分析 這條規則基本等同於 如果19日內沒有殺死其他勇者 並會因術士的剝奪直接身亡 很顯然 這是為了逼迫勇者互相刺殺而制定的條款 當虎章想到即將發生的殺戮 情緒再次變得低落時 伏黑卻似乎已經有了規避的辦法 眾人手中的情報都整理完畢 接下來就是確定各自的分工 首先是主動請贏的遊記和帳相 留在姐姐之內守衛天原大人 珍惜則打算先回殘願家回修咒劇 這是因為在五條屋被封印後不久 高專記庫內的咒劇就被加冒甲和殘願家洗劫一空 幸好伏黑已經成為了殘願家家族 否則取回咒劇還會遇到不小的麻煩 但在回到殘願家之前 珍惜還是需要從祖屋柔造的工坊中 先借用部分咒劇 這一請求也得到了天原的同意 緊接著是咒励最強的遺固 身為特輯術士的她 打算直接進入姐姐參加死滅回遊 這樣可以在伏黑幾人進入之前 盡可能多的蒐集情報 聽聞遺固打算獨自行動的虎章 又開始擔心起自己一旦失控 伏黑會有生命危險 伏黑卻捶了他一拳毫不在意的說著 真那樣的話 我死後你在殺了他不就好了 讓原本就最擔心這個長性的虎章 差點別出內傷 在這個小插曲過後 虎章和伏黑也獲得了自己的任務 卻尋找目前處於停學狀態的 三年級學生趁金次 邀請他一同參與死滅回遊 虎章對這個從未聽說過的學長十分好奇 卻只得到了他狀態很不穩定 以及狀態好的時候比遺固還強 這兩個十分特別的評價 完成分工的眾人開始向著結界外走去 虎章臨走前向帳上說的那句謝謝你 更是讓他感動得眼面哭泣 在幾人開始行動的同時 儀式的力量正在悄悄侵蝕這個國家 在一個脫口秀劇場內 觀眾嚴肅的表情和不時出現的哈欠 無疑是對台上演員最大的傷害 好不容易撐到羨慕的高雨 似乎已經知道後台等待著他的 是一場更加猛烈的狂風暴雨 因為始終在講不好笑的段子 而對他忍無可忍的劇場老闆 在發洩完情緒以後 更是直接給出了改行的建議 畢竟他已經35歲了 就連大器完成這個詞語 對他來說都可能晚了一些 意外的是同一辦公室的劍哥 卻有著不一樣的看法 其實我並不討厭你講的段子 只不過你和他都搞錯了 就算段子說的不怎麼樣 該紅的傢伙還是會紅的 是指那種只會紅一陣子的嗎 不是 能一直紅下去的有兩種人 一種是能夠一直把段子說得很有趣的人 還有一種是能一直誤認為 自己講得很有趣的人 你又是哪一種呢 建哥簡單的言語卻讓高雨陷入了深思 或許自己會是後者呢 高雨思考的同時 咒力也才逐漸覺醒 這看似平常的一幕 卻在全國各地不斷上演 這一次我們需要把時間 先拉回到幾年之前 那是葉兒正道 剛剛創造出熊貓的時候 他還未來得及感受新生的喜悅 就被束縛於生牢之內 更是隨時都要接受 已經重複了無數次的問詢 葉兒 那東西究竟是何物 其他咒術也可以讓咒海獨立行動 但必須消耗舒適婦語的咒力作為動力 而那個東西 卻可以自己補充咒力 現在 上層正打算把你認定為特級書師 並且正式下令 對你進行無前期的拘禁 因為如果你是有意創造出那個東西的話 那麼打造一支軍隊 對你來說簡直一如反掌 回答我 葉兒 你是真的不知道那個東西的製作方法嗎 重複了無數次的問詢 換來的依然是冷漠的態度 和從未改變過的答案 時間回到澀谷事變之後 被高層以教唆學生引發澀谷事變定罪的葉兒 正一臉凝重地坐於斷幕之上 他身邊坐著的 便是同樣能夠自主行動的咒海 小五 聽到大家看你無精打采的都很擔心呢 是嗎 於是我就告訴他們 既然他精神不振 那就去鼓勵他 讓他打起精神就行了 這樣啊 我很天才吧 小五的天才換來了葉兒溫暖的大手 似乎終於下定決心的葉兒 也開始說起了道別的言語 小五 很抱歉 我要離開一段時間 暫時沒法回來了 也幫我轉告大家吧 又要出差嗎 嗯 這次要去很久很久 放心吧 這片森林有天原大人在守護 你的母親也會再來看你的 所以即便我不在了 也不會有事的 葉兒還是沒有捨得不告而別 他來到一個小木屋前 緩緩打開無比熟悉的木門 木屋內滿是形態各異的咒海 在和他說著 你不在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你的 隨時乘坐 被日下部的斬機一分為二 自色骨一戰後 便被無故關押的熊貓 終於再次恢復了自由 面對熊貓的疑問 日下部揭曉了一切的真相 高層抓捕熊貓 只不過是為了把他當作誘餌 他們的真正目的是 創造了熊貓的葉兒 而一直十分害怕麻煩的日下部 會選擇冒險營救 只是為了報答多年前的那份恩情 那是一個充滿陽光的午後 日下部身旁是他最疼愛的妹妹 但妹妹的臉上卻沒有半點生機 失去獨自的悲痛 讓他每天活得如同一具形獅走肉 而這也是日下部帶他來找葉兒的目的 他希望讓自己的妹妹再見一次小五 哪怕他現在只是一句皺骸 正道 那個人就是我的媽媽吧 對 你真厲害啊 這都看出來了 嘿嘿 我剛剛看到的第一眼 就在想會不會是他 我很天才吧 小五那副得意的模樣 和妹妹記憶中 那個驕傲的男孩如出一折 這熟悉的櫻木狠狠地撞上他的心房 原本一片死機的雙眼 也終於再一次有了神采 他久坐於輪椅上的身序 更是控制不住地向前撲去 不顧一切地抱住他日思夜想的小五 看著這感人的一幕 葉兒心中竟有些愧疚 抱歉日下部 我明白 還不能讓自立行咒孩公主於世 不能讓他和我妹妹生活在一起 對不起 為什麼要向我道歉 該我感謝你才對 真的 非常感謝 但是下部的營救還是晚了一些 葉兒再次出現在高專之內 而面前的路燈之上 也早有數是等候再次 面對術師的問群 葉兒甩掉自己的外套 擺出了戰鬥姿態 口中那句 去看我的兒子 更是代表著他刺客的堅定 上方的術師 接下來的言語 再次暴露了高層的真實目的 讓我來教教你 現在唯一能免死的辦法吧 那就是 把自立行咒孩的製造方法 立刻 再次公開 重複了無數次的問題 在這個鐵寫了十幾年的男人面前 注定不會得到新的答案 而他們能夠如此肆無忌憚 正是因為此刻出現的強大戰力 京都校校長 樂岩寺 經過一番死鬥 葉兒帶著兩道幾乎貫穿身體的血痕 倒在一旁的石壁之上 與之交手的樂岩寺也贏得並不容易 陪伴了他多年的電擊塔 更是在這一戰中直接斷成良節 看著葉兒倒地想要靠近的術師 也被樂岩寺直接喝退 兩個相識多年的老友在這個特別的境況下 開始了最後一次對話 和以往不同的是 不等樂岩寺開口 葉兒竟主動說起了 曾經他無論如何都沒有得到的答案 從肉體到靈魂 把所有信息都複製下來 再把信息輸入咒孩的核心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 要把三個象星較好的靈魂技術的核心 放入同一個咒孩中 讓靈魂彼此之間時常互相觀測 這樣靈魂才能安定下來 並且開始萌生自我 差不多降生三個月以後 就可以開始自己補充咒力了 為什麼事到如今你才講出來 為什麼你不肯早一點開口 早點說出來你本可以活命的 為什麼你不肯啊 這是詛咒啊 樂岩寺校長 是我對你的詛咒 說完最後的言語 葉兒染滿鮮血的去體 也再沒有了任何聲息 剛剛被解救的熊貓 終於趕到 但他還是晚了一步 只能看著父親的去體 無力的咆哮 看著即將暴走的熊貓 樂岩寺馬上擺出戰鬥姿態 讓他意外的是 熊貓龐大的身軀 直接從他身旁掠過 靜止走向葉兒的軀體 為何不開戰 難道你不恨老夫嗎 別把我和人類一概而論 熊貓是不受那種觀念說服的 況且你和正道的關係並不差 應該是被上級命令才這麼做的吧 在我看來 你就像是掉在地上的匕首 你確實是行兇的兇器 但不是我應該憎恨的對象 不過有件事你要記住 熊貓也是會哭的 熊貓撕心裂肺的愛好 回盪在高樽上空 雖然他從未喊過葉兒醫生父親 但那個給了他生命 又給了他全部父愛的男人 在他心中 早已比這個稱呼重要太多太多 進入產業家回修救據的珍惜 一進門就遇到了 自己最不想見到的殘怨之災 更是一見面就開始被他 拿著自己臉上的傷疤來進行消遣 或許是為了發現家族之位被搶的怒意 只在毫不避諱的提起 他將珍惜踩在腳下的往事 身上有著重要任務的珍惜 選擇無視這個男人的挑釁 竟止來到埋在弟弟的季庫 沒想到這一次阻攔他的 卻是自己的母親 因為一直以來 他們母女都是不被允許進入季庫的 當珍惜甩著鑰匙告訴他 這是現任家主撫黑會的命令時 這個被他稱作母親的女人 也開始變得歇斯底利 更是在咆哮之後 有些低落地說著 哪怕一次也好 就不能讓我慶幸自己生下了你嗎 面對母親的阻攔 珍惜同樣選擇了無視 當他將鑰匙插入大開空門時 他終於理解了 母親剛剛的歇斯底利 因為眼前是一副讓他心神俱正的場景 空無一物的庫房中 只有自己的父親坐在其中 而父親身後 是已經倒在血魄中的真意 這一切還要從旨在被帳相擊敗後說起 回到家中之後 原本被他示威競爭對手的殘怨聖儀 居然主動找來 告知自己和殘怨閃 願意為他爭奪家主提供支持 他們突然倒戈的真實原因 是不希望看到殘怨家的全部家產 都落入一個外人手中 兩者相害曲奇青 雖然只在十分討人厭 但現在看來 他確實是成為家主的最佳人選 因為輔輝會和五條家以及家帽家的聯繫 讓他們不敢貿然動手 在仔細閱讀了高層下發的通告之後 他們終於發現了可乘之機 將輔黑慧 珍希 真一 任令為企圖解封五條物的魔反者 予以誅殺 頭腦清醒的直哉 提出了他最大的疑問 要殺死自己的女兒 殘怨善會同意嗎 真一的回答很快打消了他的疑慮 因為這個計劃 就是殘怨善自己提出來的 此時終於等到了珍希的殘怨善 也開始準備發動他的術士 秘傳落花之情 原本落花之情是用於應對領域的技法 發動之後將會對一切觸碰到的物體進行反擊 殘怨善在拔刀之時發動這一秘技 正是為了防備珍希手中的咒劇 畢竟未知的效果 很可能會成為影響戰局的不利因素 珍希也在此時獻出手中咒劇 這是祖屋柔造的結束龍骨 他能夠儲存導演所承受的衝擊與咒力 再按照使用者的意圖 從盜背上噴湧而出 十分清楚父親實力的他 早已準備好了作戰計劃 他唯一的優勢就是父親並不知道龍骨的效果 他打算假裝和父親進行聚合較量 在第二第三季時一盞定勝負 在雙方即將拔刀之時 身為父親的殘緣善 卻問了一個有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我沒有成為家主嗎 因為你是個會對自己女兒嚇死我的畜生 父親握上刀柄的同時 珍希也瞬間反手握持 一氣生龍成功擋下父親的拔刀 眼看父親的第二盞即將來到 珍希改為雙手重握 剛剛一機儲存的周力也從刀背噴湧而出 刀影交錯之下 竟把父親手中的利刃攔咬斷 在父親尚未反應過來之時 珍希的第三盞也已來到 當他觸碰到父親的刹那 落花之行的效果同時發動 瞬間爆發的距離 讓他的五臟六腑都擰成了一團 父親也再次調整好姿勢 手持斷刃 重重屁下 珍希下意識抬起手中的龍骨抵擋 父親手中的刀刃 卻深深穿過他半截軀體 看著尚未落地的半截刀刃 和父親手中用皺力凝結的刀神 珍希知道自己再沒有半點勝算 父親也在此時說起了 那個莫名問題的答案 珍希之所以落敗 是因為他忘記了 父親不只是一個劍士 還是一個強大的術師 而此時這個強大的父親 正拖著自己嚴嚴一息的兩個女兒 向著門外走去 即便他們都已經鮮血淋漓 他對於女兒的厭惡也沒有減弱半分 因為在他的整個術師生涯中 無論術師還是皺力 他自認都不遜色與大哥直批人 唯有一件事情他不如大哥 那就是子女的能力 沒有當上家族的遺憾 讓他越發扭曲 珍希和真意被他拖入一個房間 殘忍地推下長長的樓梯 而這卻只是噩夢的開始 這個用於訓練和懲戒的房間 飼養著無數二席以下的皺靈 黑暗中一雙雙嗜血的眼眸 在發現兩人沒有抵抗之力後 就會出來將他們撕咬粉碎吞噬殆盡 父親臨走前 不忘再次對珍希僅有的肉體力量進行嘲諷 在他眼中 天宇宙父帶來的強橫肉體 是任何一個術師通過就力鍛鍊都能得到的 更是留下一句 容別了我人生的污點 變頭也不回的直接離開 把自己的兩個女兒 留給黑暗中的無數就靈 尚有意識的真意 感受著珍希心臟的跳動 眼中閃過一絲絕絕 她知道這是他們無法逃離的宿命 隨著珍希吻向自己的姐姐 珍希也在一片海灘上醒來 一旁的珍希卻自顧自的說著 製作完這個之後我就會死 你一個人要好好加油 更是無視珍希的呼喊 靜止向著海莊不斷走去 在珍希的哀求下 珍希終於回頭 卻告訴了她一個更加殘忍的事實 珍希很早就明白了 為什麼雙胞胎對咒術師來說是一個胸兆 因為銅卵雙胞胎 在咒術的範疇裡會被認定為同一個人 珍希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變強 正是因為珍憶根本就不想變強 只要珍憶還存在一天 珍希就永遠都只能保持現在的水平 所以這一次她選擇有自己帶走一切 包括姐姐不需要的咒衣 只留下她手中為姐姐做的最後的咒劇 珍希跑著抓向海中的珍憶 她伸出的手卻直接穿過了珍憶的手掌 她的妹妹也在笑聲中離開 只留下她手中的那把脈碎 和她笑著說出的那個請求 把一切都摧毀吧 記得是一切哦 姐姐 隨著妹妹漸行漸遠 珍希也從那個夢境中緩緩醒來 她手中握著的脈碎 也變成了一把射人長刀 她不斷呼喊著珍憶的名字 但眼前的妹妹卻永遠都無法回應了 一直在旁虎視眈眈的咒林 也隨著珍憶皺力的消失 開始慢慢走向她們眼中的食物 就在這個時候 剛剛走出門外不久的殘緣山 卻突然感受到房間內爆發出一股無比強悍的氣息 房間內的咒林更是隨著那個強橫存在的出現 全部消失殆盡 看著煙尘中緩緩出現的身影 殘緣山的身體記起了她曾經努力想要忘記的恐懼 此時手握長刀的珍希 給她的感覺和當年的聖兒無出一辭 來自靈魂深處的戰力 望殘緣山全身的咒力瞬間爆發 她的俗世也在同時解放 左骨烈烈很快將她的身體全部包圍 她要用自己的焦眉之灸 把眼前的廢物燒成灰燼 來呀 你這個廢物 點緊一刀 殘緣山的天嶺蓋就與她的頭骨分離 她再也沒有機會對自己的女兒說出那句廢物了 正是經過父親屍體時口中的言語 也意味著殘緣家的噩夢即將開始 正一 我們開始吧 隨著父親的頭顱被珍惜一刀切下 許久未聞的警鐘也在殘緣家不斷回答 聽到這個消息的執災和聲音皆是一點難以置信的神色 但他們依然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只認為是殘緣山熟睡時被珍惜偷襲得手罷了 作為丙下屬組織的區聚流隊 也在警報響起的同時開始了行動 身為隊長的殘緣信朗 更是自信的下達了活桌的命令 好讓她親手了結這個暴徒 為自己的攻擊再添一筆 值得一提的是 珍惜在沒有加入高專之前也隸屬於區聚流隊 每一個沒有出世的殘緣家男子都必須加入這支隊伍 並且日夜修煉武技成為守護殘緣家的一股重要力量 隊員們很快發現了珍惜的蹤跡 在看到她手中兩把不知效果的咒劇之後 他們選擇第一時間將其包圍 企圖與人海戰術拿下珍惜 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敵人 珍惜腦中卻開始不斷閃過 曾經那些讓她憤怒和難過的瞬間 有笑容玩味的職在帶著比翼問她 今後打算怎麼辦呢? 有面含怒意的珍惜向她大吼 為什麼你就不肯陪我一起落魄呢? 但這一切都不重要了 她知道他們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選擇 那是她和珍惜最後的約定 把一切全部摧毀 終於按捺不住的隊員們 也在此時發起了進攻 為首的隊員在來到珍惜面前的同時 卻發現自己的雙手已經開始自由落體 她的身體更是成為珍惜的踏板 讓另一隊員的頭顱瞬間一分為二 作為先頭部隊的她 更是沒有逃過身手益處的命運 已經開動的殺戮機器 可不會因此就停止收割 珍惜身體懸動的同時 長刀已經貫穿一人胸膛 龍骨更是帶著噴湧的咒力 將另一頭顱直接烘碎 除了手中利刃 她冠絕當時的強悍肉體 也同樣是殺人利器 對手的頭顱在她的飛踢之下 扭出了一個詭異的角度 而她緊隨其後的一刀 更是讓這顆扭曲的頭顱 失去了任何幸存的可能 那對身後即將落下的刀刃 珍惜直接仰面迎擊 單手撐地的同時 手中利刃也穿過了對手大半身軀 在這台殺戮機器的收割下 剛剛把她圍得密不透風的隊員們 全部都成了地上的殘肢碎塊 前不久還無比自信的隊長 也終於出現在門口 但她的臉上卻沒有半點驚慌 因為另一側準備許久的術士 即將釋放 一雙岩石大手瞬間衝破地面 更是將逃往空中的珍惜籠罩在內 重重拍下 突然出現的岩石大手 正是有隸屬於丙的長壽狼釋放 而作為殘怨家核心戰力的丙 是由包括殘怨聖意在內的 全部準一級術士組成的集團 空中的岩石瞬間爆裂 形同鬼滅的珍惜也同時閃現 在隊長還在思考 為什麼珍惜被術士正面擊中 還能行動時 她的雙手也同時刺出 緊一瞬就將兩人搏鏡直接擊穿 就在這個時候 珍惜背後卻憑空出現一雙眼眸 她的身體也隨之變得僵硬 這正是同屬於丙的藍太 在用自己的術士限制珍惜的行動 在聖意還未接近珍惜時 藍太就已經感受到 術士傳來的距離 僅僅片刻珍惜背後的巨大眼眸 就在她的掙扎之下支離破碎 身為術士發動者的藍太 也因此遭受反噬 眼眶中不斷有鮮血流出 但她卻沒有選擇放棄 大喊著讓聖意繼續攻擊 因為她永遠都不會忘記 殘怨家之所以會落到今天這部田地 都是因為當年聖兒的心血來潮 而現在他們眼前的珍惜 跟當年的聖兒幾乎一模一樣 靠著藍太爭取來的時間 聖意成功發動了自己的術士 火鞋漫天拳影落下 將真意所在的區域全面覆蓋 待煙淺散去時 眼前的區域只剩下無數深坑 和一個緩緩走來的人影 以為成功阻止了殘怨家覆滅的藍太 帶著笑容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她所不知道的是 自煙淺中走出的人影 正提著聖意的頭顱 已經將殘怨家吐露大半的珍惜 終於迎來了她此戰最大的對手 殘怨執哉 執哉看著面前的珍惜 很難不聯想到 那個將咒術界繳得天翻地覆的暴君 她對聖兒的記憶還要從二十說起 自小她就在一生生天才的環繞心中長大 更是不斷有人告訴她 你一定會接替你父親成為下任家主 有一天她聽說了殘怨家有個吊車位 明明是個大男人 卻沒有一丁點咒力 她心裡想著 這樣的人得有多落魄啊 她又會帶著怎樣淒慘的表情呢 這樣的想法在她見到聖兒的瞬間蕩然無存 那是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 來自暴君的恐怖威壓 僅僅是一個照面 聖兒的眼神就讓她難以忘懷 她的雙眸沒有任何的神采 有的只是對這個世界的厭惡和藐視 那個時候的她就已經知道 這是只有當代最強者才擁有的眼神 紫在和珍惜之間的戰鬥很快開始 紫在憑藉自己引以為傲的急速 讓攻擊形成一張大網 將珍惜困於其中 而不斷防守的珍惜 卻在接招的同時 心中不斷默默計數 紫在抓住一個空隙 手掌按上珍惜的手臂 頭一與重法瞬間發動 緊隨其後的一擊飛踢 將珍惜的躯體直接轟出上百米遠 在珍惜尚未落地之時 紫在身形轉換 再度躍入空中 一氣大腳抽射 將珍惜的躯體重重地轟入十臂之內 此刻珍惜的強悍肉體 讓紫在心中的怒意更多疾分 她沒有辦法接受自己一直視為廢物的存在 居然有一天可以接近暴君的高度 在她心中 那是只有五條物 可以與之筆尖的當勢最強者 眼前這個廢物 無論氣息與聖兒有多麼相似 在她眼中 依然只是一個冒牌貨 珍惜靠著驚人的肉體力量 一躍直接脫離石壁 紫在的身影也在同時感到 抓起珍惜的左隊 重重淪響一旁的石堆之中 珍惜剛剛衝破石堆折返 就迎來了紫在早已準備好的A擊 終於緩下聲型的她 也感到有些不妙 即便已經擁有了不遜色於聖兒的肉體 但在和父親一戰中失血過多的她 如果不快速結束戰鬥的話 很可能會迎來死亡 巧的是一直沒有拿下戰鬥的職哉 為了防止出現和降下一戰中的失誤 也打算用自己的最高速度 一極定勝負 面對高速移動的對手 珍惜展開自己的雙臂 打算給職哉一個死亡擁抱 令人意外的是 職哉卻保持著極高的速度 和她擦線而過 但她並非完全沒有作為 錯身的刹那紫哉的手掌觸碰到了珍惜的身體 她最正常的投射咒法也同時發動 被投射咒法攻擊的目標 必須同樣以1.24秒為單位做出動作 如果失敗就會被定格一秒 紫哉正是打算利用珍惜無法行動的這一秒 憑偵自己超越音速的攻擊 直接終結她的性命 在紫哉即將觸碰到珍惜的刹那 一技鐵拳卻突然出現在她的面前 她的舒適居然被看破了 珍惜剛剛戰鬥中的莫屬 就是在觀測她的舒適 到了此時 戰局已經沒有任何懸念 珍惜等待了許久的一拳 帶著她所受的所有屈辱 帶著和珍惜的最後約定 將紫哉的頭顱 種種轟入地面 紫哉口中那句還未說完的冒牌貨 也隨著珍惜的重機 一同淹沒在她的血水和亂石之中 珍惜回首時那句 不好意思麻煩你再說一遍 更是為這場復仇 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完成了所有戰鬥的珍惜 卻來到了殘韻家的後出 因為她還有一個問題 要問她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個親人 母親在祭庫的時候 為什麼讓我回去 驚恐無比的母親 給不出任何答案 只是恐懼地看著面前有些陌生的女兒 不斷大喊著你不要過來 睡夜飛鑒的同時 母親的呼喊聲也戛然而止 整個產院甲再次回歸寂靜 一片死忌中 卻突然出現了一道出眾的喘息 聲音的主人 更是很快撞破門扉 回到了她的房間 僥倖存活的執哉 還在一臉猙獰的咒馬著 讓她如此難看的珍惜 卻聽到一個腳步聲 正緩緩靠近 當珍惜的母親 提著刀出現在她身後時 她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 心中更是驚懼交假 因為她發現 自己完全凝聚不出任何就力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 這個同樣被她視為廢物的女人 用一把最為普通的菜刀 縱結了自己的生命 將立刃刺入植在體內後 珍惜的母親也用盡了最後一次力氣 將頭移在刀柄之上 迎接即將到來的死亡 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這個一生都在殘怨家的束縛下 麻木腐爛的女人 終於打破了自己身上的枷鎖 完成了一生中唯一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反抗 這個時候她也終於記起 自己曾經很開心 生下的珍惜和真意 完成了一切的珍惜 抱著真意的遺體向外走去 向著殘怨家趕來的細工 正好見到了這悲傷的一幕 眼中的淚水也瞬間絕地 珍惜將手中的遺體放下 說了一句 真意就拜託你了 便要直接離開 細工問起她今後的打算 珍惜沒有言語 但她此刻的眼神 和當年的生兒如出一轍 更加令人膽寒的是 並未出現在殘怨家的6名 丙和21名區聚流隊 也在同一天全部被殺身亡 在那之後 五條家和家冒家 向總監部提議 將殘怨家除名 總監部選擇暫時保留該體議 自此 遇三家之一的殘怨家 徹底名存失亡 與此同時 虎杖和福黑也開始了行動 他們需要找到被停學的三年級學長 乘金刺來成為他們的幫手 根據天遠提供的情報 乘金刺正在一個停車場裡 組織咒術師參與的黑拳比賽 並且開設賭局賺錢 在進入乘流據點之前 福黑要求虎杖 和他一起換下高鑽的制服 畢竟這個他們從未見過面的學長 可是因頂撞高層而處於停學狀態 如果被發現他們和高鑽有關聯的話 很可能會拒絕見面 甚至直接棄局逃跑 做好準備的虎杖兩人 開始向著停車場內走去 沒什麼意外的 被負責守衛的混混直接攔下 滾開小鬼 這裡可不是聚會的地方 我數一二三 你們就向後轉 敢用什麼其他動作 就別怪我動手 我們需要錢 讓我們在這裡打黑拳吧 混混選擇用自己的拳頭來回應浮黑 令他意外的是 面前的少年完全不躲不閃 他的拳頭也在拂黑面前生生停滯 規則一 拳賽的事情要絕對保密 告訴我你是從哪裡聽來的 然後我再決定要不要揍你 我不知道那個人的名字 因為我把他殺了 差不多在一個月之前吧 你們這裡應該有個喜歡 虛張聲勢的垃圾吧 拂黑隨口呼救的信息 卻讓另一個混混若有所思 因為一個月前真的有一個拳手失蹤了 在他致電老大之後 居然得到了准許他們參賽的消息 只不過老大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要求 參賽的人只能是虎杖 對方提出了這個要求 正中浮黑下懷 為了不引起懷疑 浮黑假意堅持 被對方以擬太狡猾為由拒絕後 才勉為其難的答應讓虎杖參賽 經過剛剛的短暫交流 他們推測 趁很有可能就在這棟建築中 兩人也很快完成了分工 虎杖進入內部參加全賽 在比賽的空隙中尋找蹭 浮黑則會同時潛入停車場 在暗處搜尋蹭的蹤跡 原本浮黑應該在外多等幾天 再選擇潛入會更加安全 但因為在路上耽擱了許多時間 現在距離金美記參加死滅回遊 僅剩下9天的時間 他不得不選擇在今晚就冒險潛入 和浮黑分別後 虎杖被混混領入一個房間 告知了全賽的基礎規則 不許逃避和禁止使用術士 這兩個規則都是為了觀眾制定的 因為觀眾大多都是非術師的關係 無論是術士較量 還是不斷閃出觀眾視線之外的追逐戰 對於觀眾來說都不是特別友好 於是就合了這兩條簡單粗暴的基礎規則 在和混混的交談中 虎杖更是得知了一個重要信息 比賽分為有劇本和沒有劇本兩種 而劇本自然是由老大蹭自己撰寫 只要他在今天的比賽表現出色 就有了參與劇本賽的資格 也就是說他有機會直接見到撐金刺 虎杖競爭的比賽即將開始 他也被混混引入比賽場地 將兩層停車場直接打通的設計 能夠讓觀眾在近在咫尺的生死對決中 感官得到最大的刺激與滿足 在虎杖見到自己的對手時 臉上的表情有些複雜 因為此刻站在他對面的 居然是同屬於高專的熊貓 在解說眼慷慨激昂的介紹胡杖和熊貓時 作為老大的稱金刺 正坐在監控屏幕前 有些無聊的看著場上的動態 對於一場還沒開始就知道結果的比賽 他很難提起興趣 因為熊貓已經是這裡的長勝將軍了 不知名的術師幾乎沒有獲勝的可能性 同樣來自於高專三年級的新奇羅羅 看著有些特別的刺激頭少年 覺得這場比賽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結局 比賽在兩人呼嘯的拳風中開始 同樣擅長打拳的兩人 在狹小的場地中你來我往 肉體和皺粒的碰撞 讓兩人的角手在觀眾的眼中激烈無比 他們也在角手的同時完成了情報交換 原來熊貓和熊原本就認識 但也因此熊貓來了一段時間 稱卻始終選擇避而不見 聽聞胡杖還沒暴露自己高專的身份 熊貓心中大喜 胡杖也在一瞬間明白了對方的想法 充滿爆炸性力量的一拳 讓熊貓龐大的躯體直接倒飛而出 在熊貓有些浮誇的哀嚎性中 胡杖成功獲得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這場特別的戰鬥 更是引得趁馬上命令現場的手下 把胡杖帶來見他 不只是因為胡杖作為新人意外取勝 還因為他在戰鬥中 為了吸引樓上的觀眾 特意讓動作充滿了立體感 如此優秀的演員讓趁靈感大發 他感覺自己幾乎能馬上為胡杖 寫出一個絕佳的劇本 雖然比賽現場的熱烈讓趁十分滿意 他依然沒有放鬆對服黑的警惕 不只主夫手下繼續戒備 甚至還打算派出身旁的齊羅羅前往支援 於此同時 離開了賽場的熊貓 也找到了仍在附近徘徊的服黑 並且和他分享了一個重要情報 自己其實早就知道趁的位置了 他幾乎一整天都待在屋頂的監控室裡 但當熊貓來到屋頂之後 卻無論如何都無法成功靠近 走也好 跑也罷 他和監控室的距離都沒有縮短哪怕一寸 這個虎無條物無下線術室很接近的效果 極有可能來自齊羅羅的術室 值得一提的是 一直陪在襯身邊的齊羅羅是難的 因為十分擔心不會撒謊的胡杖 會在和襯的交談中出現意外 伏黑和熊貓打算在胡杖進入監控室的那一刻 就對整個停車場展開速攻 並且壓制他所有的手下 給胡杖留出更多交談的時間 胡杖在齊羅羅的引導下 來到了位於頂樓的監控室 他進入房間的剎那 伏黑的身形也從陰影中浮現 瞬間束縛住敵人的軀體 僅僅片刻剛剛還在巡視的混混 就被封口防守丟在角落之中 此時路過的另一混混 在伏黑的暗影追隨下 很快也步了他同伴的後塵 在伏黑發動攻勢的同時 熊貓也開始了他的行動 成功通過麥蒙吸引兩人的注意後 瞬間爆起 一擊側踢加機狀 讓他們直接陷入昏訣 拿著魚長離開的他 也成功來到屋頂和伏黑會合 兩人正打算前往監控室守住大門 卻意外撇到了下方出現的原因 正是前來負責戒備的齊羅羅 他們見到齊羅羅的同時 對方也察覺到了他們的存在 在看到他們一起的瞬間 齊羅羅就推測出了真相 伏黑和虎將都是高專的人 而那也意味著 乘此時十分危險 齊羅羅瞬間掏出手機 準備通知還在和虎將交談的乘 伏黑的鬱犬也同時發動 雙手獠牙向著齊羅羅啃尸而去 令人意外的是 在鬱犬即將觸碰到齊羅羅的刹那 他的蓄體竟被直接彈飛 連帶著伏黑一起被推出數米之遠 但伏黑這一機的目的也已達成 齊羅羅的手機被成功打飛 他短時間內無法通知撐輕刺了 騎人的頭頂開始有光電閃現 齊羅羅也同時開始移動 熊貓在追趕的同時絕望的發現 他現在不只無法靠近監控室 連靠近齊羅羅都做不到了 突然出現的鬱犬 封刺了齊羅羅前往監控室的道路 身土包圍之中的他卻毫不在意 更是發出輕面的冷亨 下一刻異變突襲 伏黑的躯體竟被直接吸附到鬱犬身邊 他發現自己和鬱犬無法分開了 齊羅羅的術室讓熊貓和伏黑都百思不得其解 但就在他們注意不到的角落 已經被悄悄印上了星芒標記 伏黑幾人交戰的同時 趁正在和胡將描繪一個美好的願景 每天只要花一個小時 就能閱入百萬日元 要是有人對你這麼說 你會信嗎 呃...那得看是什麼事 要想知道是什麼事的話 就拿20萬來買這個情報吧 聽到20萬這個不小的數字 連虎章這樣指的腦迴路都知道不能相信 但就是有無數的詐騙犯 通過這樣簡單的方法 從想要變得有錢的人手裡 輕而易舉的騙取錢財 而這樣的騙數能夠成功 全都是因為狂熱 無論是詐騙犯還是受害者 他們都有著想要改變人生的狂熱 人會被狂熱沖昏頭腦 做出錯誤的判斷 但人如果沒有狂熱的話 可是連戀愛都會談不成 此時胡招面前的秤 正是一個深愛狂熱之人 而更加直接的狂熱交鋒 便是同時挑戰心臟和大腦的賭博 趁毫無保留的展示者 他對賭博的熱愛 更是擁有著 用賭博支配這個國家的狂熱 而要達成他心中的美好願景 他還需要一些優秀的棋子 在完成了這場充滿狂熱的解說之後 趁終於向虎章問出了那個問題 你願不願意試著 跟我一起狂熱一把 遺憾的是 趁的演說對虎章沒有起半點作用 因為他的腦中片刻不停的思考著 如何才能說服趁加入死面回憂 就在他打算開口說出自己的請求時 手機鈴聲卻突然響起 見到來電號碼的趁臉色微變 口中卻忍就隨意的說著不相關的話語 喝點什麼嗎 隨便都行 除了酒以外 怎麼 你酒量不好 不是酒量的問題 我還未成年啊 沒想到你這麼乖啊 你知道嗎 五條屋的酒量也不怎麼樣 話題中突然出現的五條老師 讓虎章心頭已緊 五條是誰啊 為什麼要說也呢 我的酒量又不差 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下意識給出的安全回答 卻讓他的身份徹底暴露 我說 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書師不認識五條物呢 你為什麼要假裝不知道他 趁將杯裝酒一飲而進 酒杯落於桌面的同時 那個直接靈魂的問題也隨之來到 你是高專派來的吧 聽我說 我是 趁的書師打斷了他的言語 兩三平空出現的列車門向著虎章攔搖斬下 當虎章剛剛躍起躲過這一機時 趁的踢機也已來到 躲到監控台上方的虎章 被再次出現的列車門夾住頭顱 他也終於從趁的口中知道了自己暴露的原因 剛剛的電話來自齊羅羅 他沒有選擇發送語音 而是直接打電話給他 這是他們早就約定好的預警信號 趁一腳把虎章踢得仰面朝天 直動的虎章也被打出了真火 揪住趁的衣領送上一劑頭錘 聽我說完 老子不要 老子的狂熱都已經冷卻了 在虎章試圖說服趁的同時 監控室外的福黑也在努力 向齊羅羅說明外界的狀況 希望得到趁的幫助 齊羅羅文言卻奴役更盛 看著福黑有些疑惑的神情 熊貓開始說起了那段往事 趁和齊羅羅離開的原因 便是和高專內的保守派起了爭執 而保守派的保守 可不只是面對規則的態度 他們對於咒術的形態 同樣有著自己的堅持 類似丁錡的雛林咒法 那樣原理淺顯易懂的術士 就深得保守派的喜愛 而術士型態十分特別的襯 最終大吵一架停學離開 齊羅羅十分羨慕現在的一年級 因為他們有五條物這樣無敵的老師 可以為他們扛下所有的壓力 也正因為五條物的存在 齊羅羅不知道他們來找趁 尋求幫助的意義 在他眼中只要五條物願意出手 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可以阻攔他的人 所以福黑幾人的行為 在他看來絕對是另有所图 聽到這裡福黑終於意識到 對方還不知道現在的狀況 五條老師他被封印了 所以我們輸了 從齊羅羅的反應來看 福黑和熊貓知道自己所說的話 對方一個字都不肯相信 既然無法成功說服 那就用實力正面壓制 福黑雙手結印十種銀髮術在線 脫兔 在無數玉兔出現的同時 福黑終於注意到了他們身上的星芒標記 和一旁的Akrox字符 在他轉頭的瞬間 更是在監控室大門上 發現了同樣的標記 以及略有不同的Gakrox字符 這些特別的標記 讓他似乎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數量龐大的兔群 也開始在屋頂撕散奔跑 齊羅羅看著遍布四周的兔群 無法理解福黑此時的舉動 經歷過玉拳被吸附到身上的他 應該能夠想像得到 此時召喚出的兔兔 除了把他包圍起來導致窒息以外 沒有其他任何的作用 就在這個時候 所有的玉兔瞬間開始溃散 福黑更是開始問著莫名其妙的問題 熊貓學長 兔兔怎麼樣 很可愛 只比我差一點 不是啊 我是在問他們能靠近哪裡 不能靠近哪裡 我跟那邊的二樓可以隨便接近 但是接近不了齊羅羅和監控室的大門 你看看身上有星盲標記和一串英文嗎 熊貓找兵全身 終於在屁股上看到了那個星盲標記 和一旁的Imae字符 福黑也開始在四處尋找 最終在腹部發現了 和兔兔身上一樣的Akrox字符 將所有的信息串連起來 福黑感覺自己已經十分接近真相了 我知道啦 這個術師的秘密就是星座 主旨的星座是 男食自作 看著齊羅羅臉上一副居然被你知道了的表情 福黑成功驗證了自己的猜測 但接下來還有另一個問題 他們要如何破解術師進入監控室呢 福黑一開始的猜想是 術師可能會以類似男食自作那樣的分布 來讓被打來標記的人彼此保持距離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齊羅羅能夠接近大門 以及福黑和熊貓能夠互相接近 就和這個猜想相悖了 他緊接著提出第二種假設 有可能是按照固定的順序一字排布 彼此之間可以互相接近 但無法跨越對方接近其餘目標 這個猜想只有一個問題 那就是熊貓和福黑中 一定會有一個能夠靠近齊羅羅才對 並且只要齊羅羅進入監控室 他們就永遠都無法靠近了 既然他沒有選擇這麼做 就說明在這個屋頂的某個地方 存在的某種只要達成就能進入的條件 結合上面的所有推斷 答案呼之欲出 在他們和齊羅羅之間 還有第五顆星存在 不等他們開始行動 被看穿舒適的齊羅羅率先進攻 高高熱起後 猛的落向一旁的汽車 車輛報廢的同時 也被打上了和熊貓一致的隱脈標記 察覺不對的福黑急忙大聲提醒 但還是晚了一步 熊貓正面吃下了來自汽車的暴擊 坦度驚人的熊貓 並沒有受到什麼實質性傷害 但他下意識把汽車拋出的行為 卻讓他和這個鐵哥打 進行了第二次親密接觸 福黑跑動的同時 大腦仍然在瘋狂運轉 他發現齊羅羅並沒有觸碰過他的身體 卻能通過試繩 在他身上打上星芒標記 也就是說 齊羅羅術士的作用對象是周力 福黑開始在屋頂尋找陌生的周力殘留 並且很快有了結果 角落中的主車氣場 赫然有著星芒標記 和不一樣的字符 福黑瞬間來到標記身旁一掌機下 他知道這個時候可以接近齊羅羅了 就在他準備折返的同時 無數和他身上有著相同標記的物品 在術士的效果下被他吸附而來 看著被無數物品包圍的福黑 齊羅羅以為自己已經拿下了勝利 卻沒有發現身後慢慢浮現的玉犬 當他反應過來的同時 玉犬也緊緊抓住了他的軀體 在一開始的錯額之後 他很快明白福黑究竟做了什麼 原來 玉犬從未解除 一直躲在牆後抵抗吸附力 當齊羅羅和他們處於一條直線時 福黑在命運預選出現 並束縛對手 齊羅羅看著自己距離福黑越來越近 急忙解除了帶有吸附效果的清艦飛行 但還是晚了一步 緊一順 他就被福黑置於地面 讓齊羅羅十分意外的是 福黑竟然主動鬆開了他的右手 並且擺出最有誠意的姿態 只希望齊羅羅可以好好聽他說上幾句話 就在齊羅羅被福黑感動 準備認真了解他們遇到的困難時 一旁的監控室卻發生異變 但隨著一聲巨響 虎杖自監控室飛出 跌坐在地面 仍處於抱走狀態的蹭也緩緩走出 看著蹭距離自己越來越近 虎杖卻對福黑幾人大喊 你們都不要出手 這樣的言語聽在蹭耳中 無疑是嚴重的藐視 右手高高揚起 鐵卻如鐘擺一般 重重影響虎杖的面門 虎杖扭曲了臉龐和他躺斜的軀體 一併在這一機下向後飛出 令人意外的是 虎杖單手猛擊地面 謹一瞬便恢復了筆直的站姿 只有他鼻孔中不斷噴湧的鮮血 還在訴說著蹭剛剛那一拳的可怕 虎杖心中把這場特別的戰鬥 視為讓聲認可自己的一種儀式 所以他決定不躲避蹭的攻擊 更不會對其展開反擊 剛剛打出全力一拳的蹭 看著面前的虎杖心中怒意更甚 他不知道對方究竟想要做什麼 但既然不躲的話 那就打到他再也站不起來為止 看著怒火中燒的蹭 齊磊忍不住替他們求情 阿金 他們是來求你幫忙的 你就聽一下他們要說的話吧 我會聽的 虎杖 你為什麼會來找我 我們之前沒有見過吧 為什麼要來找我幫忙呢 因為前輩們說你很強 我猜也是 和稱德華羽生一同出現的 是他全力蕩出的重拳 虎杖再一次倒飛而出 口鼻溢出的鮮血 更是在空中肆意飛劍 更加可怕的是 因為稱德州立天生粗糙的關係 被他的拳頭擊中 會比正常打擊要痛上許多 稱最生氣的並不是他們的欺騙 而是虎杖那副一點也不狂熱的態度 在他的認知裡 一個術士向另一個術士尋求幫助時 首先就要讓對方感受到 請和我一起賭上性命的那份意志 並且用自己甘願為此賭上性命的那份狂熱 成功感染對方和自己並肩作戰 而虎杖前來尋找他幫助的理由 居然是 聽別人這麼講 於是就來找你了 這麼無趣的理由 讓他忍無可忍 虎杖接下來的言語卻讓他更加難以接受 我沒有激情 我只是一個零件 一個為了讓術士能夠繼續服輸詛咒 而存在的零件 喂喂喂 你真的假的啊 你真是無聊透頂啊 虎杖 夠了 浮黑的吶喊沒有阻止蹭的拳頭 這一集的威力更是遠超過往 讓虎杖的軀體翻轉幾圈之後 注重打在圍欄之上 看著倒地不齊的虎杖 撐心想這場鬧劇應該告一段落了 讓熊貓和浮黑趕緊把虎杖帶走 並且再也不許靠近他的拳場 就在他說話的同時 虎杖如幽靈般再次陷於他的身後 被虎杖的抗揍程度震驚了趁 終於開始認真看待這個倔強的學弟 虎杖卻自顧自的說起了 剛剛還未說完的話語 靈劍就有自己的職責 我的職責就是要讓詛咒的服復 可以不斷進行下去 如果為此需要趁學長的力量 我會一直糾纏 直到你點頭答應為止 學長 你的職責又是什麼 趁竟然從這樣無聊的言語中 感受到了一股與眾不同的狂熱 難道這就是靈劍的狂熱嗎 察覺到趁情緒變化的齊羅羅 適時補上了最後一刀 阿進 是不是狂熱起來了 你們 下來吧 看著虎杖終於得到趁的認可 浮黑鬆了一大口氣 他所不知道的是 在高專裡就一直樂於助人的趁 自己才是最狂熱的那一個 在眾人終於可以坐下來好好溝通後 趁很快就因為五條被封印的消息 臉上寫滿了震驚 手貓更是在這個時候 也提起了夜額校長的死訊 聽聞這麼多曾經關照自己的人都遭遇了意外 趁難過的同時也十分乾脆的印下了虎杖幾人的請求 他將一同前往平定死面回憂 當然他也沒有忘記提醒其人 這只是一場交易 在死面回憂結束以後 他還需要浮黑其人幫他一個忙 是想要我們幫忙推薦修改救助規定吧 你想具體怎麼改呢 不管你想怎麼改 應該都不太難 喂 海膽頭 你懂個屁啊 我 是殘怨家家主 終於接受了這個奇怪設定的浮黑 也開始學知如何利用好自己的家族身份 聽聞這個驚人消息的趁 瞬間開始浮想連篇 更是馬上變臉 表示要跟這個年輕家主好好親近 遺憾的是 殘怨家在第二天 就被珍惜途徑滿門名存實亡 就在幾人剛要開始商量 去往哪個結界時 一隻小金蟲卻突然出現在他們頭頂 播報 有勇者為死面回憂增加一條規則 總則9 勇者可獲得其他勇者的情報 包括姓名 得分 規則最佳次數和所在結界 完成這一規則最佳的 正是已經手握200點數的 400年前最強者 陸子雲一 而他參與死面回憂的目的 居然是為了和宿諾一戰 完成了規則播報的小金 開始正式和虎杖幾人介紹自己 他是專屬於勇者 虎杖幽然的溝通窗口 幾人開始回憶相關情報的時候 佛黑卻發現了這裡面的異常 為什麼虎杖還未踏入結界 就已經被判定為勇者了 虎杖稍微思索 並有了答案 一定是千年前人士術師的訴諾 和卷所簽訂過契約 雖然身為宿主被強制參與有些奇怪 但這並不影響最終的結果 耽誤自己是先利用新增加的規則 或許更多情報 小金在虎杖的受益下 開始展示所有勇者的相關情報 佛黑很快在排行榜中 找到了剛剛為死面回遊 增加規則的人 看到他目前仍然擁有的100點數 兩人感到十分可怕 這意味著 才過去了幾天 他已經殺了不下40個人了 但佛黑卻同時想到了一個 或許不用殺人 也可以評定死面回遊的方法 如果還有其他像陸子雲一樣 手上持有過多點數的勇者 他們就可以通過打敗這些人 逼迫勇者最佳 能夠讓金美姬脫離死面回遊的規則 小金在虎杖的受益下 開始查找擁有超過100點數的勇者 令人欣喜的是 除了陸子雲以外 還有一人也手握上百點數 正是位於東京地外結界的日徹寬件 佛黑很快想好了接下來的計畫 在他們具備最佳規則的條件後 需要最優先解決掉 總則吧帶來的限制 他打算最佳的規則是 讓勇者之間可以互相轉讓點數 當這個規則成立之後 他們就可以通過互相轉讓的方式 避免一點數沒有發生變動 而被剝奪術士導致死亡的情況 在最麻煩的條款被解決之後 佛黑緊接著就打算追加退出機制 勇者可以消費一定點數 脫離死面回遊 但出於不違被死面回遊長久運營的考慮 這個規則的追加 後續會遇到一些阻礙 但只要附加類似於邀請其他非勇者加入這樣的規則 大概率就能行得通 至此 武昌和福黑已經完成所有準備 他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已經非常明確 一邊搜尋可以解封玉門將的天使 一邊狩獵 陸子雲衣 和日車寬件 而剛剛成為術師不久 卻能快速掌握100點數的日車寬件 有這一段特別的過往 他是一名律師 是一名在刑事審判有罪率99.9%的環境下 仍未放棄為被告辯護的律師 這一天他和往常一樣 和他的當事人進行著案情溝通 我養著貓 嗯 繼續講 突然有警察攔助我跟我說話 後來又來了兩三個警察 我當時心想 要是就這麼被帶去警局的話 家裡的貓會死掉 所以我選擇了逃跑 因為我住的那個地方不讓養寵物 所以沒有人知道我養了貓 大江所涉及的 是一起兩名母女在家中被殺害的案件 聖綱地方檢察廳 將家住附近的大江認定為犯罪嫌疑人 並與入室搶劫殺人的罪名 對其提起公訴 大江會被視為犯罪嫌疑人 是因為他在接受巡警盤問時選擇逃跑 並且直接回到自己的住處 當警察一路追趕至他家時 卻意外地在他家中發現了一把染血的刀具 大江被當場作為現刑犯逮捕 經過DNA鑑定 刀具上的血液來自於被害的母女 在所有人都以為這是一樁鐵案時 大江卻對所有的罪行都予以否認 但他關於道具的證詞卻顯得十分無力 是我撿的 真的不是我 在討論案情時 日車的助理和檢方的看法一致 覺得大江的證詞完全站不住腳 無論是面對警察時興趣逃跑 還是在家中藏有染血的菜刀 都不像一個無辜者會做出的行為 查閱了更多資料的日車卻有不同的看法 大江會在面對盤問時逃跑 很可能是因為他上一次 因為熟人使用違禁藥物 遭到不正當審訊留下的陰影導致 而他會把染血的菜刀放在家中 則是他撿起來打算稍後送去給警察的 雖然撿起凶器這個說法在一般人看來很離譜 但結合他所處的環境並非沒有可能 他所在的非引力組織 主要業務是收容無家可歸的老人 而大江就在其中負責照料老人的生活 那個區域中居住著大量有犯罪紀錄的人 並且他所屬的這個非引力組織 為了自己無法見光的利益 平時就禁止工作人員報警 理由是有警車和救護車出沒 會給鄰居帶來困擾 對案情分析到這一步 日車信中已有定論 大江很有可能是無罪的 倒霉的助理被日車安排 前往調查大江工作的非引力組織 他對於日車老是接種案子有許多怨言 作為公派刑事律師的他們 在領著最低薪水的情況下 卻有著遠高於其他案件的工作量 即便偶然贏得案件 還要迎接輿論的口誅必發 對此日車卻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著 偶爾有些挑戰也好 總是接輕鬆的工作本領會生疏的 但從助理頭上包跳的千金來看 這樣的事情很顯然不只是偶爾發生 助理在和曾經與日車共識的高木閒聊時才知道 日車對待刑事辯護的態度一直如此 甚至比他年輕時更加嚴重了 而這一切的源頭 還要從一起酒後駕駛商人的案件說起 被告人只有19歲 事發當天飲酒和駕駛 都是被一起工作的同事硬逼的 但他的同事們早就串好了口供 年輕的他也拿不出錢來私了 最後連緩刑都沒能爭取到 而彼時作為辯護律師的日車 更是值得到了當事人的咆哮 騙子 騙子 你不是說會讓我無罪的嗎 庭聖結束後有些低落的日車 卻還在念叨著 弱者在經濟和精神都陷入了絕境 朝我發洩也是能夠理解的 和他一起負責這個案件的高木 卻只問了他一個問題 那麼日車 你的精神狀況又該怎麼辦呢 我 無論有多少怨言工作仍要繼續 日車和助理為了大疆的案件四處走訪 翻閱了無數卷綜合資料 時間也很快來到了庭審的這一天 判決被告人無罪 法錘落下的那一刻 庭審現場一片嘩然 只有日車自己知道 這個案件還遠遠沒有結束 檢方一定會立刻上訴的 而在等待二審的期間 日車卻要接受無數異樣的眼光 和來自社交媒體的口誅筆伐 同樣得到了一審判決的大疆 在和日車會面時不住的哭泣 不只是因為他看到了無罪的希望 還因為眼前的律師真的肯相信自己 但請不要忘記 這是一個刑事審判有罪率99.9%的國家 二審的判決很快來到 有罪 無期徒刑 罪令人感到絕望的不是判決的結果 而是二審中檢方並未提交任何新的證據 法院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決 即便他所在的組織 有人在案發後直接消失 即便有證據證明 案發時大疆曾出現在便利店 而不是在案發現場 但這一切都影響不了法官的判斷 也許這場審判 從最開始就只有一種結果 有罪 在聽到判決的那一刻 大疆的表情開始變得猙獰 日車想起了多年前 那個對他咆哮的聲音 他心中也只剩下一個聲音 為什麼要用那種眼神看我 他也再次想起了多年前 和高木的那段對話 那麼日車 你的精神狀況又該怎麼辦呢 我並沒有標榜什麼救濟弱者 我從以前開始 就無法對自己覺得不對的事情做事不管 正義女神 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遮蔽雙眼 人們為了明哲保身 任何事情都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在這樣的世界裡 為了不讓身手出源之人感到無助和絕望 我願自己能始終睜大雙眼 大疆的庭審在判決下達後也進入尾聲 法官仍在按照慣例說著 如有不符請在15日內上述這樣的無用話語 就在眾人即將離場的時候 日車卻猛地站起身來 駭人的咒力瞬間爆發 足以審判一切的法錘也出現在他手中 都給我回來 重神 班子的日車壓抑已久的爆發 死亡判官也出現在他的身後 既然這個世界被蒙蔽了雙眼 那就讓我重新審判出公平與正義 從武藏踏入咒術界之間 我們或許都已經遺忘了 曾經和他一起找到訴諾修治的靈異社成員 身為社長的佐佐木突然自夢中驚醒 他的面前站著的竟然是眷所 眷所很快說明了自己的來意 因為佐佐木的家被他選為死滅回游的舉辦場地 而一開始就身處結界之內的佐佐木 有一次機會可以做出選擇 是參與這場刺殺或者直接去到結界之外 隨著佐佐木做出自己的選擇 眷所也伸出他的手 牽起佐佐木經過這個滿是殺戮的世界 在黑暗即將退去之時 眷所卻轉頭說了一句有些莫名的話語 對了 有件事忘了說 犬子不才 承蒙關照 多謝 佐佐木很快在警口的呼喚中醒來 還未弄清楚狀況的他 很快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即便身為資深靈異愛好者 當他看到貫穿天地的黑幕時 也被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他和警口在姐姐外待立了許久 終於想起那個奇怪的夢境 和眷所最後莫名的言語 聽到警口也做了一樣的夢 他們不約而同的想到 那個長髮男子口中的犬子 或許就是虎杖 而此時的虎杖幾人 正在為進入姐姐做著最後的準備 他們無論怎麼查找 都沒有在勇者名單上看到天使的名字 或許天使只是一個代號 又或者是像虎杖一樣 在系統內實現釋出宿主的名稱 天原也沒有給出關於天使的更多情報 只告訴了浮黑 如果見到的話 一眼就能認出他來 查找無果的幾人很快完成分工 趁何熊貓組隊前往東京第二結界 尋找天使的同時 由趁作為主力狩獵陸子雲衣 虎杖和浮黑則一同進入東京第一結界 他們的目標是 手握100點數的新進審判者日車寬件 齊柳則作為最後的應急方案 留在結界之外待命 畢竟結界內無法使用通訊工具 需要有人時刻把控外界狀況 此時距離金美季參加死滅回遊 僅剩7天12小時 趁何熊貓虎杖與浮黑 也在同時踏入結界 進入結界時還鬥志滿滿的虎杖 在踏入的刹那瞬間傻眼 他發現自己正在自由落體 最重要的是 和他一起進入的浮黑不見了 原來這便是死滅回遊 未記錄於種植的設定之一 入境結界的勇者 會被隨機傳送到 9個固定地點中的其中一個 也正因為這個規則的存在 每個傳送點下方 都會聚集著想要撿漏的疏失 趁身加入的勇者尚未反應過來之時 將其面殺來獲取遊戲點數 而此時虎杖下方 就有一個這樣的卑鄙之人 虎杖看著他手中的引導燈 有些迷茫時 遠處卻傳來噴氣式引擎的巨響 景片刻帶著急速而來的少女 就將虎杖狠狠撞入大廈之內 遺憾的是 他們遇到的並不是一般的新人 而是肉體強橫到變態的虎杖 撞穿了幾棟樓的他 依然像沒事人一樣自廢墟中越出 幾個空泛穩穩地落在屋頂之上 空中的飛機少女 看著好發無損的虎杖 還在感慨對方肉體的強大 卻不知道死亡的腳步已經悄悄連進 虎杖抡起自己的右手 怪力甩動下 一個物體朝著少女飛速轟去 精準打中他背後的眼睛 剛剛還在叫嚣的少女 隨即落入建築之中生死未捕 虎杖還在懊惱 沒人可以問日車的情報時 一個頭頂螺旋槳的大叔緩緩升空 一臉憤怒的要為剛剛的飛機少女報仇 有趣的是 剛剛拿著直引燈的術時 似乎和虎杖還是老相識 撫會進入結界後 同樣遭到的伏擊 但從現場傳來的一聲聲好痛來看 他對手的實力似乎並不太強 在似乎一夜帶回沒有看到虎杖的消息後 伏黑知道自己只能一面前的這個女子 作為突破扣了 意外的是 眼前這個看似柔弱的女子 居然知道日車寬鍵這個勇者 更是表示自己十分清楚她的位置 如果伏黑想要知道的話 需要答應她一個奇怪的條件 成為她的騎士 伏黑毫不猶豫的一口答應 智商在線的他 懶得和這個麻煩的女人玩什麼猜線遊戲 如果他能提供真實的情報 自己為他提供陸上的寶藏也無妨 但要是他企圖欺騙自己 死亡將是他唯一的歸宿 畢竟伏黑沒有虎杖那樣的包覆 他完全可以接受 用幾十個術師的生命 換取拯救金美技的一百點數 伏黑前往尋找日車的同時 虎杖也開始了和螺旋槳頭的大戰 缺乏遠程攻擊能力的虎杖 依然選擇十七手邊的磚塊向著對手致趣 螺旋槳頭稍以傾斜 並將飛來的磚塊繳成粉末 虎杖的身形也同時發動 從此之後一躍而起 竟然抓住了一直懸於空中的螺旋槳頭 螺旋槳心中大叫不好 虎杖隨即開始抓到他的身體快速下墜 在兩人一同落入樓宇之後 螺旋槳再次發動 虎杖也幾個縱深遠離切割範圍 最終潛入一個長廊之內 通過剛剛的交手 虎杖十分確定 對方只有螺旋槳這一個攻擊手段 如果是這樣的話 狹窄的室內便是遏制對方的最佳戰場 螺旋槳頭看著虎杖潛入樓內 瞬間明白了對方的想法 但他卻毫不在意 因為他頭上有螺旋槳 只要稍微調整長度和角度 再把轉速拉到最大 就能做到血鐵如泥 尖尖無比的鋼筋混凝土 在螺旋槳的角度下瞬間化為積粉 虎杖面對這個死亡漩渦 卻擺出了熟悉的啟示 他要用自己充滿重力的鐵拳 直接迎擊對方的頭顱 鐵拳有漩渦在狹小的空間內正面碰撞 巨大的衝擊讓空氣都為之震盪 同時揮灑的鮮血 意味著這次交鋒雙方各有損傷 在螺旋槳頂著滿頭鮮血 卻還在叫嚣著是你輸了時 虎杖的徹底已經成功祭出 帶著對手殘破的螺旋槳 和他對實力錯誤的認知 一統重重落向地面 就在虎杖看著生死微卜的對手 再次開始懊惱 沒人可以獲取情報時 剛剛拿著引導棒的術士突然出現 叫著虎杖的名字 告訴他自己知道日徹的位置 虎杖對這個突然向自己打招呼的陌生面孔 沒有任何相關的記憶 對方隨後喊出的西中之虎外號 讓他終於反映過來 對方是自己的同鄉 而自己會被一眼認出 全因為西中之虎的名氣實在是太大了 在虎杖拿下第一場勝利的同時 浮黑也終於知道了 女子的名字叫做麗美 並且從他口中得知 基本所有的現代術士 都已經在過去的12天裡 受到各種殺戮的刺激 開始進入戰鬥模式了 出於對麗美的不信任 浮黑需要提前確認日徹所在的位置 巧的是虎杖也和同鄉趕緊 問起了這個問題 但兩人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趕緊口中的日徹位於繁華的池袋 麗美給出了答案卻在遙遠的心宿 虎杖和浮黑都希望在目的地能夠遇到對方 但毫無疑問的是 其中一人正在漸漸踏入深淵 在那掛滿了無數帳單的漆黑房間內 眼中滿是渴望的廚師 正在等待著即將上門的獵物 而趕緊之所以會認識虎杖 還要從他曾經的處世之道說起 在充滿著各種不良少年的校園內 趕緊有著他自己的獵物生存法則 在遇到不良少年靠近時 不能像這樣不說話只是傻站著 而是要像他一樣露出慘媚的笑容 盡可能地討好眼前這群頭腦簡單的傢伙 否則就會遭到莫名其妙的霸凌與毆打 點頭他要配合他們所得到的 可不只是一時的安全 還能避免被其他的小團體騷擾 甚至還能沾上他們的光 為自己的社交增加籌碼 他一直十分得意自己的獵物生存法則 直到那個穿著西中校服的身影 出現在他們身後 那句在他看來十分愚蠢的助手 沒有意外地換來了不良的暴怒 但這頭來自西中的門戶 緊緊一拳就放倒了為首的少年 緊隨其後的兩人 也在虎杖的一掌一腿下 直接倒地再無聲息 當虎杖把目光投向一旁瑟瑟發抖的乾淨時 他心中的生存法則隨之崩壞 那個強悍的不像人類的身影 也深深地印在他的腦中 隨著乾淨的回憶結束 他和虎杖也來到了目的地 位於時代中心的劇場 看著虎杖邁開腳步便要離去 乾淨急忙喊住了他 吱吱吱唬地說著 之前的螺旋槳頭 曾經被日車修理得很慘 讓虎杖最好三思而行 沒想到虎杖聽完卻更加放心地小跑車離開 和螺旋槳頭交手過的他 對自己的實力有足夠的信心 即便不敵至少也能逃得性命 虎杖所不知道的是 他身後的乾淨腦中正在天人交戰 那該死的生存法則 讓乾淨錯過了告訴虎杖全部真相的機會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 虎杖一步步地走入黑暗之中 與此同時 浮黑和莉美也接近了他們的目的地 莉美選擇的路線讓浮黑有所警覺 更是突兀地提起 他在附近有一個據點 當兩人一同來到公寓之中時 一道人影也擋在了他們面前 正之前不久 獨坐於黑暗之中的術師 林氏 看著面前掛滿帳單的怪異身影 和身旁已經換了一副面孔的莉美 浮黑知道自己落入了陷阱之中 他沒有選擇跟敵人多說廢話 周立涌動下 弑神玉拳瞬間出現在身後 這對五隻男女即將面對的 是來自產院家家族的無邊怒火 此處大戰將起的同時 虎杖也來到了位於地下的劇場 眼前卻出現了一副十分怪異的場景 舞台中央突兀地擺著一個浴缸 其中竟然躺著一個身著西裝的男子 他們之間更是開始了一段有些莫名的對話 你有沒有試過穿著衣服洗澡 沒有 那會比想像的更加令人舒暢 想起來了 我小學的時候就很喜歡上穿游泳課 最近我變得對很多事情都不在意了 所以放飛一下自我 做一些曾經以為絕對不能做的事情 過了30歲才開始離京叛道 是不是有一點好笑 是有一點 你就是日車吧 正是 我想和你談談等等等等 我是律師 想跟我聊天的話 可是要支付每30分鐘5000日元的諮詢費的 這 開玩笑開玩笑 我只是想扮演一下討人宴的律師而已 日車這個一點也不有趣的玩笑 卻讓虎丈看到了希望 剛剛的對話讓他意識到 眼前的這個西裝男子不是瘦肉重生的過去疏失 而是獲得了疏失的現代疏失 這意味著他們之間存在著交涉的餘地 有些激動的虎丈也選擇直接切入正體 你現在有100分對吧 那麼我就開門見山了 我們想要讓死面回遊結束 或者更準確的說 我們是希望讓逼迫勇者廝殺的規則失效 所以請把你的100分給我們使用吧 那我也不拐彎抹角了 我拒絕 我從死面回遊裡感受到了一種可能性 法律有時候是無力的 那麼死面回遊的總則又如何呢 如果我得到的咒術是獲真假實的 那麼總則應該也是可靠的吧 不需要起訴也不需要公訴 也不用花費時間辨別真偽 只要違反總則的人就會遭到懲罰 這樣不是很好嗎 這麼美妙的事情 現在結束可不行 我還想親眼見證疏失剝奪呢 虎丈企圖用死面回遊 將會毀滅整個國家來恤服面前的日車 卻被一句輕飄飄的謠言 顯些震出內向 因為腦迴鹿簡單的虎丈 對此也只是一枝半戒 既然無法交涉 那就只剩另一個辦法了 那我換個說法吧 把100分給我交出來 日車 你有試過親手殺死討厭的人嗎 那會比你想像的 更加舒暢 隨著日車從浴缸中起身 曾出現在停審現場的審判者 也再次陷於日車身後 領域展開 祝福刺死 隨著日車的領域發動 一把把砸到緩緩生氣 讓這個特別的停審現場 充滿著速殺和凌燃 被拉入洗衛之中的虎丈十分清楚 一旦讓對方發動速時 自己將沒有半點勝算 思索間 他的身體已經開始了行動 翻越護欄 移越而起 充滿周力的一機編退 向著日車頭顱重重甩出 令人意外的是 虎丈甩出的右腿 到了日車面前 便無法再進一瞬 在虎丈驚聚交架時 日車的聲音也再次響起 在虎丈變得更加迷茫的同時 他的確定被規則之力 帶回了自己的席位上 一場關於他的審判也正式開始 被告虎丈有人未滿18歲 涉嫌於2017年7月16日 前往位於工程縣 仙台市的麻吉維加斯鋼豬店遊玩 虎丈聽著這個莫名其妙的審判內容 表情從疑惑變得有些尷尬 因為他回想起了那家鋼豬店 和那天下午的快樂 日車則開始繼續說著審判的規則 審判者通消領域中人的一切信息 但這部分信息 審判者並不會和舒適的發動者 也就是日車進行共享 而日車唯一擁有的是他手上的一份證據 這份證據並不能直接為虎丈定罪 但日車也不會對他透露證據的內容 接下來虎丈需要做的 就是在信息有限的情況下 用自己的辯護來爭取審判者無罪的判決 虎丈聽著複雜無比的規則 卻突然想起了天原大人曾經說過的 過去的術士擁有領域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相比於現在領域常見的必中必殺效果 過去的領域往往只能做到必中 而直接忽略了必殺的部分 在後來的術士發展中 術士們越來越關注必殺 這才導致構建領域的門檻越來越高 最終成為了只有小部分術士能夠擁有的能力 而面前日車所施展的領域 居然更類似於過去的領域 那也就意味著即便自己辯護失敗 也不會被當場擊下 最多只會被某個束縛限制能力 日車的規則講解仍在繼續 虎丈在接下來的辯護中有三個選擇 沉默 坦白 還有否認 有趣的是 當事人甚至可以在辯護中使用虛假陳述 只要證據無法證明他在說謊 便可以獲得無罪的判決 日車的規則講解結束後 便來到了虎丈的個人辯護時間 身為當事人的他 那天確實進入了彈珠店 甚至還小小的贏了點錢 這就代表著 他如果想進行無罪辯護 必然要撒謊 並且還要繞開日車手中證據的內容 虎丈分析完所有的可能之後 開始了自己的無罪辯護 我的確進入了那家彈珠店 但那只是因為我想接用他們的廁所而已 所以 我無罪 是嗎 那麼 輪到我了 日車甩出的證據中顯示 虎丈當天曾出現在 麻吉維加斯彈珠店的籌碼兌換處 這份證據讓虎丈剛剛去上廁所的說法 直接不攻自破 有些懊惱的虎丈對這份證據十分不滿 既然都已經拍到他兌換籌碼的畫面了 那麼無論他怎麼辯解 似乎都難逃有罪的結局 日車很快揭曉了這場判決的唯一解 雖然證據證明虎丈在兌換籌碼 但要注意的是 這場判決的關鍵問題是 虎丈是否進入麻吉維加斯遊玩 而非 虎丈是否進入彈珠店遊玩 在日本當地經常出現 幾家彈珠店共用一個籌碼兌換處的情況 即便日車出事了這份證據 虎丈依然可以變成自己失去其他店遊玩 或者直接說不知道這家店 就能獲得無罪的判決 遺憾的是 審判不可能重來 這場判決的結果 也隨著法錘落下正式宣判 有罪 沒收 周立湧動 場景變換 在審判者宣判之後 虎丈發現他們回到了剛剛的劇場 日車手中的法錘 也迴旋著向他襲來 用左臂擋下這一擊的虎丈 瞬間出現一道傷口 日車的身形卻一開始逼近 剛剛飛入空中的法錘 在落入日車手中時 已有半人大小 在日車的怪力甩動中 向虎丈重重砸下 被這一擊捧出數米遠的虎丈 也終於發現了判決的影響 他無論怎麼嘗試 身軸都無法凝聚起任何一點周立 也就是說 他的周立在剛剛的判決中被沒收了 在第一擊被虎丈躲過之後 日車左手的法錘憑空消失 在虎丈反應過來之時 法錘已被日車的右手高高舉起 向虎丈一錘落下 在虎丈勉強躲過這一擊後 法錘開始在日車左右手不斷交替 接連落下的縱錘 也讓日車宛如一頭嗜血兇獸 瘋狂的爪牙 在地面撕扯出一條死亡通道 就在虎丈以為 日車的進攻勢頭已經放緩 正打算用自己的手錘進行反擊時 日車手衝的法錘突然靈活如鞭 勾住虎丈還未落下的手錘 在日車的怪力甩動下 將虎丈直接拋出數米之遠 虎丈所不知道的是 此刻站在面前的死亡判官 在雪生時代 就是冠絕眾人的天才人物 不只成功投考了T大的法學部 還在司法考試改革之前 就一路披荊斬棘 通過了難以登天的救治度法考 成為一名正式律師 但這一切都遠遠比不上 他在術士覺醒後所展現出的才能 僅僅通過研究自身術士所帶的領域 就自行掌握了結界術的基礎 更是通過逆推結界術的方式 成功掌握強化術的精髓 在他獲得術士後的短短12天時間裡 就已經達到了一級術士的水平 這期間更是擊殺了無數陸星的咒靈 並且反殺了超過20名 企圖狩獵他的各色勇者 兩人交走的短暫空隙 日車開始繼續關於判決的說明 虎丈凝聚不起咒靈 自然是因為剛剛被判有罪的懲罰 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懲罰原本的效果是沒收術士 因為虎丈沒有術士的關係 所以懲罰就自動變成了無法使用咒靈 在解釋規則的同時 日車也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對手 虎丈在沒有咒靈的情況下 卻幾乎能與他達成平手 這說明對方除了咒術士的能力外 肉體也強悍到了飛人的地步 並且虎丈也沒有因為咒靈的消失 而有任何的不適應 這種種因素綜合下來 讓日車得出了一個嚴肅的結論 必須用全力盡快擊潰虎丈 在他想法落定的同時 手中法錘也化身奇眉長棍 連番舞動下交織出一張死亡大王 向著虎丈籠罩而去 虎丈找到一個空氣逃出長棍的攻擊範圍 一個轉身竟然反握住日車的法錘 虎丈企圖奪下對手的武器 他卻忘記了日車可以隨時讓他變形移位 因為法錘消失而脫離的虎丈 連續兩個後跳才保持住平衡 隨機猛的一腳將面前的浴缸踢出 日車看著飛駛而來的重物 選擇一手中法錘迎擊 浴缸在終結下瞬間崩碎 日車的軀體也隨著飛劍的水花一同升起 在他身後一同出現的 是火筆巨大的法錘 虎丈被這機直接轟入地底 雖然一直沒有受到致命傷害 但始終被壓制也開始讓他感到焦慮 如果再不躲回就地的話 他很有可能會命喪於此 虎丈的大腦在絕境之中飛速運轉 這麼誇張的能力 應該會對使用者本人也有一些限制才對 他的腦中開始不斷想過 和日車交手的一個個場景 既然他的術室是審判的話 日車 再來一次 開庭 隨著一把把閘刀升起 兩人再度回到森然的庭審現場 隨著頭上的重水消失 虎丈知道自己賭對了 他們現在要進行的 便是當被告拒絕認罪時 司法程序中一定會出現的二審 審判者也開始宣讀本次的審判內容 虎丈幽人涉嫌於2018年10月31日 在澀谷殺害大量平民 聽著審判者沒有感情的敘述 虎丈的眼中瞬間失去了神采 他可以為任何事情辯解 唯獨這件事他做不到 沒錯 是我殺的 對此 我不會撒謊 也不會否認 在虎丈認罪的同時 審判者的面孔也開始變得猙獰 這一次的判決看起來有些歇斯底里 審判者的嘶吼也帶出了日車 尘封已久的記憶片段 那時的日車還是一名司法研究生 他的導師笑著問他 你有沒有考慮過成為一名法官呢 手中突然出現的處刑人之劍 將日車拉回了現實 這是在審判者判處提刑之後 才會交給執行人的致命法器 這日車獲得數十至今 處刑人之劍所斬之人 無一例外 全部死亡 手握處刑人之劍的日車 腦中仍在不斷湧現出痛苦的記憶 他曾經嘗試理解他人的弱小 來貼近他們的內心 受害者的弱小 加害者的弱小 日復一日的不斷衝刷他的神經 到了後來 甚至只要接近他人 都會感到對方醜陋不堪 苦痛的記憶 讓遲見的日車也漸漸陷入癲狂 你也一樣 虎丈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是弱小醜陋的 無論你多麼期待遇到一個高潔的靈魂 都只是白費功夫 眼前的黑暗就只會是黑暗 即便你點亮了一盞燈 也只會發現 眼前的黑暗還在不斷擴散 虎丈仰起的座椅打斷了日車的咆哮 虎丈的身影也瞬間消失在其中 感受到身旁動近的日車回首一盞 卻只見到虎丈殘破的外套 而他的本體一悄悄來到日車身後 虎丈一氣勾拳自日車面前掠過 他手中僅剩的衣物也蓋上日車的面門 隨後的掃堂腿 才是虎丈連番設計的真正攻擊 日車輕輕一躍躲過這一擊 在鐵拳和光劍即將交鋒之時 那段記憶也再次闖入 他拒絕了導師成為法官的提議 給出的理由卻只是 我這個人不求上進 早在那時 日車就已經洞悉人類的弱小和醜陋 而眼前少年不久前的言語 卻彷彿點亮了黑暗中的那盞孤燈 那僅有的一絲光明開始撕裂 他心中沉寂已久的黑暗 因為日車還未來得及展示的證據 這是關於虎丈體內訴諾的情況 虎丈明明就沒有殺人 他究竟為什麼要認罪 日車痛苦的閉上了雙眼 手中的處刑人之間也隨之消失 虎丈積蓄已久的鐵拳重重落下 直接正常碰出十餘迷遠 倒在已堆中的日車 卻開始自顧自的念起了他的判決 根據刑法第39條第一項 自控能力缺失 就可以被認定為心神喪失狀態 在色谷 你的肉體被束縮控制了 這並非你的本意 因此 你 無罪 但那些人確實是因我而死 因為我 太弱了 這樣 日車 你剛才為什麼解除了術士 因為我找回了初心 世界上可能還有不少像你一樣的人 把衣服穿上 然後做好了 我送你100分 在虎丈成功落座後 日車卻莫名問起了 有些似曾相識的問題 你曾經遵循自己的意志 殺過人嗎? 有 是嗎? 那感覺是不是糟透了? 日車沒有讓自己停留於記憶中太久 很快換來了自己的小金蟲 按照虎丈之前的說法進行規則最佳 要擁著之間可以互相轉讓點數 並且這種轉讓也要算在總則8的變動之內 僅僅片刻 小金蟲就給出了規則最佳得到批准的回覆 此面回遊也迎來了第10條總則 在虎丈終於鬆了一口氣時 日車卻做了一個出乎他意料的舉動 小金 保我的1分給虎丈 保重 日車 你最後什麼打算?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可以來幫我們嗎? 握著手中還剩下2分 是來東京之前殺死法官和檢察官得來的 姐姐打開之後我應該會去自首吧 而且跟你一起的話恐怕我會越來越厭惡自己 抱歉 這不是指責你的意思 後悔有期 隨著最後一聲道別響起 內心有些複雜和落幕的日車 也消失在了大門之後 只留虎丈在劇場之內久久沒有言語 日車的故事令人唏噓 司法的不公僅僅是一個縮影 世界的各個角落這樣的事情每時每刻都在發生 作為個人或許無力阻擋黑暗的蔓延 但請不要忘記時刻提醒自己 作為人何謂正確 虎丈拿下100分的同時 撫黑這裡卻發生了意料之外的情況 在他宣洩咒力並召喚出一拳之後 作為他對手的雷吉卻沒有發動舒適 反而話風一轉邀請浮黑成為他們的夥伴 浮黑警惕地看著雷吉 對方卻反而拋出了一個問題 你對此面回遊究竟了解多少 在浮黑將天原大人所說 此面回遊是利用勇者的咒力 將全國人類都傳送到彼岸的儀式 原樣照搬一遍之後 雷吉接下來的言語卻讓他心神俱正 雷吉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有三個重要的依據 分別是勇者人數 實力差距和結界法則 假如各個結界人數是均等的話 那麼每個結界大約會有100名勇者 而勇者之中又有像陸子雲和日車這樣實力超群的存在 單單他們兩人就已經淘汰了超過60名勇者 很顯然每個結界中都會有這樣的存在 那便意味著結界內很快就會只剩強者 此面回遊也會就此進入膠著的狀態 此外進入結界時的隨機傳送規則 也會導致大量術士在初期就快速死亡 這兩點都會利用勇者的周力舉行儀式完全相悖 如果真的希望利用周力的話 應當會讓術士之間更加頻繁且長久的戰鬥才對 基於上面的分析 雷吉有一個駭人的推斷 死滅回遊的長期運營只是偽裝 在結界內只剩下強者時 鎮所便會投下足以攪翻天地的重磅炸彈 而雷吉需要強力的夥伴 也正是為了積攒更多力量 以應對不久之後可能發生的巨變 在聽完雷吉的敘述之後 伏黑絲毫不為所動 要成為夥伴也不是不行 但在那之前 需要雷吉中人先把點數全部交出來 眼看交涉失敗 雷吉早已埋伏好的後手同時發動 手中利爪向著伏黑面門指刺而去 當他以為自己即將得手時 面前的伏黑卻憑控消失 轉瞬自地面的陰影中再次浮現 他將剛剛偷襲他的術士扛氣的同時 等待已久的御犬也向雷吉鋪去 伏黑接下來的動作更加狠力 將利爪術士直接置出大樓之外 單手換來懸於空中的弑神夜 雙翼帶著凜冽的狂風 向著對手後搖重重斬下 十幾層樓的高度加上夜的斬機 利爪出世落地的刹那 周遭建築皆是一陣 陷雨深刻中的他 更是奄奄一息 再無任何還手之力 讓伏黑沒有想到的是 互相累積的玉犬卻被兩把菜刀 直接貫穿上二血劍當場 在伏黑驚訝對方戰力的同時 一顆眼球卻突兀地從上方落下 伏黑剛剛察覺到這個詭異的物體 他就發生了猛烈的爆炸 這個讓人毛骨悚然的術士 來自於雷吉位於頂兒的另一同伴 在伏黑剛剛從煙城中走出時 麗美的血尾也同時襲來 伏黑矮身輕鬆躲過 順時將麗美直接置於地面 在他打算一氣了解這個三番兩次 觸犯他底線的女人時 剛剛位於露頂的術士也同時出現 和他的身影一同來到的 還有兩大袋莫名的液體 在伏黑和麗美都被淋了滿身時 伏黑才終於發現 那個袋子裡裝的是汽油 空中的術士三指一潭 幾顆斷牙向著他們快速飛去 看似沒有什麼威脅的物件 到他們面前時 卻發生了猛烈的爆炸 充電火光照耀天際 散射的砂石更是遍布各個角落 在爆炸發生前就躲入房間的雷吉 十分清楚伏黑並沒有受到什麼致命傷害 因為反應迅速的他 同樣選擇用房門 為自己擋下了大部分傷害 伏黑在最後關頭 還是沒有能夠狠下心 將麗美獨自留於房門之外 他原以為這樣的打擊 能讓麗美認清他所謂同伴的面目 但隨後刺入他腰間的斜尾 讓伏黑知道 這個女人徹底沒救了 即便遭受了那樣的傷害 他仍在大喊著 雷吉先生說了會保護我 說他喜歡我 就在這個時候 剛剛被伏黑置到樓下的術士 也出現在門口 這個局面讓伏黑覺得有些棘手 且不論雷吉的戰力如何 四對一的被動局面中 他很難在不殺死對手的情況下 拿下這場戰鬥的勝利 就在伏黑努力思考對策時 小金蟲卻突然出現 更是帶來了讓他無比心安的消息 有勇者為死滅回有最佳規則 總則時 勇者可以將任意點數 轉讓給其他勇者 隨著小金蟲播報結束 伏黑嘴角也揚起了許久不見的弧度 他的變退更是瞬間甩向 立於門口的術士 在對方剛剛想要反擊時 伏黑的術士也同時發動 滿像 在滿像巨大身軀的擠壓下 剛剛還有些猙獰的術士 直接被彈出了外 再次開始自由落體 就在他以為劇本要再次重演時 伏黑在葉的幫助下騎向他的身軀 手中立任甚至向著他的頭顱瘋狂刺下 落語與棚之上的術士 還想要語言表達自己的不滿 很勇的學術卻宣告著 他的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 在以最殘暴的方式終結對手以後 伏黑也終於醒悟 金蟹基已經不會被強制陷入廝殺了 自己不需要為了他們手中的分數束手出腳 他現在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盡自己的權力 解決掉眼前所有的麻煩 在伏黑重新落於地面時 雷吉和剛剛的爆炸術士也緩緩降落 唯一讓伏黑感到欣慰的是 伊美終於沒有再次選擇 相信這些自稱是同伴的人渣 但面前二對一的局面同樣棘手 伏黑在腦中不斷思考對敵策略 他甚至不知道該不該使用領域 畢竟他的領域還只是一個半成品 沒有辦法做到張開姐姐封出對手 一旦讓他們逃出領域的範圍 那個時候就力枯竭的自己 可就真的完全沒有勝算了 就在這個時候爆炸術士突然再度噴出一顆斷牙 就在伏黑準備調動周立防禦時 提到人影卻突然擋在他的面前 用自己的正臉擋下了威力不小的爆炸 在場的所有人都對這個闖入者感到十分意外 他卻在正面吃下一擊後 有人就掙扎著說出了自己的台詞 二對一你們真的以為公平嗎? 該如何稱呼你們這樣的人? 沒錯 就是卑鄙小人 卑鄙小人的攻擊是沒有用的 不惜你看 一根寒毛都沒有傷到 頭頂著噴湧的鮮血 喊出這樣的台詞 讓這場充滿著殘暴和血腥的戰鬥 突然多了一些喜劇色彩 這個闖入者正是曾經一直講的 不好笑段主的喜劇演員高宇史諺 在發表了充滿喜劇色彩的登場宣言後 高宇繼續頂著人在飆寫的腦門 開始進行自我介紹 有趣的是他自稱可以憑借面向 就大致看出一個人的善惡 當他轉頭發現浮黑並不友善的面孔 有些尷尬的主動終止了這個話題 在高宇喋喋不休的同時 雷吉和爆炸出師黃盧 也在觀察這個闖入者 討論無果後 他們決定直接開口詢問 喂 你是哪邊的啊 簡簡單單的詢問 卻喚醒了高宇奇特的腦迴路 原來如此 你是在問我是好笑還是不好笑嗎 是這個意思沒錯吧 才不是 我是問你是哪個年代的 我的這身戰衣是仿造最初 教會我報效的英雄做成的 我以這身戰衣的名義啟示 絕對不能冷場 我剛剛想出了一個段子 你們可以學一下 以後在喜歡的女生面前露一手 看著眼前世世代發的高宇 雷吉和黃盧很快擺號了防禦架勢 高宇的大招也隨即來到 瞧這一架子 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fie 剛剛還有些喧鬧的戰場 瞬間陷入了死地般的寂靜 腹黑幾人更是不悅而同的 感受到了一絲涼意 垃圾觀眾 就是你們這群把笑臉忘在娘胎裡的人 還偏偏要在劇場裡坐在前排 頭腦清醒的腹黑 感受著那股令人窒息的狂熱 想起了和他也許有著相同腦迴路的東堂 高宇的情緒 卻沒有因為冷場而又絲毫減弱 反而越加高漲 即便如此 我也不會棄你們於不顧的 因為我是 喜劇演員 高宇的雙腳和他的咆哮一同出現在黃如面前 在經歷了飛人的扭曲之後 黃如的軀體快速飛出 撞到無數建築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旁完整感受了這一季的雷吉 開始真是這個看似搞笑的對手 因為剛剛那一刻高宇爆發出了就力 遠超他所見過的任何一個術師 就在他緊緊盯著高宇時 一隻手正悄悄地從陰影中探出 雷吉敏銳地發生了周立的波動 一躍而起躲過了伏黑的突襲 伏黑利用這個難得的空隙 換來小青蟲查閱日車關鍵的情報 在看到日車名字後方各位數的點數時 伏黑終於可以確認是虎仗最佳的規則 而那也意味著他沒有必要繼續待在這個姐姐了 面前的雷吉卻並不打算放過伏黑 他還想著從伏黑身上回收損失的點數 眼看無法避免一戰 伏黑和自野臨時戰友也很快完成了分工 由高宇應對爆炸疏失黃盧 伏黑則獨自迎戰雷吉 黃盧率先發動攻擊 隨著他的眼球再次脫離身體 一發忍熱火箭彈也向著高宇轟去 令人意外的是 高宇緊緊揮動手中的紫扇 便將致命的爆炸引向空中 他的身形更是瞬間來到黃盧面前 手中紫扇也展向他的面門 沒想到紫扇僅僅是遮蔽了他的視線 紫扇消失的同時 他發現面前的高宇也失去了蹤影 消失的高宇此時已經出現在他的身後 等待著他的 是一技充滿就力的千年殺 從黃盧扭曲的面孔可以感受到 他的身體跟精神正在同時遭受打擊 但他只能咬著牙留下一句小瞧不起人 便被距離再次轟出 撞穿無數防務後消失在天際 另一側伏黑和雷吉的戰鬥也同時開啟 面前勢如破竹的滿像 刷新了雷吉對視神的認知 相比隨後噴出的水流更是瞬間化為一片汪氧 淹沒了半個街區 在雷吉努力躲避水流的同時 一道人影自上方遲到落下 雷吉反手甩出一張大王試圖困住來襲的伏黑 卻被伏黑用拖肚成功頂下 他的軀體也終於來到地面 雷吉雙手無動咒法再出 術章充滿咒力的收據瞬間浮於他的面前 再氣象 隨著咒力湧動 雷吉面前的收據瞬間化身力刃 向著伏黑直刺而去 伏黑利用手中咒劇配合不斷涌現的拖兔 成功擋下這一擊 兩人在幾番試探後 也都對彼此的術士有了基本的了解 伏黑的視神自不必說 雷吉的術士便是將身上的收據內容具象化 伏黑不斷讓滿像使用水流攻擊 便是企圖一次讓對手的收據失去效力 雷吉的術士除了食物具象化以外 還有進階的使用方法 隨著咒力再度點燃他手中的收據 雷吉瞬間變得熔光煥發 他剛剛所使用的收據便是五星級酒店的 金流養護三天兩晚套餐 他現在的狀態等同於在溫泉舒舒服服泡了個澡 又去到五星級酒店美美的睡了兩天 雷吉更是米瑞的發現伏黑的體力已經被消耗大半 並且短時間內無法再次召喚出 弓手兼備的玉拳來進行戰鬥 在這場雙方都沒有殺招的消耗戰中 這樣狀態的伏黑想要殺他幾乎沒有可能 更令他意外的是伏黑對此竟然毫不避諱 你說的很對 那麼 我要撤了 隨著一臉殺氣說出的撤退宣言 伏黑也被視省夜帶至白米高空 雷吉不慌不忙的招出兩架無人機 開始了空中追逐 自己更是變出一台小摩托車 不勤不慢的跟著空中的伏黑 從無人機傳來的畫面 雷吉看到伏黑的身影消失在體育館上方 進入其中的伏黑看著封閉的場館若有所思 這裡的大小和他預計的完全一致 雷吉的身影也同時出現在場館二樓 即便他知道伏黑進入這裡一定有別的目的 但他手中的術室讓他無所畏懼 兩臺卡車直接撞碎場館外牆 向著伏黑快速駛來 在他選擇彎下身去利用車體空隙躲過這一機時 兩個花盆卻突然出現在頭頂 沒有能夠防住這一機的伏黑 馬上迎來了雷吉的近身襲殺 在他身中平添無數傷口之後 雷吉再次發動了他的術室 詭異的是 這次飛向伏黑的竟然是一根蘿蔔 當他來到進前時卻突然解體 露出了其中暗藏的鋒 伏黑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右手擋下這一機 雷吉緊隨其後的一腳中他 更是讓他直接摔出數米之遠 雷吉看著艱難起身的伏黑 已經開始以勝者姿態討論著伏黑的生死 絕境中的伏黑卻開始說起了莫名的言語 結結束真的好難啊 不管怎麼嘗試 始終都沒有辦法讓空間大小跟現實重疊 那就只好把這個體育館的空間 轉用於我的領域 雷吉聽到一半已經有些驚驚 接下來的場景更是讓他心神俱正 領域展開 淺而暗逸停 我可沒說過 我沒有絕招 讓伏黑有些意外的是 面對暗影的侵蝕 面前的雷吉似乎並不擔心 更是雙手握拳做出了一個奇怪的手勢 奧義 這個有些特別的術士 便是新一流簡易領域的原型 並且同樣擁有著綜合領域 以及抵消領域避重效果的性能 隨著迷虛葛龍的出現 雷吉再度恢復了聖者姿態 但他的笑容僅僅維持了幾秒 跟隨著腳上的束縛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看著四周 將自己絲絲捆住的蛤蟆是神 完全無法理解 為什麼自己已經開啟了迷虛葛龍 卻依然會被領域中的術士擊中 這還要從浮黑的半成品領域說起 正常來說 術士都會在領域中盡可能的搭載 具備必中必殺效果的術士 迷虛葛龍和簡易領域 也都是為了防備這樣的術士而生 巧就巧在浮黑的領域因為還不完善 其中並沒有附加任何的必中術士 只不過可以最大化發揮 十種銀法術的潛能而已 也正因為他的不完善 才打了雷吉一個措手不及 用最平常的蛤蟆是神成功完成束縛 惱羞懲怒的雷吉剛想反擊 便遭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拳腳攻擊 浮黑連同他的暗影分身 將雷吉死死壓制 不留絲毫空隙 被通膠的雷吉倉促之下再度發動束縛 召喚出了利刃成功斬斷束縛 他的本體也手握長刀準備反擊 下一秒 卻被陰影中出現的分身直接放倒 一旁的浮黑也手握咒劇快速回下 雷吉快速扭曲自己的身體 橫刀擋下這致命一擊 浮黑另一分身突然撞向他的手機 卻讓他近乎昏厥 鼻血横流 這一擊也終於讓他閒悟過來 浮黑的領域裡根本就沒有避重束縛 這樣一個單純提升束縛性能的領域 他應對起來反而要棘手得多 更加可怕的是 如果浮黑在領域中 召喚出滿象對他噴水的話 在失去了大部分手劇的情況下 他很有可能會命喪於此 感受到生死危機的雷吉 很快想出了破解之法 數張手劇也隨著他雙手的舞動 來到場館上空 浮黑發現了這個異常 急忙命令士沈夜前往攔截 但還是完了一步 三台汽車從天而降 隨著他們落入暗影之中 位於領域中心的浮黑 竟同時被壓彎了身軀 雷吉自一開始 就感受到了來自領域下方的犀利 他很快判斷出 整個領域範圍內 全部都是浮黑的影子 這個既可以存放物品 又可以讓自己自由進出的空間 絕對是戰場上的一大殺氣 但雷吉也注意到了一個詭異的現象 那就是 咒劇的庫存太少了 浮黑從開始戰鬥之間 一直在用那把平平無奇的長刀 說你這個暗影空間 一定存在著某種限制 要麼是空間容積太小 浮黑為了能夠自由通行 無法放入其他物品 要麼是收納進影子內的物品重量 必須由本體承擔 浮黑現在的表現 無疑印證雷吉的第二個猜想 接下來的戰鬥也變得更加簡單 他只需要在注意腳下的同時 不斷利用手具給領域增加重量 就可以最終把浮黑生生壓垮 讓雷吉有些意外的是 浮黑在這個絕境之中 卻露出了一次有些瘋狂的效益 你也太想當然了吧 哪怕是半成品 領域終究還是領域 上面也是我的影子 隨著浮黑略帶顛狂的嘶吼 巨大的滿象也從退而降 帶著樹冰中的身躯 將雷吉死死壓制 兩人的戰鬥很快因為領域的特性 而陷入到了比拼耐力的拉鋸戰 雷吉身上的手具 雖然大部分都被水淋濕 但他還有一張殺手剪可以使用 他的大腦也開始飛速運轉 思考如何才能成功發動最後手段 他一開始想的是直接潛入陰影之中 發動殺手剪直接擊殺浮黑 但這個方案最大的風險 就是他並不知道在浮黑死後 領域中的物品會不會被一同釋放 萬一不會的話 他最終也只能跟著一起陪葬 在這一方案被否決之後 他決定頂著壓力冒險掏出殺手剪 就在他拿出手具並準備發動速視時 卻因為力量的失衡 被投定的滿象直接壓入陰影之中 落入陰影中的他更是瞬間陷入絕望 因為他的殺手剪並沒有發動成功 更可怕的是陰影中沒有絲毫氧氣 更沒有任何的福利和阻力 他只能在黑暗中不斷的下沉 直到失去一時徹底死亡 處於上方的浮黑依然不敢鬆懈 他要一直堅持到確定對方死亡 才能解除領域把物品排出 就在這個時候異變突起 剛剛落入陰影中的汽車 載著雷吉重新出現在地面 成功脫離神經的雷吉 也再次套出了自己的殺手剪 再氣象 隨著周力湧動 長逛上方開始劇烈震颤 此刻至上方落下的 竟然是一共兩層別墅 看著總重量超過30噸的巨型建築 向著浮黑落下 雷吉因為即將到來的勝利 而變得更加癲狂 就在他準備好迎接勝利的喜悅時 卻發現自己又無法呼吸了 感受著背後死死勒住自己的浮黑 雷吉終於反應過來 這次他落入了真正的水中 而背後傳來的重量 正源自於他施加給浮黑的重物 在感受到快要失去意識後 雷吉急忙解除了自己的舒適 他也終於浮出水面 呼吸到了新鮮的空氣 到這個時候他才反應過來 剛剛究竟發生了什麼 他們所在的是一所綜合體育館 地下一層是一個巨大的泳池 剛剛仿墓落下的刹那 浮黑瞬間解除了淋浴 讓起撞穿場館的地面 這才有了剛才水中的一幕 隨著全身的收據都被水浸透 雷吉的載氣象也無法再次發動 雖然收據本身並沒有直接損壞 但濕透的收據 就無法用咒力點燃銷毀了 此時的浮黑也因為展開過領域 同樣沒有多少咒力了 兩人即將在這個特別的戰場 開始一場短兵相接的肉搏戰 雷吉心中十分清楚 浮黑雖然嘴上說著召喚不出獅神 但他一定還留有餘力 想要等雷吉出現破綻時 再召喚出獅神一擊必殺 他唯一好奇的是 浮黑會召喚出 除了御城之外的哪一種獅神呢 雷吉腦中飛速暈轉的同時 擋下浮黑握刀的手腕 一擊鞭腿抽向浮黑的頭顱 在被成功躲開後 他的指踢也瞬間激出 重重踏在浮黑的胸膛 沒想到雷吉除了多變的術師 他的體術和強化術也同樣強悍 雖然赤手空拳 卻在連番交手中隱隱壓過浮黑一頭 他更是不斷觀察浮黑的每一個細微動作 他在等待浮黑交換世神後 面對即將到來的勝利而放鬆的那一瞬間 雷吉的側臉和半邊肩膀 在受牙肯視下直接消失 原來這才是浮黑真正留下的後手 他的浮黑並沒有因為那樣的傷勢 便失去行動能力無法召喚 浮黑一直在等的就是浮黑的身影 徹底從雷吉腦中消失的這一刻 浮黑的隱忍和佈置 讓雷吉輸得心服口服 不管是領域還是水功 都是為了藏起最後這張手牌 在營造了所有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之後 將對手一擊滅殺 浮黑也終於可以問出 他一直想問的那個問題了 你跟天然大人是什麼關係? 天原? 啊 想起來了 那個加雷敦還活著啊 嗯 但我沒問 先前雷吉提到死滅回遊墓地有假 讓浮黑不得不考慮 天原和俊所勾結這種極端情況 從現在雷吉的反應來看 應該是他躲綠了 就在這個時候 雷吉卻做出了一個 讓他十分意外的舉動 小智 把我的分數全部送給他 分數轉移完成 從雷吉處獲得了41分 你什麼意思? 別這麼兇嘛 就當作是將死之人的一點善行吧 我單純就是個湊熱鬧的 其實跟眷所並不熟 我只是有種預感 這樣做會讓事情變得更加有趣 拜託你了 是你殺了我 所以請你一定要受盡命運的擺步 再像個小丑一樣死掉 隨著浮黑收到最佳5分的提示 雷吉的第二次生命 也終於走到了盡頭 另一戰場卻正打得火熱 幹掉他了吧 還沒有 千萬別大意 他很頑強 你搞什麼飛機啊 為什麼你全身都是潤滑液 有可能是勾芡之喔 吵死啦 去死吧 雖然嘴上罵罵咧咧 狂怒心中 卻早已掀起了驚濤海浪 和引發的數次爆炸 已經足夠高於死傷 五次了 卻僅僅在他身上 留下了微不足道的傷口 更加害人的是 連他一開始受的傷 也在戰鬥中不知不覺痊癒了 而黃如卻沒有感受到 對方使用反轉術式的痕跡 就在這個時候 小青蟲卻突然傳來了雷吉的死訊 剛剛還無比暴躁的黃如 一言不發便轉身離開 既然連雷吉都已經死亡 這場戰鬥就沒有繼續的意義了 看著即將離開的黃如 高瑜突然想起了浮黑的膠帶 瞬間換上一副慘媚的笑容 開始追著他討要分數 兩人也在一生生去死中漸行漸遠 高瑜之所以有如此多匪夷所思的表現 正是因為他的術士超人 這個術士能夠將他腦中認為 能夠把人逗笑的想像變為現實 他甚至能夠對抗五條悟的術士 遺憾的是 高瑜本人對他的術士完全一無所知 在雷吉死後 浮黑想起了數次背叛了麗美 這一次他不會再留守 放過拓手可得的分數 在獠牙大口即將咬下的時候 浮黑腦中 卻突然想起了金美濟的聲音 告訴他 這樣不可以 隨著玉犬重新回歸陰影 浮黑也亮亮槍槍的離開 但身負重傷且周力枯竭的他 僅僅走了幾步 但失去意識倒地不起 就在他昏迷的同時 一道人影卻自空中緩緩落下 聖結的羽翼和頭頂的光環 他的身份也呼之欲出 將是可以解封玉門疆的天使 隨著浮黑獲得勝利 東京第一姐姐的戰鬥也暫時告一段落 下一話我們的視角將移至仙台 蠢愛戰神移過猶太 將在這個豬強臉立的封閉空間 以一己之力盪平一切 豬強臉立的仙台姐姐 從一開始戰況就要激烈得多 混戰過後 居然形成了由四大強者 互相牽制的微妙平衡 他們分別是 杜魯夫拉克達瓦拉 目前總共持有91分 是二次受肉重生的殊師 曾在戰亂時代創下單槍匹馬 鎮壓整個島嶼的壯具 更是擁有著兩種自立形式神 並且可以將他們的行動軌跡變為自身的領域 石流 龍 目前總共持有77分 比他的電吹風頭更加矚目的是他的咒力輸出能力 在死滅回遊中 是當之無愧排名第一的人形大炮 烏魯 亨子 目前總共持有70分 他是原藤氏直樹暗殺部隊日月星進隊的隊長 擁有著可以操縱天空的舒適 黑木 死 目前持有得分54分 是被眷所從咒靈超速中解放出來的蟑螂咒靈 目前還處於休眠狀態中 直到導入條件消失為止 這個四角之躍的微妙平衡 隨著其中一角的隕落而消失 斬殺他的正是殺入結界的遺骨猶太 石流龍和烏魯同時察覺到了杜魯夫事成的消失 石流龍換來小金蟲 查詢仙台結界中 一分鐘內點數發生過變化的勇者 成功將目光鎖定在持有35分的遺骨身上 雖然他和烏魯都不太在意杜魯夫的生死 但休眠的黑慕斯卻即將因此蘇醒 那勢必會讓局面更加混亂 收到入俏的遺骨 喊出剛剛就一直躲在橋洞下的人群 這是他進入結界以後陸續救下的幸存者 就等他剛打算把他們安頓在原本杜魯夫盤踞的體育館時 遠處傳來的怪異聲響卻讓他臉色巨變 趕快跑回體育館內 同時遺骨也注意到了 在蠻田蟲群的席捲方向上 還有一個正在奔跑的幸存者 聽著那幾乎要發不出來的呼救聲 遺骨的身形瞬間發動 僅一瞬就來到了蟲群之中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遺憾的是 幸存者的躯幹已經開始被蟲群啃視 遺骨只抓住了他的半個躯體 這個可憐的幸存者 更是在遺骨面前被蟲群啃光了每一寸血肉 僅片刻就只剩一副白骨 遺骨也不得不橫刀擋在身前 用自己的咒力阻攔瘋狂的蟲群 到這個時候他才終於發現 這一片獅人黑霧 竟然都是一隻隻活著的蟲群 他們在被咒力搶化後 馬上就成為了戰場上的殺戮機器 在吞噬完剛剛的幸存者後 這片獅人黑霧緊接著向橋洞的人群捲去 遺骨情急之下只能換出禮箱 遺骨也同時開始繼續咒力 準備迎接折迴的蟲群 害人的咒力自藏刀噴湧而出 黑霧中的一隻隻蟲群 也在源源不斷的咒力轟擊中全部被斬殺殆盡 這個粗暴的攻擊方式 使得在遠處觀察的蟲群龍和烏魯都大為震驚 雖說攻擊能力不算強悍 但那海量的咒力和突然出現的離鄉 都讓他們感受到眼前少年的可怕 成功剿滅蟲群的遺骨 也從小金蟲出獲取到了黑霧死的信息 黑霧死在發現杜魯夫的存在後 因為判斷自身象性處於劣勢 就以杜魯夫的生死作為導入條件陷入了沉睡 擁有無限食慾的黑霧死在蘇醒後立刻陷入了飢餓狀態 面對阻礙自己進食的遺骨 黑霧死本能的就要將其吞噬殆盡 而遺骨看著不遠處的黑霧死卻有了新的擔憂 因為姊姊中物資有限 他們勢必要增加一條可以進出姊姊的規則 但如果因此讓黑霧死這樣會無差別攻擊人類的勇者離開 絕對會成為外界的一場災禍 為了確保可以將這些危險的勇者消滅 必須先建立起姊姊之間的聯繫 這樣除了曾經撫黑提議的兩條規則之外 還需要追加聯絡手段和進出姊姊的規則 姊姊知道大家在經歷色谷一戰後 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都沒有太多餘力了 他也不想讓老師再次體驗親手殺害自由的滋味 那麼他只能自己拿下400分並且首刃鑽索 面前的黑霧死也開始有了新的動作 他將手伸入黑霧之中拿出了一把模樣害人的盾刀 那是在生死之間交錯的魔劍爛生刀 黑慕斯提刀的右手高高揚起 就要朝著姨姊的頭顱斬下 下一秒他握刀的手臂就和驅幹直接分離 更是被姨姊的長刀死死釘在地面 姨姊的身形也隨之來到面前 右手裹斜距離向著黑慕斯的軀體重重靠去 黑慕斯在翻滾了術救之後 利用自身羽翼順勢飛向空中 姨姊越上朝面將尾欄徒手卸下 向著空中的敵人直接自去 他的身形也抽刀而上 手中長刀高舉過頂 向著黑慕斯的頭顱壯壯批下 在刀刃鈴身的剎那 黑慕斯調集重新擋在刀下 在消耗了無數蟑螂之後 黑慕斯也終於離開姨姊的攻擊範圍 重新化身死亡龍卷 交戰中的姨姊也敏銳地感受到了 來自遠處的注視 他基本可以確定 這兩條並不友善的目光 來自於得分最高的石流龍和烏魯 因為黑慕斯是咒靈的關係 姨姊想要獲勝十分簡單 只需要像和胡杖對戰時那樣 把反轉速式的正面能量打入體內 但因為石流龍和烏魯的存在 他並不想這麼快暴露自己能使用反轉速式的情報 也不想召喚還在體育館保護性存者的理想 那麼他想要服出眼前的咒靈 只能利用好手中藏刀和無窮無盡的咒力 意外的是眼前的咒靈卻突然開口言語 為何要來狂愛我 為何要殺掉我們 這問題我還想問你呢 我喜歡鐵的味道 隨著黑慕斯的嘶吼 他的體內也湧現出兩股黑霧 術士更是隨之發動 土蟲如定 兩隻長相詭異的土蟲陷於身前 黑慕斯也同時利用黑霧化地為牢 企圖將一股困於其中 一股將長刀猛的插入地面 澎湃的咒力瞬間化身龍卷 將漫天黑霧直接撕扯粉碎 他也注意到了正在接近的土蟲 兩刀將其直接斬殺 黑慕斯的躯體卻也在同時接近 手中盾刀重重砍向一股的頭顱 一股橫刀擋下後 爛生刀的孔洞中卻突然噴湧咒力 一股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 左肩瞬間騰擊一片邪霧 就在他剛剛撤住黑慕斯的攻擊範圍時 卻突然感受到肩部的劇痛 竟然是剛剛一擊中鑽出的幼蟲 正在瘋狂吞噬他左肩的血肉 一股揮刀斬弱惹人的幼蟲 黑慕斯的盾倒也同時來到近前 咒力再度噴湧 隨著一隻幼蟲自一股胸膛鑽出 遠處觀戰的兩人似乎也看到了這個少年的結局 就在黑慕斯準備好好享用這個充滿就力的躯體時 一股的眼中卻突然浮現一絲瘋狂 牢牢抓住黑慕斯的頭顱 對著他一口咬下 隨著正面能量的傳遞 面前的黑慕斯也瞬間炸為無數碎塊 一股最終還是暴露了他會使用反轉疏式的情報 剛剛粗暴的最後一擊更是讓遠處的石榴龍大為驚嘆 就在這時一股耳畔卻傳來了一陣地獄 原來你會用啊 反轉疏式 一股還未來得及驚訝突然出現的烏魯 他所處的空間便開始扭曲 更是隨即帶著一股的身體 一同消失在晴空之下 上一話中一股連斬兩亡 卻也同時暴露了他能夠使用反轉疏式的情報 就在他剛剛準備喘息時 烏魯卻突然出現在身側 更是瞬間扭曲空間 將一股重重甩出 將地面砸出一個深坑的一股 還在疑惑剛剛有些詭異的攻擊 烏魯的下一波打擊也已來到 他一拳轟在一股左肩時 一股充滿周力的重拳也同時擊出 面對即將擊中自己的鐵拳 烏魯卻做出了一個詭異的動作 他的左手對著虛空一把抓下 隨著空間開始扭曲 一股發現自己的右手居然正在變形 烏魯的手機也同時來到 一股在烏魯的重擊下滑出樹米之後 才停下身形 讓他十分意外的是 他的右手已經恢復如常 並且沒有任何傷痕和痛感 這也讓他對烏魯的樹勢有了初步的判斷 他的樹勢可以操縱空間 但又無法將對手和空間一同摧毀 他似乎是能夠製造出 類似透鏡折射一樣的扭曲平面 就在一股不斷思索時 烏魯卻主動公開了自己的樹勢 烏魯的樹勢 是可以抓住天空的平面 就像這樣 隨著烏魯將周圍的景象 彷彿畫布一般扯下 一股也再次陷入了沉思 他回憶著烏魯的前兩次攻擊 都武士防禦將他直接打飛 這個看似簡單的平面內 恐怕還有其他的秘密 就在烏魯焦急的等待一股主動進攻時 一股卻突然說起了莫名的言語 姑且問一聲 你應該算是 即便被殺了也無可厚非的人吧 缺乏實力的人這樣神明拼殺我可以理解 但像你這樣的強者 完全可以在需要的時候輕鬆獲取點數 為什麼還要這麼積極的戰鬥呢 怎麼 對現在的書師來說 瘦肉是那麼司空見慣的事情嗎 對我們來說 這可是重生啊重生 若是第一次人生毫無遺憾的話 又怎麼會對眷所的誘惑懂心呢 此面回憂不過是我們第二次人生的第一戰而已 而且又是眷所不得局 總得多準備一些分數來預防突發情況吧 聽著烏魯的言語 醫護臉上也開始出現怒意 你沒有獵人或者是朋友嗎 只是因為心有不甘 就要在幾百年後 對無辜的人痛下殺手嗎 為什麼你能為了一己私欲 就做到這個地步呢 遺固的言語卻讓烏魯回憶起了 數百年前被人在逆臨周圍 瘋狂試探的痛苦感受 以及那一個個身著滑浮的腦人身影 你是藤原的後人嗎 你這樣的世家子弟 又懂得什麼啊 就在兩人爭吵的同時 石流龍頭頂的大炮也以蓄勢待發 冰沙衝擊波 暴力的能量在這個無人的城市進行宣洩 周立所過之處再無任何完整的建築 只留下一道深深的溝壺 和仍屹立於中心的遺固 遺固和烏魯不約而同的看向炮筒仍在冒煙的石流 遺固此刻最擔心的依然是體育館內的人群 像石流這樣的大範圍攻擊即便有理想守護也很難保證他們的存活 烏魯則因為黑木死和杜魯夫的死亡 重新開始分析當前的局面 很快他們就得出了一個相同的結論 必須把石流龍給幹掉 想法漏定的遺固瞬間發動 他選擇從正面朝著石流奔襲而去 石流驚訝於對方勇氣的同時 周立大炮接連發動 他要在遺固到達這裡之前把他徹底烘碎 遺固用自己的極速成功躲過第一發炮彈 但他馬上需要面對的是一左一右夾擊的攻擊 尷尬局面 遺固身形旋動勉強躲過一擊 在第二發炮彈即將命中的刹那 他利用身旁的電線桿將移動方向徹底逆轉 成功化解了剛剛的必死之局 脫離險境的遺固猛踏地面 速度再度提升向著石流奔去 而空中迎接他的 卻是數量比剛剛多了一倍的周立衝擊 暴力的能量全部落於一處 巨大的衝擊讓地面都為之震颤 石流努力的在硝煙中尋找遺固的蹤跡 當他發現廢墟中沒有任何人影時 遺固的身形已經躍至他所在的樓層 他也終於想起那座橋上有遺固之前砸出的孔洞 石流思考的同時遺固的手機也已來到 在這個劍拔弩張的時刻 遺固提出打得低調一點的請求 卻讓石流更加不滿 他已經經歷過一次八分寶的人生了 即便在那一生中身邊的所有人 都帶著一臉你還有什麼不滿的表情看他 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一生裡他從未被真正滿足 他需要的是一個有甜品的人生 石流率先發動攻擊 兩人很快在頂頭展開了數次交鋒 石流的瞬間爆發力讓遺固不得不小心防禦 遺固海量的咒力也讓石流大為驚嘆 兩人短暫錯身同時開始繼續咒力 開啟了最大輸出的兩人 在屋頂進行了一次實際碰撞 碰撞中心因應有雷莽閃動 駭人的衝擊更是使得地面瞬間陷落 爆發力不如對方的遺固 僅堅持的片刻就被距離彈出 狀方偉爛連滾數咎才重新找回平衡 而一旁等待著他的 卻是石流頭頂閃著光芒的炮口 冰沙 衝擊波 足以毀天滅地的咒力洪流 似乎下一秒就要把一股徹底吞噬 令人意外的是 一股居然單手接下了所有的衝擊 他的身形更是瞬間來到石流面前 凝聚了全身咒力的一拳 也向著石流重重砸下 這足以漢地的一擊卻沒能打滅石流的戰役 咒力瘋狂在頭頂季節 用最暴力的方式將一股聲聲鼎飛 服務雙子禍不擔心 還在下墜的一股 卻迎來了早已蓄勢待發的烏魯 他所操縱的平面確實沒有那麼簡單 術式打擊的目標並非人 而是天空的平面 平面之上的敵人對他來說 脆弱得如同一層薄冰 隨著一股被轟入樓中 石流也陷入暴怒 他無法接受自己即將入口的甜點 被這個女人搶先吞下 面對來襲的咒力衝擊 烏魯再度抓起深究的平面 在經歷的數次迴旋扭曲之後 衝擊波精巧的石流折返轟下 平身第一次被自己衝擊打中的石流 坐於廢墟之中顯得有些狼狽 剛剛正面吃下烏魯一擊的遺骨 也帶著疲憊的軀體回到了樓頂 石流看著仍在使用反轉速式恢復的遺骨 猜想他的咒力可能也即將枯竭 在連續擊殺了杜魯夫和黑慕斯之後 不管他的咒力總量有多麼可怕 此刻也應該見底了 眼看對手即將失去戰力 石流星中卻是大嘆可惜 無論多麼高級美味的蛋糕店 在每天即將閉店時 已經變得稀稀拉拉的展示櫃 也會讓人失去所有的食慾 而他所不知道的是 他眼中已經索然無味的甜點 甚至都還沒有拆開自己的包裝盒 來吧 李翔 該用全力了 隨著一股將戒指套入 他的體內竟再度湧現出一股駭人咒力 如同來自名副的兇手 開始在天地間嘶吼咆哮 遺骨此時湧現出的咒力 讓烏龍和石流都大感震驚 而此時的李翔也打開了自己的身體 其中竟藏有無數形態各異的咒劇 現在出現在遺骨身旁的李翔 是其本李翔成佛以後 留在遺骨身上的外置書式 以及咒力儲備 在遺骨通過戒指和李翔連接之後 並可以使用書式使得李翔完全解放 並且在五分鐘的時間裡 持續獲得來自李翔的咒力攻擊 遺骨很快選好了趁手的咒劇 在他雙拳咒凱加身的同時 決戰也同時拉開序幕 烏龍看著向自己衝來的李翔心中大怒 對方選擇從自己開始 那就意味著他被當成了更弱的那一個 就在烏龍抓起天空準備迎擊時 他也注意到了一直沒有動作的遺骨 他拿手眼珠的口鼻和那個冷漠的眼神 讓他隱隱有些心驚 烏龍在見到遺骨臉上符文的同時 便立刻捂住了自己的雙耳 但近乎無解的咒眼珠 又怎麼可能被如此輕易的擋下 帶有詛咒之力的音節詳細的同時 烏龍的身體也失去了行動能力 只能眼睜睜看著遺骨和李翔的重拳 在他的躯體上奏響死亡續去 遺骨同樣沒有忘記在一旁觀戰的石流 在人形大砲再次發射的同時 他和李翔也兵分兩路 遺骨繼續追擊已經重傷了烏龍 而李翔則獨自面對駭人的衝擊 李翔選擇了和遺骨同樣珠寶的方式 正面接下來威視驚人的周力衝擊 石流從這一季中感受到 面前對手的堅硬程度 甚至比遺骨還要可怕 而硬吃下一機的李翔 也因為右手的灼傷 面目開始變得猙獰 石流甚至沒有看清李翔的動作 便被塑到了鐵拳轟飛的身體 就在李翔準備再補上一拳時 卻引來了石流迅猛的反擊 原本因為甜品變質有些低落的石流 也因為李翔的出現 石流震旺呢 讓我們盡情享用吧 另一側追擊烏魯的遺骨拔下幾根自己的頭髮 周力勇動下他們竟變成了一個個小行李箱 面對剛剛蹂躏過自己的對手 烏魯變得更加癲狂 而他口中咆哮的言語卻忍在訴說著百年前的屈辱 永遠都是藤原在擋我的路 你們就這麼害怕 我出人頭地嗎 烏魯此刻踩碎的 彷彿不是眼前敵人的術士 而是他口中藤原的頭顱 數百年前 他所隸屬的藤氏暗殺部隊日月星進隊 是一支永遠活在陰影中的隊伍 身為其中一人的他 甚至連名字都不配擁有 而他口中的藤原 卻將他從陰影中拉出 給了他名字和對未來的希望 卻只是為了讓他 給犯下屠戳同族大罪的自己 當替死鬼 就當他即將把滿腔怒火盡情宣洩時 就發現自己的身體憑空出現了術道傷口 鮮血更是控制不住的噴湧而出 最讓他意外的不是怡虎擊傷了自己 而是剛剛這樣把世神的軌跡化作領域的術士 正是已經陣亡的杜魯夫的看家本領 他也終於反應過來 怡虎的術士並非咒嚴術 而是近乎無敵的模仿 在一種激烈的招風之後 幾人再次回到同一屋頂 怡虎敷敘事已久的重拳 被污辱雙手擋下 但他眼中的戰役卻沒有減弱一分 我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對你做了什麼 但人只為自己而活的話 總有一天會撐不下去的 閉嘴 應該為他人而活 沒必要想著什麼出人頭地 會這樣高談闊論的 永遠都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怡虎還會來得及反駁 卻感受到一旁瘋狂湧動的咒力 暴躁的石流不想再聽這些毫無意義的爭吵 他要用最強橫的手段結束這場戰鬥 一旁的一骨和烏魯 感受著石流的移動 也同時將咒力輸出開制最大 三人同時開始施展自己的最終奧義 領域展開 當多個領域同時展開並發生碰撞時 彼此的避重效果將互相抵消 在這個混亂的時刻 烏魯和石流的想法竟然出奇的一致 絕不能放任李香進入結界之內 而就在三人展開領域的前一瞬 被石流一拳打出20米開外的李香 也確實來不及在姐姐構築完成之前 回到遺骨身邊 但他們所不知道的是 李香體內遺留了奇本李香的遺跡 那古遺跡絕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隨著額頭上的獨眼睜開 被觸及逆臨的李香輸出再度提升了一個等級 就在這個時候 姐姐內卻響起了一道有些熟悉的聲音 本該灰飛燕滅的黑色惡魔突然現身於姐姐之內 此刻的意外情況還要從黑慕斯休眠之前說起 他在進入休眠之前就完成了單性生食 身為母親的黑慕斯一旦被服出 他的孩子便會再度獲得來自日本全境的詛咒之力 身為勇者的黑慕斯確實已經死亡 此刻出現在姐姐內的是身為咒靈的黑慕斯 三人在姐姐內的叫風而突然闖入了黑慕斯 讓這個本就不太穩固的空間開始充滿裂紋 緊緊片刻姐姐就徹底崩壞 四人再度回歸晴空之下 烏魯的注意力很快被相信不合的黑慕斯所吸引 一部敏銳的發現了這一異常 他的鞭腿也同時出現在烏魯身後 烏魯被激落的同時 他嘗試再度發動舒適 但很快他手中的天空就隨風飄散 因為當領域展開之後 會出現短暫的舒適熔斷 在這期間舒適無法使用任何的舒適 渴望血肉的黑慕斯里來到近前 向著烏魯沒有防備的肉體一刀斬下 張口珠再度出現無數幼蟲 將烏魯的手臂生生啃斷 更令他感到絕望的是 爭著毒焰的禮箱也隨之出現 竟然將他的斷臂一口吞下 這意味著烏魯即便使用反轉舒適 他的手臂也不可能再恢復了 騰遠 烏魯的咆哮換來的卻是時而冷漠言喻 夠了烏魯 沒人邀請你們來這張殘桌入座 冰沙衝擊破 汹涌的咆哮洪流帶起烏魯殘破的軀體 而剛剛還在張牙舞爪的黑慕斯 一同烘於石壁之上 十六個術士非常的簡單粗暴 就是單純的咆哮放出 他也是唯一一名無論是否使用術士 都能打出同等攻擊的術士 這使得他並沒有受到領域展開後術士熔斷的影響 依然保持著最高輸出 將烏魯打入廢墟之中 再無半點生息 而與他一同受到咒力衝擊的黑慕斯 以捨棄的半邊身體為代價 僥倖留得性命 但很快補上他頭顱的手掌 隨即宣判了他的死亡 在黑慕斯第二次被遺固使用反轉術士烘碎後 戰場上僅剩下遺固和石流兩人 石流早已準備好了他的餐桌 來享用等待了許久的甜點 而術士尚未恢復的遺固 眼中戰役卻沒有減弱一分 他將和完全替李相一同開啟這最終一戰 周莉總量驚人的遺固 也只有在李相完全顯現的狀態下 才能像石流一樣將周莉化作衝擊射出 但即便在解放狀態下 他的最大輸出仍然略遜於石流 所謂遺固目前的最佳作戰方案 是搶身積蓄足夠多的周莉 在石流達到最大輸出之前發射 但當他感受到石流身上那股 等待了400餘年的渴望 以及與之對應的炙熱眼神 遺固的心結隨之解開 他也終於明白了究竟為什麼要戰鬥 那一刻的迷霧 讓他拋棄了所有戰法 選擇為了這個狂熱的男人全力以赴 不過只能一次喔 很過400年的周莉碰撞 在這個千代之城 上演了一場華麗的煙火技 感受著爆炸中心傳遞出的巨大能量 石流感動的幾乎要流下淚水 他體內的戰鬥細胞也在這一集下被全部激活 你真是太太太Sweet啦遺固 就是這樣繼續來啊 來多少次都行 石流的炮口再度開始凝聚就力 準備迎接下一次衝擊 當夜城散去時 出現在他面前的居然是李箱 而此時的遺固正從另一側 向他奔襲而來 石流對於李箱能夠單獨發射衝擊有些意外 但他對此卻並不擔心 同時舉起了自己的左手 遺固能夠做到的事情 他也一定沒有問題 在他單手接下威士驚人的衝擊後 遺固也來到了石流面前 看著近在咫尺的對手 石流覺得勝負一定 畢竟剛剛對方也展開了領域 還與他一同就餐 就算實力再怎麼強悍 此時應該也還沒完全恢復 石流腦中思考的同時 炮口的就力也同時集結 冰沙 衝擊波 少年揚起的拳頭 竟把衝擊直接打入天空 這意味著遺固的衝擊熔斷已經結束 他可以正常使用衝擊了 第一次感受到遺固模仿之力的石流 被眼前烏魯的衝擊驚得說不出話來 他雖然早已想過遺固並不只是一個咒嚴師 他身後的李香可能掌握有其他衝擊 但他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 遺固的衝擊竟然是逆天的模仿 這樣超越常理的衝擊一定伴隨著嚴苛的發動條件 石流不斷回憶剛剛的戰鬥 終於想起了烏魯斷臂被李香吞下的血腥場景 一定就是那個時候完成的模仿 石流找到答案的同時 遺固的魚手羅蛋也成功擊中了他的躯體 李香的重拳緊隨其後 給他的頭顱送上一劑暴擊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李香與遺固連接的五分鐘實現一道 石流寒怒的重拳也將李香的躯體 徹底烘碎 遺固的攻勢卻並會隨著李香的消失而放緩 拳腳交替出現在石流躯體之上 兩人死而握拳 死而按掌 骨肉碰撞聲一時間不絕於耳 石流也在這樣的戰鬥中 徹底激發了所有戰鬥潛能 他體內的每一個細胞 都在這酣暢淋漓的戰鬥中 感受到了全力以赴之後 真正的甜美 就在他認真享受戰鬥時 一鼓吹突然雙手同時抓住他的外套 用盡全力向下一程 到此為止了 啊? 自擦闖落下的駭人衝擊 讓周遭地面盡數崩碎 位於衝擊中心的石流 更是被轟得連頭頂的砲口 都彷彿凋零的花瓣 再也提不起半點咒力 在倒下的那一刻 他也反應過來 這道從天而降的衝擊 來源正是他自己 一鼓利用烏魯的術式 改變了衝擊的軌道 讓他衝向天空之後 再次通向自己 倒地的石流眼中 卻沒有任何戰敗的落寞 他的臉上滿是寶餐之後 毫無遺憾的滿足 城門款待 我吃飽了 讓石流有些意外的是 一鼓並沒有選擇擊殺自己 反而在廢墟之中 看著天空發起了呆 讓他更加意外的是 烏魯也在衝擊下僥倖存活 放鬆下來的石流 也開始對烏魯和一鼓 戰鬥中的爭吵更加好奇 那傢伙跟你講了好多話 難不成是吃醋吵架了 對 就是這樣 你別懶得解釋 就隨口敷衍我 他講的那些我無法反駁 不管說什麼 對他而言都是傷害 因為我的遭遇 比他好了太多 看著一臉茫然的石流 一鼓也終於想起了正事 先不說這些了 請把你的點數給我吧 看著更加盲人的石流 小金桶適時出現 介紹起了新最佳的規則 總則時 勇者可以將願意點數 轉讓給其他勇者 原來如此 要是沒有這一條 你已經把我們都給殺了吧 誰知道呢 記得要感謝我的夥伴們喔 登頂仙台的一鼓 在獲得烏魯和石流轉讓的分數之後 目前總共持有190分 他也帶著和絮的笑容 為了那個400分的艱難目標 再次踏上了征途 就在一鼓離開之後 滿是殘垣斷壁的戰場上 卻出現了一個瘦弱的身影 在澀谷一戰中經歷了絕別的他 在珠強伶俐的殺戮遊戲裡 又將面臨怎樣的生死挑戰呢 隨著一鼓成功登頂 仙台姐姐的戰鬥也暫時落下為幕 下一話我們將來到東京第二姐姐 全身狀態堪比一鼓的成金次 也將在此揭曉舒適的真正奧秘 在一鼓帶著190分踏上征途的同時 東京第二姐姐也迎來了一個特殊的玩家 如何才能算是一個漫畫家呢 判斷的依據又是什麼 漫畫家是沒有執照的對吧 是看有沒有連載的經驗 那未免太過粗暴了吧 或者說有沒有出過書 這個辦法也太過實了 面對坐於自己桌上喋喋不休的 外國漫畫家 正在看稿的編輯腦中 只有一個想法 拜託你坐回椅子上好不好 出於禮貌 他還是選擇隨便找了一個話題 回應對方 你的日語說的挺流利啊 哪裡哪裡 你那日語才叫厲害呢 呃 可我是日本人啊 這個銀髮閉眼的漫畫家 隨即開始說起了自己的身世 雖然他的父母都是法國人 但他生於日本 長於日本 嚴格來說也是一個日本人 編輯對於自己打理他的行為十分後悔 他決定先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作品上 但隨著他翻閱畫稿 眉頭再次皺成了一團 這部漫畫讓他有些一言難盡 隨著他口中稀鬆平常的評價出現 漫畫家的眼神開始漸漸變得陰沉 其中埋得過深的老梗 配合上有些成人像的畫風 更是讓編輯連連搖頭 漫畫家的臉色也徹底陷於陰雲之中 編輯最後的點品更是送上一劑寶機 你的畫工也有很大的問題啊 比如這張圖 現實中人的手指怎麼會完成這樣呢 你仔細看個 這下就跟漫畫裡的一樣囉 既然那麼追求寫實的畫面 就去看真人電影啊 這裡不是集音社嗎 竟然理解不了在那所謂正確無比的畫作中 無法誕生的魄力和氣熱 真是太不像話了 韓怒離開的漫畫家名叫查理·貝爾娜 同樣是被選為勇者的現代術師 不被人認可的作品 使他心中始終引繞著那個問題 漫畫究竟是什麼 而漫畫家又是什麼 此刻他將這個問題拋給了座於對面的秤 隨著秤簡潔有力的回答 兩人再度陷入沉默 在兩個男人共同坐著摩天輪的詭異場景下 查理卻向秤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請求 拜託你給我一個戰鬥的理由 在這場死面回遊中 大家戰鬥的理由都太消極了 要畫戰鬥漫畫的話 必須要有個能讓讀者想要看下去的理由 拜託了請想辦法讓我恨你 讓我恨不得立刻殺掉你 你是漫畫家對吧 是的 你畫我的狗屁漫畫 跪下來求我我也不看 別在那邊婆婆媽媽的 有種你就過來 噁心的死宅 隨著趁直擊靈魂的言語 查理眼中隱隱有火光閃現 更是很快便充滿了淚水 為什麼 要說得這麼過分 伴隨著強行加入的恨意 查理武動手中畫筆相稱功去 趁甚至都沒有把手從口袋中抽出 就輕鬆躲過了這一擊 查理緊隨其後的披斬 也被趁一擊鞭腿輕鬆打回 在這個劍拔弩張的時刻 查理忍未忘記 向自己的對手訴說著 自己曾經遭受的苦難 漫畫家們都會在自己的腦海裡 虛構出一個世界 那是因為現實無法滿足他們 然而在我們世界裡 卻突然出現咒術這樣虛構的東西 無論是作為讀者還是漫畫家 我都已經動力全無 你知道這種心情叫什麼嗎 叫 閒的蛋疼 是絕望 查理含怒的一擊 成功在蹭的側臉 留下一道血痕 但蹭僅是握拳 稍稍擋開筆尖 並繼續回歸到 雙手插帶的悠閒狀態 查理接下來的動作 讓他終於無法再保持淡定 隨著查理口中條件已滿的莫名言語 筆尖同時開始綻放光芒 下一秒 那道微光突然出現在蹭的胸口 瞬間畫作燃燒著皺力的方格 發現身體並沒有什麼變化的稱 再次恢復了吸血的笑容 並且一氣飛涕向著查理掃下 讓他有些意外的是 查理竟然無比輕鬆的躲過 並且在他尚未反應過來之時 給了他一技中擊 被這一擊打出十餘米遠的蹭 感受到查理的動作有些不對 與其說是閃避 更像是他提前知道了自己的行動軌跡 面對未知的術事 趁熱終於將雙手露出擺好戰鬥姿態 查理卻悠閒的提筆向他走來 你終於肯把手從口袋裡拿出來啦 不對 應該說是把口袋從手上拿掉啦 是把手從口袋裡拿出來 在趁被這個毫無意義的討論搞得輕輕爆跳時 查理也終於介紹了他術事的奧秘 趁胸口燃燒著皺麗的方格 便是漫畫中的格子 就彷彿看漫畫時 眼角的餘光能夠撇到左下角的內容一樣 此時的查理可以看到不遠的未來 目前他已經可以看到大約一秒之後對手的動向 當他手中的畫筆 狙戰杖 蓄滿更多墨水之後 他甚至還能看到更加久遠的未來 聽完這個有些逆天的能力 趁趙莉挠了挠頭 似乎對此並不怎麼感冒 能看到未來 是吧 花音未落 查理眼中趁的身體已經化作殘影 趁對於這個術事的解法十分簡單粗暴 既然你能看到未來 那我就會連術事都趕不上的速度 將你直接轟爆 趁開啟了急速的一拳 再次被查理輕鬆躲過 查理手中的畫筆 也向著趁的頭顱壯壯麗下 被擊中的趁卻沒有絲毫亂 似乎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原來真的能看見啊 但是也不過如此嘛 花音未落趁的身影直接憑空消失 下一秒他對鐵拳已經轟入查理的去幹 趁通過剛剛的腳手 已經發現了查理術事的弱點 術事所預知的未來 必須用肉眼確認才行 他只要一直從查理的死角進攻 並可以無視這個逆天的術事 正面之下趁幾次衝擊的查理 從傷口處感受到劇烈的疼痛 被撐粗糙咒力摧殘過的位置 彷彿被錯到錯過一樣 令人難以忍受 劇痛之下查理也想出了反制的方法 既然知道他會從死角攻來 那就用自己的攻擊把死角全部鎖死 查理敏銳的捕捉到了身後的移動 但他的斬擊卻仍未擊中對手 更是換來了一技充滿咒力的重拳 查理剛剛擺好架式撐的身影已經再度鈴聲 與之一同出現的 還要讓查理感到有些膽寒的言語 像你這樣的宅男 如果只是稍微教訓一頓 恐怕還是不長記性 以後說不定又為了自己找各種理由攻擊他人 所以還是要痛打一頓來得徹底 在查理的躯體被撐轟飛的同時 撐也以發動急速來到落點等候 讓他沒有想到的是 筆尖的鋒馬竟快過他的身體 在他額頭再次留下一道血痕 被取消了全部遮羞布的查理 也開始變得歇斯底里 現在我能看到兩秒之後的未來了 我會在未來的死角等著你 還有你擺的 這是什麼造型啊 哼 領域展開 作殺博圖 作殺博圖是一個以風靡日本的 柏青哥彈珠遊戲機為原型的領域 因為國內幾乎見不到柏青哥的關係 這裡需要先介紹一下柏青哥的玩法和特點 簡單概括 柏青哥是一台帶有動畫劇情的老虎機 並且由鋼珠作為籌碼發動 當鋼珠落入中央的洞口時 屏幕上的劇情就會隨之推動 同時出現的就是如同老虎機一般的抽卡遊戲 只要屏幕上出現三個相同的圖案 就代表你中獎了 能直接獲得一定數量的鋼珠 並且用它們兌換等額的日元 即便沒有中獎 也會推動劇情繼續變化發展 讓玩家身陷其中 不斷開啟一輪又一輪的遊戲 在一次次讓人狂熱的抽獎中 將自己的籌碼全部輸光 而趁本次展開的領域 會不斷發動抽獎 和薄青哥規則相同 只要集齊三個相同圖案就會中獎 獎品則是領域帶給秤的巨大增幅 在這個中獎概率只要239分之1的遊戲中 秤擁有的特殊能力 讓它每一次播放動畫都能直接達到賽典 也就是手握兩個相同圖案 只要再出現一個相同 就能直接中獎的狀態 除此之外 作為發動道具的鋼珠 和預告演出中會出現的車門 都有綠 紅 金 三個顏色 依次代表著低 中 高的中獎概率 在進入賽典推動劇情發展之後 不同的場景也會擁有不同的中獎概率 更加有趣的是 即便出現期待值較低的劇情場景 也有可能因為出現特別劇情 導致機會提升從而抽中大獎 在對秤的領域有基礎了解之後 我們回到它和漫畫家的戰鬥 隨著秤的領域發動 這個複雜無比的規則 和撕裂純愛列車的介紹 也一同灌入查理的腦中 他一邊大吼著別把這種垃圾信息輸進我的大腦 一邊被秤拖入領域之中 看著周圍的環境變化 查理瞬間判斷出 他們當前所在的是通常階段 對面的秤同時出手甩出一顆鋼豬 查理抬皮抵擋 當鋼豬掠過他的臉頰時 他注意到了這顆鋼豬的顏色是綠色 緊隨其後出現的 便是似乎可以將他攔腰斬斷的車門 而這一次車門的顏色是紅色 隨著代表更高概率的車門關閉 腦中也有完整規則的查理知道 趁此時的攻擊就是預告演出 而因為秤的特殊能力 在預告演出之後 他們馬上就要迎來賽典 此時遊戲也正式進入抽卡環節 已經獲取兩個4號角色來到賽典的秤 只要再抽中一個4號角色加騰空 就能獲得大獎並得到巨大的增幅 隨著這一輪遊戲進入賽典 他們所出的場景也開始發生變化 出現了對應的劇情動畫 看著奔向站台的男主角戲會 查理認出了 這是期待值最低的賽典動畫 交通系IC卡劇情 如果這個時候 男主角戲會順利通過檢票口 按時到達公司 就代表稱抽中了大獎 瞬間反應過來的查理揮動手中畫筆 向著動畫中的細灰轉去 遺憾的是 他的攻擊並沒有奏效 他們現在所看到的 僅僅是劇情動畫CG而已 使用物理手段干預 並不會對中獎結果 產生任何影響 身處遊戲中的查理 此時只能選擇在一旁靜待結果 或是在動畫結束之前 將撐擊敗 看著這個期待值並不高的賽典劇情 查理並不打算拿自己的生命冒險 隨著動畫中男主角戲會 被檢票口攔下 這一賽典也出現的結果 撐並沒有中獎 通過這一輪遊戲查理也印證了一件事 他通過畫筆預知未來的能力 對賽典劇情完全無效 隨著兩人再次回到通常階段 查理也逐漸理解了這個領域 只要撐沒有中獎 他們就會再度返回通常階段 並且再次開始先一輪抽獎 一直到趁抽中大獎為止 除非查理能夠在這個過程裡擊敗撐 否則就要不斷的經歷這個循環 而更加可怕的是 一旦被趁抽中大獎的話 查理一定會輸 但比起這場戰鬥的輸贏 讓他更加在意的卻是另一件事 褻瀆別人的作品也給我適可而止一點啊 《絲鐵純害列車》是中村坑蒂老師創作的 青年戀愛喜劇漫畫的巔峰 而你居然把它當作賭博內容來消費 簡直荒唐至極 你有認真賭過原作嗎 你中大獎的概率是239分之一對吧 你以為我會讓你悠哉悠哉的一直抽下去嗎 別忘了我能看到你的未來 包括你的多善我也一清二楚 此時出現在查理面前的是一扇金光閃耀的車門 這意味著他們即將迎來高期待值的賽典動畫 趁著聲音也同時響起 哇 無論機子的中獎概率是多少 都能在30回之內抽中大獎 到賽典啦 隨著查理被再次轟飛 周圍的場景也開始變幻 看著突然出現的列車站台 查理認出了這支期待值高達80%的 珍貴週五末班車劇情 恆南女主角一同出現的是 一扇突然發動的手機 查理橫比擋下的同時 忍在關注著劇情的動向 最後一班電車已經進入站台 如果對面站台上的女主角 沒有乘坐這趟末班車 並且出現在男主面前的話 就代表著秤一定會抽中大獎 不斷關注的女主動態的查理 完全無法集中精力來預知未來 看著即將發動的末班車 查理只能在心裡不斷大喊 回去 快回去 當電車開走的那一刻 共五一人的站台讓查理心中狂喜 他手中的畫筆也在同時 貫穿了蹭的去幹 看著身後已經開始可寫的蹭 查理緊繃的神經 一下子放鬆了下來 如果不是拼命騎而是拼實力的話 或許贏的就是你 了 尚未說完勝利宣言的他 看著身後正坐於站台等候的女主 他知道這一次他徹底輸了 將查理手中的畫筆和他的身體一同撕裂 這位可悲的漫畫家 在昏迷前最後聽到的 是那個天生賭徒自信的言語 你說錯了 我會憑實力抓住運氣 稱與漫畫家戰鬥的同時 和他一同進入東京第二姐姐的熊貓 正坐於集裝箱頂部 用嗅覺感受著周圍發生的變化 從不斷瀰漫的血腥味來看 至少有三人剛剛命喪於此 最重要的是 熊貓剛剛只感受到了非常微弱的就力波動 這意味著命案兇手對於就力的掌控 已經到了收放自如的地步 面對這樣可怕的對手 熊貓並不打算主動招惹 他目前的主要任務 是找到天使 並和他進行交涉 在遇到天使之前 他需要避免一切沒有意義的戰鬥 在感受到熊手的咒力逐漸消失後 熊貓反滾著身體 跳下了集裝箱 看著空無一人的貨場 熊貓不由得鬆了一大口氣 但這個輕鬆的氛圍並沒有持續太久 從一旁路過的鹿子雲衣 讓現場的空氣瞬間凝固 怎麼 從上野公園逃出來的嗎 看來兩隻腳走路還是會累的嗎 聽著陸子雲的自言自語 熊貓懸其的心也逐漸放下 正當他打算偽裝成一隻野生熊貓離開時 陸子雲接下來的行為 卻讓他繃緊了全身的神經 小金 在 那個 是勇者嗎 是的 他是勇者 和小金同的回答一同出現的 是陸子雲形如閃電的快拳 在他一擊貫穿熊貓的躯體之後 緊隨其後的仗機 更是對熊貓本就柔軟的身體 進行了毀滅性打擊 更加害人的是 陸子雲擁有和浮黑的夜相同的屬性 他的攻擊力竟然蘊含著雷電之力 既然他的攻擊無法防禦 那麼就用同樣無法防禦的招式進行應對 小貓瞬間轉換星星模式 他巨大的手掌也向著陸子雲重重拍下 急震掌 巨掌接接實實地印上陸子雲的驅幹 他感受著那股從內之外的破壞之力 沒有半點遲疑 雙手持棍 腳向熊貓揮掌的右臂 下一秒 他就從蓄幹上被生生拔下 持續了一臂的熊貓強忍驅痛 揮動左拳向著陸子雲奔襲而去 陸子雲卻直接向斷臂向他致來 熊貓賞當然那一圍 對方是想利用斷臂遮擋他的視線 趁他躲避的空檔發動攻擊 他下意識抬手 準備用謹慎的左臂將斷臂撥開 但當斷臂來到近前時 他發現自己完全錯了 巨大的衝擊力讓他幾乎無法保持平衡 陸子雲緊隨其後的雷拳 也入雨點半開始綻放 隨著熊貓被最後一氣重拳轟入箱體 兩人也終於開始了第一次交流 陸子雲的問題 讓熊貓瞬間繃進了神經 雖然他不知道面前的敵人 為什麼要尋找速諾 但這一定對虎將沒有任何好處 他簡單思索後 給出了不知道的答案 但這片刻的遲疑 卻沒有逃過陸子雲的眼睛 你猶豫了 肯定知道 快說 說了我就饒你一命 因為我的叔叔好像就叫這個名字 你在耍我嗎 別太小瞧我了 我看是你太小瞧我了吧 我的姊姊性格特別內向 內向到哪怕只跟人對視一眼 也會因為太過害羞 而把對方直接殺掉 伴隨著一聲咆哮 小貓的躯體瞬間膨脹 他的頭顱也化成巨大的三角龍手 面對小貓突然的變化 陸子雲沒有更多言語 只有一道並不起眼的雷芒 突兀地出現在兩人之間 陸子雲的周力性質與雷電相同 他能夠將周力中的電荷進行分離 在打擊目標的同時 把正電荷不斷地轉移到對手身上 當他身上積攬的副電荷不再向地面釋放 而是又導致對手身旁時 這樣的一擊 足以撕裂面前的一切 這樣不需要展開領域 就能擁有必中效果的駭人攻擊 將剛剛出現的三角龍手直接粉碎 陸子雲也在飛劍的血液中 再次問出了那個沒有得到答案的問題 我在問一遍 蘇娜在哪裡 在熊貓和陸子雲激戰的同時 另一個特別的小小世界中 卻正上演著不同的一幕 身為哥哥的星星 對著弟弟熊貓不斷揮拳 打得熊貓連連喊疼 紋身而來的三角龍姐姐怒斥星星不該總是欺負熊貓 星星卻辯解他們只是在玩拳皇遊戲 姐姐知道這只是星星的藉口而已 所以她更要為熊貓出頭 喔 是嗎 那也該輪到熊貓了吧 去吧 偶爾也該還手的 當熊貓提著自己的小拳頭來到哥哥面前時 哥哥喊怒的眼神 讓他隱隱覺得有些不對 再次遭受暴擊的熊貓 哭聲幾乎響徹天際 偷起得手的哥哥也開始遭到姐姐的追殺 小熊貓的悲慘遭遇不止於此 其他的小夥伴也總是嫌棄他不會騎正常的腳踏車 不願意和他一起玩 小熊和小狐狸更是在一陣窃窃私語後 開出了把球丟進河裡我們就跟你玩這樣的條件 熊貓聽著他們滿懷惡意的言語 練練不捨的看著自己手中的球 畢竟這可是聖誕老人送給他的珍貴禮物 在夥伴們的鼓動下 熊貓內心漸漸開始有些鬆動 他偷偷瞄向旁邊一直沒有言語的哥哥 終於橫下心來把自己心愛的球一把丟進了河裡 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小熊和小狐狸 卻在他丟棄了心愛的物品之後 反過來只得他亂丟東西破壞環境 一起玩耍的承諾更是不再提起 大喊著我要去告訴警察 便拋向熊貓直接向遠處跑去 終於發覺自己被戲弄的熊貓 再次委屈的眼角勤淚 一直沒有言語的哥哥卻在此時突然出聲 為什麼扔掉 欸 那不是聖誕老人給你的球嗎 你不是非常珍惜他嗎 怎麼可以扔掉 你是不是傻啊 可 可是 我想跟哥哥一起玩啊 嚎啕大哭的熊貓在自己來了暴怒的姐姐 這次的事情讓三角龍知道自己必須 好好跟星星聊一聊了 他身為哥哥自己欺負熊貓也就算了 怎麼能眼睜睜看著別的小朋友也來欺負他呢 身為哥哥的親信卻覺得熊貓很是凡人 因為熊貓的存在他沒有辦法去更遠的地方玩 更是無論做什麼事情都甩不掉這個小跟屁蟲 只要跟他在一對自己永遠是輸掉的那一方 而且小熊貓每次見到姐姐就哭 他撒嬌的樣子讓星星看了十分火大 聽完了這一切的姐姐卻告訴了星星 一些他從來沒有發覺的事 無論星星怎麼欺負熊貓 只要一到吃飯的時候他就會忘得一乾二淨 他從來不會因為這個就討厭自己的哥哥 甚至以為兄弟之間就是這樣子的 不管他對熊貓做了什麼 最後熊貓一定會選擇原諒他 其實最任性 最會撒嬌的人 不是熊貓 而是他 就在信心認真思考這一切的時候 熊貓換捏起地的喊著哥哥推門而入 和他分享自己剛剛抓到的大甲蟲 雖然熊貓的哭聲 再次因為哥哥把蟲子丟掉而響起 但這個不稱職的哥哥 卻在熊貓熟睡之後 開始數著存錢慣例的零錢 計畫給弟弟買一個新球 準備入睡的他卻突然想起 弟弟的球是什麼顏色的呢 很快他就不再糾結 那麼傻的熊貓買什麼顏色 他都會高興的吧 從睡夢中驚醒的星星 卻意外地看到了他們的父親 正帶著他的三角龍向遠處走去 讓人意外的是 星星的第一個問題卻是 熊貓呢? 我們要跟熊貓分別了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要分開多久? 永遠 就在這個時候 遠處卻傳來了熊貓的哭聲 哥哥 姐姐 你們在哪裡?在哪裡啊? 熊貓 放開我 星星 不可以 他一個人怎麼可能活得下去 他跑得那麼慢 玩遊戲踢足球都菜的一塌糊塗 有時候還會尿床 那傢伙沒有我在身邊怎麼可以啊? 他什麼都幹不了 我不能丟下他 你錯了 星星 被丟下的是我們 什...什麼? 為他送行吧 畢竟你是他的哥哥 可...可是... 對了 球 明天我還要給他買球的 我們也不能沒有他 你看 他的未遞大姐跟店員討價還價 星星說到這裡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淚水 最後和熊貓道別的 是哥哥撕心裂肺的哭聲 倒在睡波中的熊貓 僅剩一顆頭顱 他身體的其餘部分 都被剛剛的雷電 全部撕扯粉碎 和他的躯體一同離去的 還有曾經一直守護他的哥哥和姐姐 沒有得到分數變化提示的陸子雲 知道面前的熊貓還未死去 他用手中的棍棒 挑起熊貓的頭顱 再次問起了那個問題 快說 素挪在哪 不好意思啊 熊貓的嘴可是很嚴的 是嗎 那我就讓你 再也張不開嘴 那個如流星般耀眼的男人 身上的咒力幾乎要粉進整片空間 他獨一無二的登場宣言 也預示著新一輪的戰鬥即將開始 熊貓 你是不是瘦了點啊 喂 可別讓我太過期待啦 撐一技普通的直拳 在滔天咒力的加乘下 將一隻雲直接轟入箱體 撞穿著打扮過牆才穩住身形 撐著身影也同時感到 騰空後轉體180度 向著陸子雲的頭顱重重踢去 陸子雲在即將被擊中的刹那 將身體幾乎彎折了90度 才勉強躲過這一機 而但是他承受了這一機的集裝箱 竟被直接轟出數米寬的深坑 陸子雲看著手中還環繞著電光 卻似乎完全不受雷電影響的秤 心中大感震驚 畢竟只是憑藉咒力進行防禦的話 只能防下咒力帶來的衝擊 而對於咒力中所帶的特性 以及舒適效果 僅靠咒力是很難完全抵擋的 但面前這個自帶BGM的男人 竟然硬靠著可怕的咒力總量和輸出 直接無視了他咒力中的麻痺效果 這樣一個有趣的對手 讓陸子雲的戰役也被徹底激發 在兩人交換了姓名之後 趁立刻想起了 他便是首個擁有一百分的勇者 喂 如果我贏了的話 就把你的一百分給我用用吧 隨便你 你是那隻熊貓的同伴吧 把你知道的有關訴諾的情報 全部如實招來 當然 前提是你等會還活著的話 面對陸子雲的挑釁言語 趁卻沒有任何表示 更是露出了有些怪異的表情 陸子雲所不知道的是 此刻他對面的男人 正在感受著 體內一次次衝擊帶來的快感 那是咒力幾乎要噴湧而出 如同直線起飛一般的快樂 忍無可忍的陸子雲率先發動 在以及高邊腿成功得手後 他瞬間抓起趁的伊領 將他的頭顱 重重撞向自己的膝蓋 讓他十分意外的是 趁似乎完全跟不上他的攻擊節奏 只能任由陸子雲揉鳴他的躯體 看著剛剛還帶著滔天咒夜的男人 變得如此不堪一擊 陸子雲有些難以接受 喂 別太讓我濕 撐充滿咒力的重拳 接接實實的印照他的臉頰 其中蘊涵的距離 更是讓他的躯體直接飛出貨場 那個自帶BGM的男人 也同時消失在原地 緊一瞬就出現在陸子雲面前 一腳踏下他的核心 連番遭受中擊的陸子雲 看著這個詭異的對手 臉上卻露出了更加瘋狂的笑容 調轉軀體抱住秤踢出的右腿 瞬間轉換自己的方位 給秤的臉頰送上一記手機 讓他沒有想到的是 這個男人頂著腫脹的右臉 將左拳高高仰氣 以撼地之勢落下地面 躲過爆裂一擊的陸子雲 幾個躍動離開秤的攻擊範圍 威視驚人的雷電 也開始在他手中凝聚 前不久撕裂巨獸的雷芒 再次比兩人之間浮現 秤的左臂在雷電的撕扯下離開去幹 一擊得受的陸子雲心中狂喜 準備一股作氣結局眼前的對手 就在他向前奔襲的同時 一個物體卻正在快速靠近 下一秒就將他直接打回 被擊退的陸子雲心中大陣 他沒有想到被扯下一條手臂的秤 還能對他進行反擊 但他依然不覺得結局會有任何改變 趁剛剛的反擊 也被他當作垂死掙扎 接下來的螢幕 卻讓他一直堅定的內心開始動搖 趁剛剛被扯下的手臂 竟完好無損地出現在了軀幹之上 趁此時的逆天表現 便是在做沙伯圖裡抽中大獎的附帶效果 在《絲鐵純愛列車》的主題曲 故此施筆奏響的4分11秒之內 他將擁有無限的咒力 而他的斷臂能夠直接復原 並不是因為他掌握了反轉術式 而是無限咒力在保護他肉體的同時 激發而肉體條件反射般地施展出了反轉術式 也就是說 在抽中大獎後的4分11秒之內 趁幾乎擁有不死之深 隨著音樂聲逐漸消失 趁得咒力也趨於平靜 但那個熟悉的手勢也再次出現 領域展開做沙伯圖 和漫畫家一戰相同 在領域展開的同時 做沙伯圖的規則也灌入了陸子羽腦中 和上一次不同的是 這次趁的領域完全繼承了上一次的狀態 根據領域的規則 在抽中大獎以後 趁就會隨機進入 缺變和時段兩種狀態之一 他們分別可以提高中獎概率 以及縮短抽獎的間隔時間 因為上一次趁湊齊的是基礎圖案3 所以這一次趁將進入的是 能夠提高中獎概率的確變狀態 看著領域中代表高中獎概率的熱鬧場景 陸子羽卻完全不擔心眼下的狀況 雖然趁抽中大獎的概率提升了 但此時沒有BGM環繞的他 也不再是不死之身了 他只要在對方抽中大獎之前完成擊殺 就能提前結束這個躲脫遊戲 想把落定的陸子羽率先出手 一掌一拳接點紅向蹭著去幹 蹭劍士擺出的拳頭也被他一把抓下 在蹭失去平衡的同時 陸子羽的手機也命中了他的要害 隨著蹭的脖子扭曲出一個詭異的角度 他也逐漸失去意識向下倒去 就在陸子羽以為戰鬥已經結束時 面前的空間卻突然碎裂 完好無損的蹭再次出現在面前 此時的蹭發動的是 柏青哥遊戲中一次連的玩法 只消耗一次抽獎機會 卻有概率出現多次演出動畫 最重要的是 蹭的身體狀態也會隨之一起刷新 陸子羽還會從震驚中回過神來 蹭的鐵拳已經來到面前 5G絕倫的陸子羽很快反應過來 雙手擋下重拳的同時 一掌靠向蹭的脖劍 另一隻手再次抓住蹭的臂膀 帶起蹭整個上身 與他的膝蓋完成了一次親密接觸 蹭再次扭曲著吐血倒下 但賭運正望的他 又怎麼可能如此輕易的死去 隨著空間再次碎裂 全身狀態的蹭也咆哮著回到戰場 在三次連續動畫之後 他也成功來到了賽典 看著場景內出現的列車和戰牌 陸子羽認出了 這是中期待遲的 心不在言特快忍耐劇情 只要角色能平安無事地抵達青百合丘的話 蹭就會抽中大獎 沿途的戰牌 在兩人的交手中依次碎裂 角色所在的列車 也終於來到了青百合丘站 隨著角色安然無恙地從站台的廁所中走出 這輪遊戲也出現了結果 蹭再次抽中了大獎 兩人再度回到貨場 蹭的臉上也再次出現了享受的神情 音樂 幾乎要點燃一切的肉燕 再度自稱的體內配用而出 陸子羽看著這個被音樂環繞的男人 清楚地知道接下來的4分11秒內 他將面對的是一個不死不滅的可怕對手 細心地他也注意到 稱這一次湊齊的是偶數圖案6 即便他在4分11秒後再次展開領域 能夠提升概率的缺變狀態也已結束 這也意味著下一次的稱 沒有辦法再如此容易地抽中大獎 也就是說陸子羽只要撐過這4分11秒 就能贏得這場戰鬥 掌握了必勝法的陸子羽 嘴角的弧度卻開始漸漸變得瘋狂 破體而出的雷馬照耀了整片天空 其中蘊涵的驚人威士 更是彷彿要撕裂一切 身為武士的他 沒有辦法接受廢物一樣的取勝方法 他所期待的是一場寒暢淋漓的戰鬥 陸子羽一生所求便是不斷與強者戰鬥 無論這一生還是上一生 數百年前滿是殘肢斷臂的戰場上 剛剛擊殺了對手的陸子羽 感受到了不斷靠近他的身影 是眷所嗎 如何您是否盡興了 一點也不 還是應該跟你打一場才對 饒了我吧 現在的我最不擅長的就是戰鬥了 聽說在陸奧有個有趣的人 據說擁有著歷代一打翻最強的咒力輸出 簡直就是一尊人型大砲 落奧好遠 陸子羽看著手中的鮮血 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 但他心中卻仍有遺憾 眷所 你所知道的最強的術師是誰 是宿諾 雖然他已經是六百年前的人物了 但卻是毋庸置疑的最強 是嗎 那我接受你之前的提議 如此一來就能跟宿諾較量一番了吧 上一話中趁與陸子羽展開大戰 在上一輪無體狀態結束之後 趁再次展開領域 並且成功抽中大獎 開始新一輪4分11秒的不死之身 兩人圍繞集裝箱開始了追逐戰 揚起的煙塵很快遍布整個貨場 趁看著速度驚人的陸子羽 很快改變了自己的戰法 右拳拉滿隻身後 坐坐後向面前的箱體 讓他帶著自己暴力的臭力 向著陸子羽靜直飛去 陸子羽看著呼嘯而來的箱體 沒有選擇閃避 而是正面迎擊 裹鞋雷電之力的重拳 把集裝箱再多打回趁人面前 兩人就在這一來一回間 距離越打越近 速度更是不斷攀升 被兩人狂毆的集裝箱 也漸漸變成一張鐵餅 最終在蹭的一擊中拳下徹底報廢 兩人也再次開始正面交鋒 陸子羽一個側身躲過蹭的重拳 手中將門一到血斬 瞬間批中蹭的側臉 在蹭海威反應過來之時 再次開始移動的兇器 更是直接嵌入蹭的面門 伴隨著陸子羽可怕的怪力 帶出無數碎肉和血花 陸子羽看著面目全非的蹭 心中已有對敵之法 速視的周立雖然源自腹部 但反轉速視卻需要通過頭部發動 不管蹭的反轉速視再怎麼強力 只要一擊轟碎頭顱 他一定會當場逼命 熟悉的雷芒在自律兩人之間浮現 陸子羽要用他手中的雷電 把蹭的頭顱徹底轟碎 神絕電車串入頭顱 蹭的腦中似乎有千軍萬馬正在奔騰 這一擊讓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瀕臨死亡 腦中從事著雷電之力的蹭 並沒有選擇放棄 既然你的雷電能不斷破壞我的大腦 那我就從受傷的那一刻開始治療 隨著大量污血和周立 從蹭的鼻孔中噴湧而出 蹭竟然真的挺過了這幾乎必死的一擊 經歷了一次死亡的他 此刻也表現得更加狂熱 陸子羽 我差點就死了你知道嗎 此時距離蹭這一輪不死支撐結束 僅剩下8秒的時間 蹭的攻擊也變得更加狂暴 他猜測陸子羽剛剛的雷電 是需要蓄力才能釋放的攻擊 既然短時間內不會再出現威脅性命的殺招 那就更要利用最後的不死之身 徹底擊敗眼前的對手 在撐一擊得手之後 面對陸子羽揮來的重拳竟然完全沒有躲閃 核心硬吃一擊後 用自己的手肘鎖住陸子羽的右臂 順時翻轉對手的躯體 最後送上一擊沉重的軸擊 連番遭受重擊的陸子羽 卻沒有絲毫即將落敗的頹市 因為撐算錯了一件事 陸子羽剛剛積去電荷的目標 可不只有撐的頭路 還有貨場另一頭盯入地面的棍棒 一道巨大的電弧穿越整個貨場 而他的其中一頭瞄準的正是撐的核心 撐的血肉和脹氣 在雷電的撕扯下四散飛箭 最令人絕望的是 死之身的倒計時也在同時引來了終點 陸子羽看著撐區幹上的巨大空洞 心想這場戰鬥終於要結束了 沒想到他對面的那個男人 卻再一次擺出了起誓 領域展開 作殺佛圖 看著面前剛剛展開領域 便直直朝前倒下了撐 陸子羽並不覺得他能翻出什麼風浪 因為這樣一次 撐抽中的是偶數六的大獎 左翼即便他成功展開領域 也只能進入到 加快抽獎速度的時短狀態 就算他的速度再快 面對239分之一的中獎概率 他只能在絕望的抽獎中 引來自己的死亡 就在撐即將觸碰地面的刹那 場景卻再次變換 此時出現在他們面前的賀然 是3個2號角色 剩又一次中獎了 他居然在這個生死關口 觸發了時短中隱藏的概率變動 並在生死交錯的剎那 再一次抽中了大獎 這個天生獨徒 是真正的強運之人 隨著趁妖精的血肉漸漸恢復 兩人也在自己領域中開始了對話 你可真厲害啊 陸子 我還是頭一次在一天時間裡 體驗兩次冰死的感覺 破一個外國宅男的福 現在我也成了異想天開的漫畫腦 你喜歡看漫畫嗎 不喜歡說到電的話 就用這招來對付吧 趁話音剛落 場景變開始快速變換 陸子雲更是感覺一時間天地都開始顛倒 當領域逐漸退去 陸子雲發現自己竟然位於海面之上 趁在解除領域的同時 悄悄偏移了結界的坐標 讓他們的四周都變成一望無際的海洋 不得不說趁的判斷非常準確 因為陸子雲的咒力性質和電流相同 在咒力緩繞的情況下 一旦觸碰到海水 就會不斷釋放 直到咒力完全枯竭 一旦落入海中 陸子雲面前就只剩下兩條路 要麼在海水中繼續戰鬥 直到咒力枯竭 要麼完全收起咒力 直到自己浮出海面 但這還是忘記了一件事 這可是東京第二節界的海面 那無邊的黑暗中 活躍著數以千計的咒靈 隨著咒力接連浮現 原本要落入海中的陸子雲 也再次有了落腳點 但此刻擁有漫畫腦的蹭 又怎麼會被這樣簡單的問題難倒 他的浮拳在海面上接連落下 幾個來回剛剛的咒力就已經被浮出大半 陸子雲在咒力間不斷跳躍 隨著腳下的三眼咒力被一拳轟爆 蹭的攻擊也終於來到了他的面前 伴隨著蹭的大腳出射 陸子雲如同一發炮彈 直接撞入海水之中 為了抵禦蹭剛剛那一腳的傷害 陸子雲不得不用咒力環繞身體 不斷外泄的咒力也在原本如同深淵的海面上 交織出一副光影畫卷 抓著咒靈緩緩降落的蹭 看著海面上不斷浮現的魚尸 知道對方正在不斷消耗咒力 他只需要在對方浮出海面的時候 再把他揍回海中 就能輕鬆獲得這場戰鬥的勝利 就在這個時候 蹭卻突然感覺到一陣噁心 將微重物體呕出的同時 連呼吸也開始變得不暢 視線也逐漸變得模糊 衝刺在空氣中的那股惡臭 讓蹭再也無力支撐 直接落入水中 他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 陸子雲竟然用自己的咒力 完成了對海水的電解 讓整個上空都衝刺著劇毒的濾氣 此時的劇毒除了出其不意之外 還是對付反轉術師的一把好手 畢竟想要解毒的話 需要從身體中單獨剝離出某種物質 他的難度遠在肉體重生之上 看著不斷下落的蹭 陸子雲知道對方來不及解毒了 並且這一輪的不死之生也即將結束 面前的蹭對他來說 已經成為了一個即將死亡的可敬對手 就在蹭的軀體落至他的面前時 無神的眼眸卻突然睜開 兩個鼻孔更是不斷向外排出毒素 看到這熟悉的一幕 陸子雲心中大叫不好 蹭的鐵拳也再次襲向他的面門 到了這個時候 陸子雲才終於意識到 他面前的這個男人 反轉術師一直是全自動運行的 此時成功復活的蹭 卻並沒有看起來的那麼輕鬆 隨著海水溫度的升高 他的皮膚也開始慢慢被灼傷 一旦不死之生結束 他將同時面臨狂暴的雷電 和沸騰的海水 他甚至連在海水中 能否展開領域都無法確定 距離不死之生結束只剩5秒 浮出水面似乎是他現在的最佳選擇 但他卻選擇再次揚起了自己的拳頭 戰鬥到最後一刻 隨著雷電之力的瘋狂宣洩 他們水塞的位置發生了劇烈的爆炸 被帶上天空的海水 稀稀滴滴的落向地面 隱喻其中的星紅 彷彿不斷回蕩的哀歌 在這個滿目窗移的戰場 卻出現了一道小小的身影 居然是剛剛被陸子雲支界的熊貓 比起他變小了身體 熊貓更擔心的是乘的安危 此刻落雨面前的斷掌 讓他想到了那個最壞的可能 在一切重新跪於平靜後 不遠處的海面上伸出一隻手掌 隨後一道眼影成功回到碼頭 正是剛剛與乘交戰的陸子雲 幾番精力生死的他 在剛剛漢天動地的一集中 已經消耗光了所有的咒力 但他還是露出了笑容 畢竟作為他對手的趁已經... 和鐵拳一同出現的是 那個男人依然自信的笑容 被這一集直接放倒的陸子雲也放棄了掙扎 他只想知道為什麼剛剛那樣的爆炸中 趁僅僅是失去了一條手臂 而不是直接被炸成碎塊 畢竟那是他拼命壓制自己的咒力 最後一次性釋放所帶來的恐怖爆炸 趁看著倒地不起的對手 開始認真地解答他的疑問 我知道你肯定不想讓我再展開領域 畢竟接下來就要進入缺變了 所以你當時打算至少也要解決掉我的手 好讓我無法再次解映 所以我乾脆捨棄手臂 來保證其他部位的完好 正在生死之間做出了選擇 讓捨棄手臂結成的臨時束縛 和原本用來保護手臂的咒力 將身體的其他部位牢牢互助 一直到爆炸結束為止 陸子雲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沒有太多遺憾的他 只希望趁給自己一個痛快 堪稱人間清醒的趁 可捨不得殺了這個行走的100分 並且他也不覺得自己真的贏了陸子雲 畢竟陸子雲從頭到尾都沒有使用過術士 而對此陸子雲的解釋是 我的術士只能使用一次 這一次一定要留給蘇努 面對如此執著的對手 趁居然打算和他做個交易 就在這個時候 變小的熊貓也終於尋到了兩人的蹤跡 當趁對他說出 這傢伙現在是我們的同伴時 熊貓被驚得直接愣在原地 趁卻依然是一點自信 陸子雲的願望在他看來十分簡單 不就是和宿諾打一場嗎 那身為後輩的虎張服從前輩的命令 簡直不能再容易了 懶得解釋更多的趁 留下一點懵的陸子雲 和因為陸子雲而瑟瑟發抖的熊貓 竟止走向剛剛的摩天輪 他還有一個問題 要問這個特別的漫畫家 叫什麼名字 什 什麼東西啊 你畫的漫畫 快告訴我 我去買來看 我不知道是什麼讓你誤會了 我還只是一個未出道的新人 沒有出版過單行本 那有沒有獲獎作品 也還沒有 豈有此理 徐徐一個新人給老子畫 戰鬥已經結束了 就當自己已經死過一回了 給我使勁地畫 正當漫畫家 在接受趁肉體而精神的雙重犀利時 一個騎著哨子有身影的到來 成功替他解圍 來人正是京都校的西宮 他更是給趁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在他們進入結界之前 曾經商量好要最佳的四條規則分別是 1.讓勇者之間可以互相轉讓得分 避免被剝奪術士而亡 2.可以花費100分 並且找到一個替身 從而脫離死滅回游 3.解除結界對信號的阻斷 成功建立結界間的聯繫 4.所有勇者都可以自由出入結界 而西宮此時居然告訴他 要把能夠建立聯絡的規則三後言 他給出的理由是 目前真心已經可以自由地出入結界了 只要配合悠悠的能力就可以在結界之間 搭建起一道聯絡網 而正希能夠自由進出結界 自然是因為他早已化身天羽寶君 伴隨著無數救靈的艾名 遇到他翻滾的煙辰 單手提到的正希出現在了家帽獻祭面前 這個原本應該成為家帽家西一任家族的男人 卻剪掉了一頭長髮出現在結界之內 身為御三嫁之一的家帽家 更是早已另立新的家族 而這還要從他上一次回到家中說起 回到家中的他 呼喚了幾聲卻始終無人應答 當他終於在過道看見四乃時 急忙讓他幫忙聯繫樂岩寺校長 以及御三家中的另外兩家 讓他意外的是 四乃卻似乎完全不認識他這個次代家主 更是把他當作入侵者來看待 正當他有些惱怒時 一旁的門非被快速拉開 其中作者的虛然是卷所 卷所不但直接喊出了獻祭的名字 還點破了他回家的意圖 獻祭在接到舊書界高層下發的通告後 第一時間就想到了 作為總監部核心骨幹的保守派 很可能早已成為卷所的傀儡 但既然卷所這一世的身份 夏優傑也被執行死刑 那就說明保守派中也並非鐵板一塊 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想到了 請求保守派中最值得信任的樂岩寺校長 幫忙撤銷總監部下發的通告 但遺憾的是 這一切都在卷所的算計之中 總監部早就已經是他的囊中職務 藉著這次通告的機會 他還順便解決掉了下令處行夏優傑的人 以及推舉遺骨 處行虎仗的人 卷所接下來告訴了獻祭 一個讓他更加絕望的事實 不只整個保守派的根基加茂家 已經是他的囊中職務 就連第25代家族的位置 也已經歸他所有 也就是說這個家裡 已經沒有獻祭的位置了 聽到這個絕望的消息 獻祭的刺血超速瞬間發動 準備應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攻擊 讓他意外的是 卷所完全沒有動手的打算 他不認為留下獻祭的性命 會對接下來的戰局產生什麼威脅 比起殺掉獻祭 他更希望保持這個房間的乾淨 因為弱小而留的性命的獻祭 也就此改頭換面離開了家冒家 並進入引導姐姐開始新的戰鬥 在他和珍惜相遇後不久 天空中卻突然傳來一股害人的周力 奇怪的是 那倒在天空中不斷蠕動的身影 竟讓珍惜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就在兩人還在觀察這個闖入者時 他卻突然從原地消失 朝著他們所在的位置飛翅而來 獻祭只感受到一股進風 招招的鐵鬼和建築盡速隨裂 而造成這一切的 竟然只是那個驟靈帶出的風芽 身為驟靈攻擊目標的珍惜 更是完全來不及反應 就被直接帶出數百米遠 四次叮入石壁之內 肉體無比強悍的珍惜 揚起自己的右拳 向著面前的驟靈快速砸下 當鐵拳落下的刹那 面前的對手卻直接消失不減 轉瞬從側面給了他又一次爆擊 珍惜剛剛從石壁上落下 蠕動的重生便帶著急速再次攻去 在珍惜終於抓住對方屈體的同時 這次巨大的驟靈也從體表露出一張人臉 她的言語更是讓珍惜心中掀起驚濤海浪 在看到紫在面孔的瞬間 珍惜就想到了 可能是因為她沒有驟靈的關係 才導致紫在死後化為驟靈 就在這個時候 面前的紫在卻告訴了她一個驚人的事實 你講錯了小珍惜 殺死我的人是你的母親 什麼 哎呀呀難不成你動搖啦 我好受打擊啊 畢竟我可是來殺你的 你這樣心弦不定的 能贏過現在的我嗎 還想繼續言語的志在 卻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助力波動 當她撤開身形的同時 剛剛的石壁也發生了猛烈的爆炸 看著釘在爆炸中心的箭矢 直在一眼就認出了她的主人 因為曾經同樣使用吃血超速的帳相 給她留下的記憶實在太過慘痛 她對這個術士的厭惡程度 可能僅次於那雙沒有咒力的鐵拳 剛剛被置於石壁之上的珍惜 也在這一機下順利脫身 而現機之所以能捕捉到直在的身影 全靠她對氣息的掌握 一氣未果的她 再次拔出三根箭矢 滿弓 射出 充滿咒力的箭矢 瞬間開始在連接穿梭 向著直在所在吸去 遺憾的是直在僅僅是稍微擺動身體 就避開了全部攻擊 雖然先機可以捕捉到她的位置 但她的攻擊對於直在來說實在太慢了 讓直在沒有想到的是 珍惜瞬間出現在她的腳下 雙手抓起她巨大的身去 便向遠處甩去 直在還未來得及做出反應 剛剛的三根箭矢便精準地落於她的軀幹之上 當直在還在因劇痛哀嚎時 珍惜的下一步攻擊也已來到 左裝場道快速掠過直在的軀體 幾乎將她一分為二 看著空中睡如全用的直在 遠處的獻祭心中一喜 但直在接下來的言語 卻讓她感到有些不對 直在的軀體在她的怒吼中爆裂開來 異散的能量卻並未直接消失 耳之不斷聚往一處 更是瞬間裹出一個巨大的球體 快攻擊 獻祭 那是驚胎 他馬上就要完成計畫了 獻祭聽到這個可怕的消息 沒有片刻猶豫 掏出一直帶在身上的鞋帶 血液飛濺的同時 她手中的星紅也開始醞釀出驚人的威勢 穿血 狠跨整片天地的血色洪流 積穿了驚胎裹得嚴嚴實實的外殼 孔洞中開始不斷噴出鮮血 旨在這慘叫聲也同時響起 看著燃起酒驗落向地面的驚胎 獻祭終於鬆了一口氣 畢竟只是驚胎就能用那樣的速度 如果變成完全體的話 真是不知要如何應對 一個恐怖的身影突然出現在獻祭面前 駭人的威亞讓她想到了那個最壞的可能 遠處的正希大喊著獻祭的名字 但還是晚了一步 右眼完全不可見的一擊 但獻祭的軀體直接陷入山林之中 而這個速度驚人的骷髏面孔 正是已經完成進化的志宰 作為老雞還是失去一點吧 完成一擊的志宰揮舞著深究的觸手 仍在回味著剛剛的攻擊 拳頭上傳回的觸感 讓他知道自己的對手並未死亡 獻祭在被擊中的刹那 吊起所有的血液來進行防禦 踩在剛剛的攻擊中勉強逃得性命 他還未來得及喘息 面前的志宰一開始向他飛速襲來 獻祭瞬間釋放赤靈躍動 真希也同時向他趕來 終於在志宰來到之前出現在獻祭面前 真希手中藏導成功阻止了志宰前衝的勢頭 獻祭面前的血液也同時化身赤膚 將志宰牢牢定在原地 真希手中究句化作流光 展向面前的骷髏面孔 讓他沒有想到的是 志宰竟然利用旋轉的身體 卸掉了絕大部分力道 束褲身體的血液也被他同時解開 獻祭 這東西是產院值災變的 終於了解到咒靈身份的獻祭心中鱗然 他第一次見到變成咒靈之後 還能保留這麼多自身意識的存在 真希接下來的話語更是讓他心頭一緊 這傢伙能使用術士 真希話音未落 他們無比熟悉的投射手法 並將真希成功定格 執哉的觸手緊隨其後 把真希剛剛所在的位置直接轟爆 一技得手的執哉卻沒有選擇乘勝追擊 而是直接飛上了白米高空 熟悉執哉的真希十分清楚 他此時絕對不是要逃跑 而是為了拉開距離提升最大速度 空中的執哉將觸手全部縮回體內 將身體的孔洞全部閉合 以阻力最小的姿態開始發起衝擊 看著不斷靠近的兇武 真希卻已有對敵之法 畢竟他曾經在產院講 已經面對過一次對方的因素攻擊了 他打算和當時一樣張開雙臂 等著敵人主動投入自己的懷抱 真希矮身臥倒 在一顆顆血色刺球的環繞巷等待著直哉到來 空中的骷髏面孔卻再度發生變化 隨著氣流自體表瘋狂湧出 直哉的速度也再度攀升 閃過的瞬間周遭的建築盡數碎裂 他竟然在因素狀態下吸入空氣 並且經過皺力的壓縮 再噴出體外來獲得更強的推進力 真希感受著對手害人的速度 終於發現這一次有所不同 但他卻來不及做出任何反應 眼前便僅剩一片黑暗 真希沒有想到的是 直在剛剛的最大速度已經高達三倍因素 他也在這個害人速度的轟擊下 口鼻溢血再無聲息 直在揮舞著出手 看著這個自己無比厭惡的女人 並未停止她的嘲諷 不是吧 我居然曾經輸給這種東西啊 眼看大絕一丁的直在 對著倒地不起的珍惜 開始了自言自語 真是令人懷念啊 好多小孩子做不了的事 大人卻能輕而易舉地做到 但等自己真的長大以後 就想不起以前的事情了 現在的我就是這種感覺 此時 真希也終於蘇醒 聽聞直在的言語忍不住出言反擊 哼 您也有長大的時候嗎 誰知道呢 要不你去問問小真一吧 背觸及逆臨的真希 眼神瞬間變得淋漓 直在嘴上喊著害怕 言語間卻仲就滿是嘲諷 呵護了行動能力的真希 將身體從廢墟中直接拔出 獻機的箭矢也同時襲來 不是說了 讓你失去一點嗎 真希抓住這個空檔 一擊邊退橫掃而出 直在稍一後撤便輕鬆躲過 就在這一來一回間 手握血色巨人的獻機 也來到了直在身旁 面對正面襲來的血色斬機 直在不以為然的測開 自己的身體 讓他意外的是 仙機手中聚臉 竟然在自己的眼角 流下了一道血痕 直在看著面前的對手陷入了沉思 他知道仙機的血袋 在之前的攻擊中早已用完 現在這個體外的血量 如果用的都是自身的血液 只怕很快就會失血過多而亡 看著緊緊發動一擊 變氣喘吁吁的仙機 直在很快得到了答案 他把釋放在體外的血液 也加入了身體的內部循環 這樣就可以避免失血過多而死 但這樣做 無疑還是加重了身體的負擔 即便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 持續戰鬥也可能會導致力竭而亡 已經是強弩之末的獻技 卻依舊提出了獨自牽制直在的要求 因為能夠自由出入結界的珍希 對於高章來說實在太過重要 絕對不能輕易的折損於此 讓他意外的是 珍希卻直接拒絕了他的體液 更是告訴了他 自己只需要5分鐘來療傷 就可以再次戰鬥 有勝算嗎? 8比2吧 2 是我 足夠了 這5分鐘你可別死了啊 這個我沒有辦法向你保證 或者說 我的生死 已經無關緊要了 兩人相討的同時 直在也再次揮動的出手快速襲來 聖機在生前編織出一場血色大王 成功阻擋了直在片刻 當他再次恢復緊動後 卻發現 戰場上已經沒有了珍希的蹤跡 於此同時 獻祭也能腦中不斷分析自己的對手 來尋找能夠撐過5分鐘的戰法 面前的直在雖然速度超群 但硬度卻遠比不上曾經的花育 恐怕只有當他收起全部出手 並且把身體封閉起來時 硬度才會大幅提高 防止應承受不住自身的速度而損毀 而他的負面影響便是 在束縛的作用下 一般狀態下的直在 硬度一定十分一般 除了對手的弱點 獻祭還有一個可以利用的優勢 對宇宙靈來說 刺血超出使用者的血液是劇毒 這兩點結合的話 正面起來的重錘打斷了獻祭的思緒 其中蘊涵的距離 更是把獻祭的軀體直接撞入林中 直在的身形更是快速跟上 頂著獻祭便要朝石壁撞去 就在這個時候 獻祭卻做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動作 他用力掰開直在的鎧甲 將自己的鮮血噴入禁忌口中 獻祭冒著生命危險發動的攻擊 卻只對直在造成了微不足道的損傷 當直在再次來到獻祭面前時 才發現他居然還有後手 穿血 威視驚人的協助向著直在面門指刺而去 直在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出手 在面前搭建起一層臨時防護 站到山窮水晶的獻祭 心中所想卻是 母親對這一切會怎麼說呢? 會責怪沒有當上家族的我吧? 畢竟我沒能在那個家裡 為母親爭取到一個欺身之所 儘管如此 我還是覺得 這個世界上會有我們的榮身之所的 獻祭同時想起的 還有母親再次組成家庭後 幸福又溫馨的那個場景 他那一刻的笑容 讓獻祭的想法 看起來有些一廂情願 面前的骷髏面孔 也把獻祭拉回了現實 做得不錯 給你個鼓勵講吧 可直在的咆哮一同出現的是 他的音速轟擊 滿身是血的獻祭卻再次掙扎著起身 此刻他心中的想法顯得有些悲創 如果我不被任何人需要 那就讓我燃盡自己的生命 至少要讓同伴們的生命 燃燒在我的灰燼之上 獻祭已經幾乎無法掉動自己的血液 他的生命似乎也即將走到盡頭 就在這個時候 兩道流著淚的身影 卻出現在戰場之中 是相撲 是刀 普通不斷喊著刀的牢者 是同樣參與了死面回遊的勇者 大盜 剛 無論在高樓林地的街區 還是雜草叢生的郊外 大盜都沒有找到任何一把武士刀 當他被咒靈追趕時 遠處房間中的一個刀柄 成功吸引了他的視線 那熟悉的把守樣式 那傳承了百年的刀餓 絕對不會有錯 聽著玩具日人道上發出的音效 老者再次流下了淚水 我要刀啊 而戰場中的另一個身影 名叫三代六十四 他的身份同樣是勇者 和老者不同的是 他在解析中不斷搜尋的 是可以鄉撲的 是可以鄉撲的選手 在男女老六都嘗試過了之後 他絕望的發現 這個世界裡 似乎沒有人可以和他鄉撲 就在他陷於絕望無法自拔時 耳畔卻突然想起了鄉撲比賽中 裁判呼喊的口號 當他撞破門飛闖入宅邸後 終於在電視中 見到了夢寐以求的相撲比賽 在詢問電視機前的老者後 三代得到了比賽的位置 日本相撲的歷史中心 位於東京的兩國 得到檔案的三代 瞬間開始整理行裝 準備前往那個屬於相撲的夢幻之地 既然是東面的京城 那一定是往右走 就這樣三代靠著自己優秀的方向感 成功朝著東京的反方向 開始了他的旅途 最終和大盜一起 出現在了獻祭和執在的戰場 實力大成的執在 並不在意這兩個闖入者 再次團體出手 向獻祭轟去 就在這千軍引發之際 正希殺回戰場 更是一刀 直接斬落旨在的出手 此時 距離正希開始療傷 僅僅過去了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很顯然 正希並未徹底恢復 他是為了救下獻祭而提前趕回 就在獻祭已經準備好迎接一場苦戰時 一旁的大盜 卻心正希的出現 而激動的不能自已 刀 是刀 看著向自己奔來的老者 正希主動拋出了自己手中的長刀 在這個無比艱難的危局之下 來自外界的不確定因素 或許能夠帶來一線生機 隨著大盜握上刀柄 在場的所有人 都感受到了一股駭人的威壓 上一次曾是無名劍好的她 在獸肉重生後 依然不會使用咒力進行戰鬥 正希幾人所感受到的可怕威壓 並不來自於她的咒力 而是她手中有刀之後 斬入無遺的壓倒性殺傷力 大盜斬出了第一刀 顯現象面前的志在一分為二 在眾人都為這一刀的威士而震驚時 大盜卻對著手中的刀 說起了莫名的言語 喂 這妖刀 還會挑選劍士的嗎 剛剛是怎麼回事 難道 是想讓老夫出仇嗎 當心 在正希的提醒下 老者成功躲開了志在的攻擊 但她接下來的言語 卻向正希心中亥然 小姑娘 那裡果然有什麼吧 是妖怪嗎 你看不見嗎 你居然問我看不看得見 確實看不見 但是 若能看清那之外的一切 也就等同於 能夠看到她啦 大盜的第二刀沒有再斬篇 那幾乎要破開一切的斬擊 將志在的具體 直接一分為二 成功斬中目標的大盜 對於手中 開始聽話的到十分滿意 一旁的真希心中 卻早已掀起驚討駭浪 那樣可怕的斬擊 即便是肉體已經如此強橫了她 也無法做到 這個世界裡 一定有她至今還沒看透的東西 那或許就是她和聖兒的真正差別 就在這個時候 真希腳下地面 卻突然變成了相撲比賽的場地 一直沒有言語的三代 也在此時 向她發出了比賽的邀請 三代的領域十分特別 完全是為了讓她更好的比試相撲而存在的 所以這個領域 直接消除了相撲之外的一切功能 也正因為這個逆天的特性 可以直接消除所有咒術和束縛的效果 這個領域必須要得到三代 與夜戰之人雙方同意才能成功展開 在場地出現的同時 三代也向真希發出了正式邀請 來較量一下吧相撲 可以 真的嗎 真希 你在想什麼啊 我想的有點太多了 讓我稍微放鬆一下 和隊友完成告別的真希 投也不回地進入了結界之中 隨著她正式踏入領域 這場特別的相撲比賽也正式開始 真希和三代的雙手同時出地 此時的真希 忍得思考那個問題 我至今沒能看透的究竟是什麼 在真希擺好起事準備迎接對手時 三代卻在她面前虛晃一招 直接閃至身後 真希回聲一爆 卻被三代輕鬆愛身躲過 她的臂膀也在此時 死死夾住真希的手臂 以自己的後背作為支點 將真希的軀體直接摔出 在這一擊下 真希險些被直接摔出場地 拿下一局的三代 也開始了她的言語 相撲真是太棒了 不過小姑娘 你的實力不止於此吧 開始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 如果是正面較量的話 我現在怕是胸多吉少了 說來聽聽 你為何無法專注 你在想些什麼 三代的話語 讓真希直接愣在原地 因為真希一直以來 都沒有遇到 能真正稱之為老師的人 這並不是因為她的解傲不遜 而是她從未想過 要依靠他人來變得更強 這一次 或許她人生中的第一個老師 已經來到面前 她也已經準備好 把剛剛心中的疑惑 全部傾倒而出 原來如此 你是不懂那個武士所說的話吧 這個 我懂 被搶達的真希 險些憋出內傷 三代卻已站起身來 準備收客 站起來 繼續相撲吧 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傳達了 三代和真希的軀體 在這個小圓圈內 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 三代眼中的世界 也在同時 向真希毫無保留的展開 小姑娘 你被禁錮得太深了 都是些什麼啊 自己 對手 詛咒 說白了 就是人嘛 但是 相撲不就是如此嗎 在那個圓形的場地中 兩個人的肉體和靈魂 展開激烈的碰撞 這 就是交流 但人 終究是要活在這個圈子之外的 要想徹底搞懂一個相撲台上的人 就必須要走出這個圈子 當然了 不能真的走出去 那樣 比賽就輸了 只有在激烈碰撞的那一瞬間 才能把彼此 登上相撲台之前的人生 都傳遞給對方 彷彿用鼻子 嗅到陽光 用眼睛 看見聲音 用自己的一切 去體會對方的全部 當你能夠做到的時候 眼前之人的肉體 跟勝負 都已經失去了意義 這 就是那個武士 想要表達的意思 也就是 自由啊 剩下的 就只能靠你自己親自體會了 開始相撲吧 兩人的躯體再次碰撞 這一局 卻引得場外的眾人紛紛側目 隨著三代被摔出場地 指揮像布爾森的結界也同時溃散 完成了蜕變的珍希 回到戰場 真正的天羽包軍也在現世間 我感覺 好奇了 大盜回獻祭看著脫胎換骨般的珍希 金澤幾乎說不出話來 除了珍希身上的變化以外 他們所用時間之短 也同樣讓人大感意外 而這也是三代的領域特性之一 因為領域排出了束縛的要素 所以結界內的時間流出 要比外界快得多 兩人在圈中鄙視的上千局 外界卻只過了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對於珍希身上發生的變化 最難以接受的自然是原本以為 自己已經勝眷在握的職災了 他不認為珍希的蛻變足以改變戰局 身體瞬間射入高空 再次開始了新一輪加速 仙基看著空中不斷加速的職災 擔心剛剛的一幕再次重演 面前的三代河大盜 卻早已擺好起事 老夫還沒砍夠呢 我也還沒比過癮啊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啊 不知道 自己是何人 根本不值一提 沒錯 只要刀在手中 斬我想斬之物 老夫是誰 儘管交給旁人決定便是 我還想跟那個小姑娘 繼續相撲呢 這位武士 要不要也來照亮一下 不 都怪這個小鬼來搭化 我們才被那個小姑娘搶先了 和地面上悠閒的氛圍不同 空中的子彩已經到了崩潰邊緣 為什麼 速度上明明就是我佔據了絕對優勢 為什麼就是抓不到 直在身體所化的流光 在建築群中不斷穿梭 周遭的建築也在兩人的追逐中激進崩塌 看著真希再次出現在樓頂 直在快速出現在他的前方 準備在跨樓的同時進行伏擊 讓他有些意外的是 真希居然放棄了一動 從房頂直接跳下 讓自己開始自由落體 直在所不知道的是 真希此刻已經不再需要用肉眼進行觀察 直在的每一個動作 他周圍的一切都會全部告訴他 成長到今天這樣真希已經十分滿足 曾經需要借助眼鏡才能看到咒靈的他 在真意裡去後擁有了現在的身體 終於可以直接看見咒靈 和大家一樣讓他十分滿足 但這樣就夠了嗎 他無法控制的會去想 如果是那個人的話 一定也能達到那個高度 如果是那個人的話 一定會好不猶豫的把刀祭出 如果是那個人的話 一定可以追上那個速度 是的 只是和大家一樣還遠遠不夠 真希知道這個世界上一定有一些東西 只有他才能看到 只有那個人才能看到 穿搶而來的直在打斷了真希的思考 在直在眼中 身邊空無一物的真希 無論如何都躲不過他這一擊 你死定了 直在怎麼都想不到 真希竟然在空中完成了躲避 因為此刻真希眼中的世界已經悄然發生了改變 即便是圍繞著我們的空氣 也因為溫度和密度的差別 而散佈著不同的面 真希此刻所做的正是抓住了這些面 直在絕望的發現 真希已經出現在自己身旁 而他裹挟千軍之力的鐵拳 也在同時壯壯砸下 落地的直在很快恢復了軀體 並且再次開始叫囂 你忘了嗎 我可是咒靈 這種不帶咒靈的拳頭 來多少次都殺不死我的 就在這個時候 他眼角的餘光 撇到了蓄勢待發的三代 合同 64 大刀緊隨其後的一刀 再次將直在的蓄體一分為二 真希同時感到 爆裂的一腳 讓直在的頭顱徹底和驅趕分離 比起身體上的傷勢 更讓他感到絕望的 是真希身上和聖兒一般無二的屁膩姿態 隨著直在的頭顱開始消散 這場戰鬥似乎也迎來了尾聲 就在這個時候 直在尚未瓦解的半解殘驅中 突然伸出了一雙手掌 恢復人類模樣的直在 也從血肉中破體而出 站在那邊的應該是我才對 領域展開 被拉入領域中的三代合大道 一臉震驚的看著直在背後的巨大眼眸 以及那孕育生命的臟氣中 彷彿隨時要破體而出的殺戮與罪惡 就在三代合大道還在觀察這個詭異的領域時 他們的警戒卻同時遭到猛擊 看似平平無奇的一擊 在直在的咒法之下 似乎有什麼只似入靈魂之中 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兩人心頭俱正 但很快他們就發現 這一擊似乎並未對自己造成什麼實質性傷害 雖然這個狀況讓他們有些摸不著頭腦 面殺直在的念頭從未改變 從身體割出不斷湧出的鮮血 和撕裂靈魂般的劇痛 止住了兩人殺敵的步伐 看著一臉難以置信的三代合大道 直在好心的介紹起了自己的領域效果 在領域中被他觸碰到的人 必須馬上做出和他相同的動作 否則就會直接被禁止一秒 而更加可怕的是 領域之中的舒適對象也被再次細化 對手體內的每一個細胞 都會成為單獨的舒適對象 也就是說 在禁止的這一秒內 一旦移動身體 就會導致體內的細胞錯位 如同三代合大道一般 血見當場 三代很快便無力之稱 帶著滿身鮮血倒向地面 直在看著自己的傑作 心情無比愉悅 但他卻不敢放鬆警惕 因為自領域展開之後 他就再也沒有察覺到珍惜的蹤跡 這讓他覺得十分不可思議 即便珍惜和聖爾一般 完全沒有絲毫的咒力 也不可能逃過他的感知才對 畢竟 這可是在他的領域之中 大道突然爆起的一刀 換來的 卻是自己的手臂與軀幹分離 因為這一機而變得更加暴躁的志在 自然也注意不到 黑暗中出現的手掌 和大道倒下前 嘴角的笑意 直在難以置信地看著 穿體而出的離刃 他完全沒有注意到 珍惜是什麼時候出現在他身後的 他所不知道的是 對於結界書來說 沒有舊力的珍惜和聖爾 是等同於建築一般的存在 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在領域中進出自如 所以直在一直感知不到珍惜的存在 是因為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出現在結界之中 直到最後一刻才進入 給他的致命遺跡 現在知道該怎麼用我了吧 為了給你做示範 我都不惜被滿是汗臭味的大叔握在手裡 終於突破了 嗯 正義留下的這把刀 是聖爾曾經使用的咒劇 《獅魂刀》的複製品 他能夠無視一切物體的硬度 直接斬裂對方的靈魂 如果想要發揮出他全部效果的話 需要擁有一雙 能夠觀察到無生命體魂魄的雙眼 而此刻完成蛻變的珍惜 正和當年的聖爾一樣 可以憑他斬破一切 被獅魂刀貫穿著直在病位身亡 將頭顱扭曲出一個詭異的角度 死死盯著自己恨之入骨的對手 沒能一擊燒死他的珍惜 在他看來幾乎已經是一具屍體了 因為進入領域中的他 接下來將無法做出任何行動 直在扭曲的面孔 和他醜溜的靈魂一同被珍惜直接斬破 他最後算錯的一件事 就是領域的避重效果 無法識別沒有就力的珍惜 隨著直在的消亡 這個無比扭曲的領域也直接潰散 成功撿回一條命的三代河大道 威爾同的看向那個手持長刀的身影 在甘願聖爾死去12年之後 能夠與他站在同一高度的 心境暴君再現世間 成功斬殺對手的珍惜 來到星際面前告訴了他勝利的消息 經歷著生死的兩人 也了解了一個有些沉重的話題 感覺你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你也是預算家的人 多少知道一點我的事吧 不站上家貓家頂點的話 我就毫無價值可言 還有我名字的事情 母親她一定 我去問了我的母親 然後殺了她 我不知道那麼做是對是錯 也許我們應該再多談談 到頭來還沒弄清母親對我們來說究竟是什麼 一切就結束了 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負責 嗯 仙基所不知道的是 當時她的母親給她取了這樣一個 在家貓家是禁忌的名字 不過是因為正在氣頭上 就隨隨便便把手續給辦了 她只想趕緊遠離那個家族 卻從未停止想過 讓這個可憐的孩子回到自己身邊 如果仙基能夠跨出那一步 她會發現這個世界上 依然有人牽掛和需要自己 東京第一姐姐裡 終於醒來了浮黑 見到的卻是一張陌生的面孔 和她有些莫名的話語 早上好 睡得好嗎 命運之人 我睡了多久了 我在問你話 虎杖 因為第一次穿上浴袍 情緒十分高漲的虎杖 終於回過神來 告訴了浮黑 她已經昏迷了兩天了 就在這個時候 喜劇演員高瑜也闖入視線 被眼前狀況搞得一頭霧水的浮黑 選擇先起床洗漱 再有三人慢慢告訴她這期間發生的事情 先是戰鬥完成的虎杖 出現在了高瑜的戰場 在他們準備出發 尋找曾經和高瑜合作的浮黑時 意外見到了 提著浮黑在空中遊蕩的萊希 於是幾人就一同來到了現在的酒店 直到浮黑醒來 浮黑滿臉黑線的看著 面前完全不知道戒備心是何物的幾人 但還是認真地表達了謝意 情緒高漲的虎杖 隨即告訴了她一個好消息 前往東京第二姐姐的秤 已經成功拿下了100分 不只如此 最早出發的遺固 居然拿到了190分 加上浮黑、高瑜、萊希的分數 他們總共擁有359分 可以救下精美季了 冷靜的浮黑沒有被喜悅重昏頭鬧 還是向姐問出了那個問題 讓我用你們的分數真的沒問題嗎 完全沒問題 多虧了虎杖變更了規則 不用殺人也能活下去 真的很感謝 所以隨便用吧 我也不是特別需要 兩人的回答讓浮黑有些感動 但她想要問萊希的問題 可不只這一個 我們正在尋找一個被稱為天使的勇者 但是聽說天使的位置在東京第二姐姐 萊希 你是天使嗎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會救我 還有你為什麼會出現在東京第一姐姐呢 天使是我 還有不要這樣接二連三的質問女孩子 這個突然出現的聲音和萊希臉上的遺狀 讓浮黑和高瑜直接靜得說不出話來 只有虎杖感受到蕾絲來自同類的熟悉感 那張突然出現的小口也開始繼續言喻 首先我救你的原因是 萊希他以前把你 哎呀 幫助路上倒下的人還需要理由嗎 眾人並沒有深究萊希沒有說出口的理由 因為天使接下來所說的內容實在太過驚人 如同他們所知道的一樣 天使的術士便是術士無效化 所以包括封印在內的姐姐術 也對他們完全無效 因為東京第二姐姐驟靈太多 並且有陸子雲這樣的殺神存在 在死滅回遊開始後不久 他們就利用天使的術士穿過姐姐 來到了東京第一姐姐 在回答完第一個問題後 天使也直接說明了自己的目的 他要塑清所有瘦肉重生的勇者 因為在瘦肉重生的過程中 他們會直接毀滅容器原本的自我意識 而這違背了天使一直以來堅守的信條 所以他選擇和萊七共生的手段 在姐姐之中展開自己的行動 遺憾的是即便術士強大如天使 也無法將瘦肉重生之人恢復原狀 但如果只是解除舊屋的封印 對他來說卻並不困難 這個回答讓浮黑虎將面露喜色 他們或許很快就可以解除五條屋的封印了 但事情往往不會這麼順利 天使很快提出了他的條件 他需要浮黑幾人先幫他除掉一個人 才會幫忙解除玉門疆的封印 那個人的名號是 墮天 隨著墮天之名落入己恩耳中 虎將的意識也突然被蘇納拉入了體內 有什麼事情嗎 我現在光是看到你的臉 都覺得噁心 我想在那個蠢貨說漏嘴之前告訴你一件事 我就是 墮天 隨著墮天身份揭曉 天使看似簡單的訴求 也成為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高端眾人打爆四大結界之後 故事終於回歸主線 本期視頻也到了尾聲 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有格光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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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